第十九章 破灭的梦想 1919年1月22日是星期三 基辅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冬日 还有些霜 但没有下雪 我们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一个电影设置组 当天正在城里拍摄一次公共活动 这是对这座乌克兰首都的公共活动 最早的拍摄之一 此时据中央拉达在其第四份通令中宣布 乌克兰独立已有整整一年 部分前中央拉达领袖 利用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 发布了另一份重要的公告 宣布将从前的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 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 他们选择那座基辅罗斯时代的大教堂 一 为群众集会 教堂仪式和阅兵式的背景 建起了一座从弗拉基米尔大街 通往圣索菲亚广场的凯旋门 这些都是为庆祝统一而精心筹划的活动 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前 在俄奥国界两边的乌克兰地区 统一还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个梦想 当索菲亚大教堂敲响舞中 摄像机的镜头中出现了欢欣的笑容 石花的女子 还有成群身着军装的男子 画面的中心被新的革命政府指挥部的成员们占据 他们中为首的是一名留着山羊湖 身穿黑色皮大衣 头戴宽边羊毛帽的高个男子 那是从前中央拉达政府的总理 如今的指挥部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 行径在他右边的是来自西乌克兰的代表们 从前哈布斯堡家族置下乌克兰地区的公民会议 授权他们来完成两个乌克兰人国家的统一事宜 然而吸引摄像师最多关注的不是维尼琴科 也不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列夫巴金斯基 二 在镜头中停留最久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 他和他身边大多数军官一样 头戴一顶羊皮帽 在影片的一个镜头中 他站在维尼琴科身边口含一只雪茄 另一个镜头里 他又在整理自己的腰带和制服 此人名叫西蒙·彼得·刘拉 三 是指挥部军队的最高俄塔曼 四 也就是总司令 彼得·刘拉于1879年 生于波尔塔瓦 在这段影片拍摄时 年方39岁 与比他大半岁的约瑟夫斯大林一样 彼得·刘拉在还是一名神学学校学生时 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并从底层逐步晋升 成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 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 彼得·刘拉担任了许多乌克兰语刊物和报纸的编辑 最先是在基辅 后来转至圣彼得堡 从1912年起则在莫斯科 1917年 他先是作为乌克兰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后来又作为中央拉达的军事事务总书记 担任俄军编制中乌克兰部队的首脑 后来这些部队中的一支被分出来 交给未来的乌克兰统领帕夫洛 斯克罗·帕德斯基来指挥 在1919年1月22日拍摄于基辅的这部影片中 彼得·刘拉站在弗拉基米尔 维尼琴科身边 但两人并无对话 这并不是因为两位政治家的友好关系 发生了破裂 两人的对立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当时他们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 维尼琴科有强烈的亲布尔什维克情绪 指责彼得·刘拉激怒了布尔什维克 导致对方对乌克兰的入侵 1917年12月 入侵发生前夕 彼得·刘拉被迫从政府辞职 尽管彼得·刘拉和维尼琴科 联手领导了反对统领斯克罗·帕德斯基的起义 这两位指挥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仍未消弭 到了1919年3月 仍旧持亲苏维埃和亲布尔什维克态度的维尼琴科 将退出指挥部 离开乌克兰 基本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 彼得·刘拉则将在1919年5月初 被选举为指挥部首脑并独揽大权 彼得·刘拉的崛起 有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原因 这一时期 不光是维尼琴科 1917年革命中 另一巨头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 同样流亡国外 在乌克兰革命从议会阶段 进入军事阶段之际 彼得·刘拉先后担任的政府军事事务主管 和总司令 这两个职位变得极为重要 从而使他脱颖而出 1919年年初 乌克兰再度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时 彼得·刘拉已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长 1919年2月2日 即统一法案 庆祝活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 指挥部被迫撤离了基辅 先是迁往文尼查 5 后来又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 落下脚跟 建立了机关 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 位于从前的额澳边境 如今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边界附近 他们除了撤退之外 别无他法 因为乌克兰军再一次被击溃了 彼得·刘拉在1918年年底 反抗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时 率领的农民部队 几乎烟消云散 总共十万名农民战士里 只有四分之一 留在彼得·刘拉麾下 其他人则认为自己 已经完成了任务 剩下的事 应该交给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政府 于是返回了各自的村庄 留下的人由各个额塔曼指挥 额塔曼 译词在哥萨克时代 以为指挥官 如今 则指各路独立的军阀 彼得·刘拉的头衔 最高额塔曼 反映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 他所统帅的 是一群桀骜不驯的军阀 而非纪律严明的军队 彼得·刘拉和他的军官们 从未成功 将这支异军 改造成一支正规军 事实证明 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是成功的反叛者 但在创建国家和组建武装力量方面 只是三流水平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可靠部队 由加利西亚士兵们组成 他们原是在澳军中服役的乌克兰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 并在1917年的2月革命后 加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事实证明 他们是这一时期 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军队中 纪律最为严明的一支队伍 1919年7月 彼得刘拉得到了来自加利西亚的新援军 超过5万人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军 度过曾为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 结合的兹布鲁齐和 6 加入了彼得刘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 半年前 东西乌克兰在基辅宣告统一 此时似乎终于接出了第一批果实 然而 统一所面对的形势无疑十分严峻 彼得刘拉的军队和加利西亚军 都已处于溃败的边缘 后者正被前进中的波兰军队逐出加利西亚 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其原因又是什么 尽管西乌克兰政府 在1918年11月 让李维夫落入波兰人之手 但他仍对东加利西亚大部分乌克兰人地区 保持着有效控制 西乌克兰政府 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 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重新分配土地 这一政策让农民受益 并让整个乌克兰族群动员起来 团结在从波兰独立出来的理念周围 波兰战争的转折点 发生在1919年4月 由约瑟夫、哈勒尔、冯、哈伦堡、七 将军率领的一支六万人的军队 进入了加利西亚 哈勒尔的部队组建于法国 由波兰战俘组成 他们先前为奥地利一方作战 并由协约国加以武装 其部分军官还是法国人 这支部队被派往东部前线的目的是 与布尔什维克作战 哈勒尔却将它用来对付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军 法国人提出了抗议 并发来质询电报 波兰人则一边向法国人 保证这些乌克兰人 都是布尔什维克 一边将装备不良的乌克兰军 向东驱赶 1919年夏天 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撤退到资布鲁齐河 并渡河加入了彼得刘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 加利西亚军兵力超过5万人 忠于彼得刘拉的部队有3.5万人 再加上其他同盟 俄塔曼部下的1.5万人 乌克兰武装部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此时 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 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 而加利西亚人的到来 让彼得刘拉获得了重夺这些领土的机会 然而 事实证明 东西方乌克兰人的联盟 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牢固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持保守立场 难以在目标上 与东乌克兰指挥部政府的左翼成员们达成共识 加利西亚指挥官们 不能理解东部那些前叛军的松散军纪 在寻找可能的盟友的问题上 双方也无法保持一致 除了基辅的乌克兰政府 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府 同样抵制布尔什维克1917年 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武装起义 由以波罗的海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为甚 在俄罗斯南部 一些前帝国军官和顿河地区 迪格萨克们联合起来 组成了白军 八 为恢复前布尔什维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战 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向邓尼金 九 将军率领的白军提供了支持 1919年初下 邓尼金在乌克兰开始向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 邓尼金在南乌克兰地区的出现 和他向北发动的攻势 向乌克兰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提出了一个难题 他们是应该联合邓尼金进攻布尔什维克 还是回避跟他打交道呢 邓尼金的目标 可不光是要取消乌克兰领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 还包括重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 加利西亚人和蒂涅伯乌克兰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西乌克兰人对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波兰的白军结盟 没有任何意见 东部人将加利西亚人憎恨的波兰人 视为其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白军的潜在盟友 而那些俄塔曼甚至不反对加入红军 东西乌克兰人在理念和局势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 却仍各自为政 8月 当白军和加利西亚部队同时进入基辅时 加利西亚人大方的撤退了 把这座城市留给了白军 这在彼得刘拉与加利西亚军指挥官们之间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关系的最终破裂发生在1919年11月 一场大规模流行的班诊伤寒 几乎消灭了双方的军队 迫使剩下的加利西亚人加入了白军 而彼得刘拉则与波兰人达成了协议 1919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让两个乌克兰国家都对未来抱有巨大的期望 却在灾难中走向尽头 这一年年底 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其国家地位也变成了泡影 东乌克兰人的失败 源自他们的政治分裂和糟糕的组织 而加利西亚人之所以失败 则是因为他们的兵力和装备都弱于敌人 同时他们的东部同胞又没有失以援手 两个国家和两支军队的联合 更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 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是一支统一的军队 长久以来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严重的影响了双方精英阶层及各自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文化 尽管他们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民族 不过虽然遭遇了1919年的困恶 东西方乌克兰人仍未打算放弃这一信念 乌克兰的军队退出了战场 乌克兰独立的梦想似乎也渐行渐远 此时进逐乌克兰控制权的主要有三股势力 其一是波兰军队 他们控制着加利西亚 并进入了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 梦想着重建一个版图 尽可能与被瓜分前的波兰 立陶宛联邦接近的波兰人国家 其二是以协约国为靠山的白军 他们从南乌克兰地区向北进军 突入俄罗斯境内 其兰图是重建一个沙皇时代 那样的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 其三是波尔什维克们 他们的远景理想是世界革命 迫在眉睫的目标则是在军事上自保 正如弗拉基米尔 列宁所公开承认的那样 没有乌克兰提供的煤炭和面包 他们就无法做到任何一点 1919年在乌克兰厮杀的各路势力和军队中 波尔什维克留下了最深的痕迹 控制基辅的时间也最长 从2月到8月 他们都占据着基辅 12月又再度回到这座城市 然而 控制了首都和乌克兰草原上的各大工业城市 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整个乌克兰 乡村地区仍在反抗新来的波尔什维克统治者 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 在原则上接受苏维埃权利 但不愿为之牺牲他们建国的梦想 农民的情况也是一样 他们对波尔什维克做出的土地分配承诺 坚信不移 到头来却因被迫上缴他们的收成 而对波尔什维克不满 1919年12月 在击败邓尼金并中夺基辅之后 波尔什维克们决定从前一年犯下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弗拉基米尔 列宁亲自就1919年教训 对其支持者们做出了阐释 他认为此前 波尔什维克忽视了民族问题 于是波尔什维克军在1919年年末和1920年年初重归乌克兰时 把这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 与乌克兰人沟通时也使用他们的母语 他们在乌克兰摒弃了俄罗斯化 代之以让民族革命适应乌克兰文化的政策 他们将入党的大门向乌克兰左派敞开 这一举动让人想起当年帝国当局吸收地方精英的做法 这些前社会革命党成员早已接受以苏维埃的方式组织未来的乌克兰国家的理念 因其主要刊物波罗特巴 波罗比亦以为斗争 被称为波罗特巴党 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 为该党提供了其急需的讲乌克兰语的干部和文化精英 同样 农民们最终也被融合了 并得到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许诺给他们的土地 1920年春 布尔什维克推迟了在从贵族手中没收得来的地产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计划 允许农民们分掉他们的前主人的土地 新策略奏效了 布尔什维克对在1920年建立起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 将最后一个真正的威胁拒之门外 1920年4月下旬 在彼得刘拉残军的支援下 约瑟夫、毕苏茨基的波兰军队 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战线发起了一次向基辅的进军 毕苏茨基的目标是在波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能起到缓冲作用的乌克兰国 波军的进攻一开始十分顺利 5月7日 彼得刘拉再次作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进入了基辅 然而 这一次他身边没有了加利西亚盟军 这是他为得到波兰人的支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代价本身并无太多实际价值 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 最高统领同意承认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 这成为压垮两个乌克兰国家之间困难重重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彼得刘拉的成功并不长久 苏维埃发起了反击 迫使波兰联军于6月13日退出基辅 在这场战争中 苏俄最有名的骑兵指挥官谢苗布琼尼 十一的率领下 苏俄的第一骑兵军突破波兰联军的防线 对撤退中的敌军进行了拦截 并在他们阵地后方进行打击 红军在整条战线上 不光是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全面推进 每天向前移动20英里 约32千米 很快破镜了利维夫 时任红军某段前线政委的约瑟夫 斯大林决意攻下利维夫来让自己声名远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不仅是波兰人乌克兰军 彼得刘拉从东乌克兰带来的部队 在面对红军对利维夫的进攻时 同样选择了坚守 他们最终成功地守住了利维夫 这一场胜利成为导致苏俄在对波兰的战争中 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战争的走向在1920年8月中旬再度发生转折 在获得协约国的援助 并得到英国和法国军官 其中包括后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为其担任顾问后 波兰军队在华沙城郊那场被称为维斯瓦和奇迹 十二的战役中击败了红军 遏制了红军的进攻 在苏俄一方 斯大林是需要为这场奇迹负责的人之一 他股东布琼尼 违抗其上级的命令去攻打利维夫 而不是向华沙进军 红军节节败退 到了十月 也就是双方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 波兰和苏俄的边界在北段已经深入白俄罗斯 在南段则深入乌克兰境内 波兰人再度控制了乌克兰的沃里尼亚 以及波多里亚的部分地区 不过 虽然取得了以上利益 波兰人建立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乌克兰缓冲国的努力 却没能成功 同样落空的 还有乌克兰人重获独立国家地位的梦想 此外 维斯瓦和奇迹也终结了苏俄将其革命之火 传播到欧洲腹地的计划 波苏战争最有名的技术者 莫过于奥德萨出生的 俄国犹太作家伊萨克 巴别尔 十三 在作为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一员 参加战斗的过程中 他坚持记日记 并在后来利用这些日记 创作了一部题为 《红色骑兵军》 《Red Cavalry》的短篇小说集 布琼尼指责这部小说集 扭曲了他麾下士兵的英雄形象 因为他描述了战争的残酷 红军骑兵的暴力 以及乌克兰犹太人 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 在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里 各路军队彼此厮杀 战线如拉锯一般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乌克兰平民还未从灾难中 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就又陷入了新的恐怖和毁灭之中 在所有族群中 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 他们遭到来自所有势力的打击 不论是红军 白军 乌克兰军 还是各路军阀 对犹太人的迫害 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定居范围内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此时 犹太人需要面对的是 全副武装的迫害者 迫害造成的伤亡急剧增加 仅在乌克兰就超过了三万人 从前对犹太人的迫害 不外以下几种原因 掠夺欲 经济冲突 基督教中的反犹太教主义 以及近代的反犹太人潮流 然而现在又多了一种原因 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在这种新的视角下 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者 而遭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仇视 在另一阵营 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热情支持者 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 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 进入乌克兰的1918年春天 然而迫害实施者 并非挺进中的德国人或中央拉达的军队 而是败退的布尔什维克们 他们怀有革命的正义感 而非基督徒的狂热 认为自己对诺夫霍罗德 西沃斯基 十四和赫卢西夫 从前哥萨克国的都城 犹太人的打击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进攻 1919年春 当彼得留拉的军队 在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下向西退却时 乌克兰部队同样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普罗斯库里夫 金赫梅尔尼茨基 十五 导致近一七百名犹太人丧生 这一年晚些时候 心思主要放在截略上 对各种口号 没有多少兴趣的军阀们 又率领他们军纪涣散的部队 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洗劫 到了秋天 邓尼茨的军队打着痛揍犹太人 挽救俄罗斯的反犹新旗号 也对犹太人展开了图路 其中规模最大的行动 发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法斯蒂夫 十六 造成禁一零零零零零无辜者的牺牲 总体而言 在所有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中 约二十 系白军所为 红军的比例约为十 军阀们约占二十五 而彼得刘拉的部队约战四十 后者在战争期间 实施了最多的反犹屠杀 白军则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军队 其士兵对犹太人的屠杀 都得到了上级军官的明确授意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战士们 成为仅有的未参与反犹屠杀的群体 乌克兰犹太村庄的居民们 也组织起自卫部队 他们在抵御军阀势力方面 卓有成效 但面对大规模的军队 实则无能为力 红军的政治领袖列昂托洛茨基 十七出生于乌克兰 常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 然而红军在犹太人中的受欢迎的程度 远非托洛茨基一人所能代表 犹太革命家们 从前就积极参与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或加入孟什维克 十八或加入布尔什维克 此外就实施反犹屠杀的次数多寡而言 红军似乎是对犹太人最为友好的 因此吸引了许多犹太年轻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伊萨克 巴比尔的经历 在奥德萨的犹太年轻人中并不算出奇 他先是在列宁的秘密警察机构弃卡 十九 终待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又作为一名政委和随军记者 加入了布琼尼的骑兵军 1919年的反犹屠杀 终结了革命初期形成的乌克兰人 犹太人同盟 也让西蒙 彼得刘拉成为乌克兰反犹主义的恐怖象征 1926年 流亡巴黎的彼得刘拉 被前红军士兵沙洛姆 施瓦茨巴尔德 二使 枪杀 让他的这一形象更加得到了强化 许多人相信 施瓦茨巴尔德 是在苏俄秘密警察的指派下 刺杀了这位乌克兰移民政治领袖 但施瓦茨巴尔德本人声称 刺杀是他的自发行动 是为他那些在乌克兰反犹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亲属复仇 巴黎的一个法庭 无罪开示了这名刺客 彼得刘拉真的应该为那些反犹屠杀负责吗 他在革命前 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又在左翼的指挥部中担任领导人 无论从其观点 还是政治背景来看 彼得刘拉都是一名国际主义者 他与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和中央拉达的其他领袖们一样 认为 犹太人是乌克兰人反抗民族压迫 和社会压迫事业中的天然盟友 这一立场在他向其部署发出的命令中也有所体现 是时候认识到全球的犹太人 包括他们的儿女 他们的妻子都和我们一样 被剥夺了民族自由 深受奴役之苦了 彼得刘拉在1919年8月签署的一道命令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应让他们与我们梳理 千百年来 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分享我们的命运和不幸 我在此言证下令 任何煽动你们去迫害犹太人的人 都将被逐出我们的军队 并将被视为祖国的叛徒而接受审判 在彼得刘拉的意识中 攻击犹太人等于背叛乌克兰 问题在于 尽管他发出了命令 但他极少或并不急于惩罚那些 反游行为的实施者 俄塔曼·伊凡·塞米申科 伊万·西马森科的部队 是1919年2月普罗斯库里夫反游屠杀的执行者 而彼得刘拉在1920年3月 才下令对塞米申科进行审判和处决 这一程处来得太晚 未能在反游迫害达到高潮时 对他的军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由于彼得刘拉对其军队的控制力有限 他并不愿意真正执行自己的命令 乌克兰军队参与反游迫害的理由 与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失败的理由是一样的 这支军队纪律涣散 缺乏组织 彼得刘拉这种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乌克兰领导人 是在农民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 然而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而言 农民革命来得太早了 在他们的国家陷入革命浪潮 外国干涉和内战之前 乌克兰的活动家们 从来没有机会对农民大众展开工作 没能在农民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有机会在乌克兰进行自由宣传的党派 都是小俄罗斯理念的鼓吹者 和各种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 而反游主义是他们的理念中的关键元素 又按乌克兰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堡垒 在1919年 也是最害人听闻的反游屠杀的发生地 唯一一个曾经尝试约束部队 不去参与反游屠杀 并在自己的农民军队伍中 对反游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军阀 是涅斯托尔马赫诺21 而他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马赫诺身材不高 而且很瘦弱 留着唇资和一头长发 他曾是从前俄罗斯帝国规模最大的 私人部队的指挥官 赋予领袖魅力 其部署在全盛时有4万人 马赫诺出身农家 在政治立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在乌克兰的各路军阀中 最具理想主义色彩 它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是南乌克兰的狐狸爱波勒 22 此地位于顿巴斯的煤矿和克里维伊里赫铁矿之间 是典型的农业地带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一条铁路将上述两个地区连接起来 与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相交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今天的扎波罗热 23 此地正离马赫诺的故乡不远 铁路的位置让马赫诺和他的军队成为争夺的焦点 马赫诺手下的农民战士们 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梦想并不买账 也看不上那群受意识形态驱动 而围绕在他们的巴特科 巴特科及父亲 这是他们根据农村的家长制传统 对马赫诺的称呼 身边的无政府主义者 农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 这种态度正吸引了马赫诺身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并希望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 与早期近代的扎波罗热格萨克们一样 在从前迪格萨克达达人边境地区 活动的马赫诺军 与北方的各个乌克兰政府保持着距离 并经常与他们作战 尽管绝大多数马赫诺的战士都是乌克兰族 而马赫诺对乌克兰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并不陌生 他那个做教师的妻子 就是这一目标的积极宣传者 这位军阀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 大体上仍旧是国际主义的 在对乌克兰展开争夺的所有势力中 被马赫诺视为潜在盟友的只有布尔什维克 马赫诺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了他们的大敌 彼得、弗兰格尔、24将军率领的白军 让克里米亚成为后者残佈的最后阵地 然而布尔什维克却立刻对马赫诺反戈一击 弗兰格尔政权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克里米亚地区的第八个政府 第一个则是克里米亚达达人 在1917年12月25日成立的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 在两次大规模向奥斯曼帝国移民的浪潮之后 达达人还占克里米亚半岛总人口的近30 其余人口则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 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代表 达达人的共和国是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世俗国家的最早尝试之一 这是上一代克里米亚达达人中的活动家们 开展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的结果 这些活动家以伊斯梅尔加斯皮拉里25为首 他也被称为现代克里米亚达达民族之父 然而 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很快就夭折了 1918年1月 半岛的控制全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陶里达 克里米亚、共和国 不过很快又被乌克兰军和德军侵占 在德国占领时期 克里米亚保持了对乌克兰的独立地位 但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 在1918年9月宣布 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经济封锁 迫使克里米亚政府 作为自治地区加入了乌克兰 这一状态也未能持续多久 随着德国人的撤军 以出身犹太教家来特派 26的自由主义政治家 索罗门克里姆 27为首的新政府上了台 克里姆政府的司法部长 是弗拉基米尔 纳伯科夫 28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的父亲 然而此时布尔什维克 已经在禁军途中 1918年7月 他们在乌拉尔山中 处死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 1919年4月7日 罗曼诺夫皇族的幸存者们 逃离他们位于 雅尔塔附近的庄园 搭乘英国的无位级战舰 马尔伯勒号前往西方避难 从1919年6月开始 克里米亚就落入了白军之手 先是由邓尼金将军掌管 在邓尼金于1920年4月辞职之后 又成为弗兰格尔将军的地盘 弗兰格尔声称自己是 南俄罗斯地区政府的长官 然而他实际控制的区域 只有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半岛以北的一小片草原 他与他的部长们 希望光复整个俄罗斯帝国 然而这个目标 在嘴上说起来 比实现起来容易得多 尽管他背后有协约国的支持 弗兰格尔在与 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 仍节节败退 1920年11月8日 红军及其盟友马赫诺的部队 从大陆开始了 对克里米亚的攻势 他们冒着严寒 射过西瓦石系湖29的潜水 对白军位于比列科普地匣 宽4英里 约6000米 是连接半岛与大陆的桥梁 三十的攻势 发起猛攻 11月17日 他们进入了雅尔塔城 弗兰格尔将军 将其残步撤退到伊斯坦布尔 被遗弃在前线的近5万名军官和士兵 惨遭屠戮 这也是这场战争中 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然而 这并不是这场血腥的革命战争中 最后一次屠杀 而只是一支絮曲 预示着布尔什维克 对这个广袤国家的统治的来临 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921年3月 俄罗斯联邦31 苏维埃乌克兰32 和波兰三方 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签署合约 确定了一条新的波兰 苏俄边界 根据这份合约 波兰不仅保有加利西亚 还取得了从前归属于 俄国的沃里尼亚 此时的乌克兰 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 只分属于两个国家 而是被四国瓜分 1918年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 仍在布加勒斯特手中 而战败的匈牙利 不得不把外卡尔八千地区 交给新成立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乌克兰人西面的邻居 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 波兰人和立陶宛人 此时都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 然而 除了在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 政治体内的自治权外 为创建自己的国家 不断努力的乌克兰人 积无所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之一 就是那些更强大 侵略诚信 又声称 对乌克兰土地拥有主权的邻国的存在 然而最关键的因素 在于 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成熟 以及独立国家里面 再分属于哈布斯堡帝国 和罗曼诺夫帝国的乌克兰地区的 姗姗来迟 尽管乌克兰身份认同 和全俄罗斯身份认同之间的分歧 在1918年的奥蜀加利西亚已不存在 在蒂涅伯乌克兰地区 这种分歧却贯穿了整个战争和革命 地方主义是乌克兰各地不同历史轨迹的产物 也是存在于奥蜀乌克兰和蒂涅伯乌克兰地区的一大障碍 在奥蜀乌克兰 加利西亚 布科维纳和外卡尔巴迁的民族建构机制各不相同 在蒂涅伯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里面在前哥萨克国和波署 又按乌克兰地区受到的支持员较东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区为多 城市地区 尤其是有大量非乌克兰人口居住的大城市 均不属于乌克兰人的独立追求所能涵盖的范围 这种追求几乎完全依赖于农民群体的支持 考虑到乌克兰民族解放事业所背负的各种限制 我们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民族运动上处于强保之中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第一次形成独立的政治目标 时至1918年才真正认同这个目标 那么在这片被从前的帝国势力和其他更发达的民族运动主宰的政治版图上 乌克兰民族运动何以能走得这么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帝国的崩溃带来的革命性冲击为 1917年和1918年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机遇 而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 乌克兰人的民族解放事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漩涡之中 诞生于远比从前更成熟的独立斗争之中 尽管它没能在奥数乌克兰和蒂涅伯乌克兰大地上 成功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转的国家 却已让独立统一国家的理想成为新乌克兰信念的核心 1. 只剩索菲亚大教堂 2. Left by Kingspie 1872-1930 加利西亚乌克兰政治家 律师 曾任奥地利议会议员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拉达副主席 3. Simon Petlyora 1879-1926 乌克兰政治和军事人物 民族主义者 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记者 十月革命之后 比德琉拉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红军和白军双方作战 试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 他在失败后流亡欧洲 于1926年5月25日在巴黎被暗杀身亡 4. Altman 乌克兰语作欧 一词原指哥萨克军团的指挥官 5. Vinicaya 经乌克兰中西部文尼查州首府 6. Bruce River 经乌克兰西部河流 为德涅斯特河的左支流 全长244千米 7. Yosef Holler von Hellenberg 1873-1960波兰陆军中将 8. The White Army 1917年-1922年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事联盟 9. Anton Dänikin 1872-1947 俄罗斯帝国将领白军前期领袖 在失败后流亡海外 10. Borobasts 一座斗争党存在于1918年至1920年间的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 波罗特巴党于1920年3月解散 其成员多倍吸收入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1. Simen Badini 1883-1973 苏联军人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内战 波苏战争 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琼尼在1935年成为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 12. Miracle on the Vistula 即1920年8月中旬至下旬的华沙战役 13. Isaac Babel 1894-1940 苏联犹太小说家 戏剧家和翻译家 以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之名 他于1939年被误为间谍 次年被秘密处决 14. North Herod Silver Sky 经乌克兰北部切尔尼哥夫州古城 15. Prosperov 经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首府赫梅尔尼茨基 Kamelnisky 16. Festiv 经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位于基辅以南63千米处 17. Leon Trapski 1879-1940 吉列夫 托洛茨基 俄罗斯帝国 苏俄 苏联时代的革命家 军事家和政治理论家 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也是十月革命指挥者和苏联红军缔造者之一 他在列宁去世后逐渐失事 后流亡海外 并于1940年被苏联特工刺杀于墨西哥 18. Manchevik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 以为少数派与布尔什维克的意思相对 1921年 苏俄政府宣布孟什维克非法 19. Chica 苏俄时期的情报机构 创建于1917年12月20日 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 隔别屋 20. Shalom Schwartz Bard 1886-1938 俄裔法国犹太诗人已在1926年刺杀彼得刘拉文明 21. Nestor Mekno 1888-1934 俄国内战期间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游击武装领导人 他于1921年流亡海外 于1934年死于巴黎 22. Huyapol 一座古利埃波列 俄语发音 经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23. Aleksandrovsk 经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 24. Petar Rangel 1878-1928 俄罗斯帝国军官 俄国内战后期担任俄罗斯南部白军指挥官 后流亡法国 25. Ismael Gasparali 一座 Ismael Gasprinsky 1851-1914 克里米亚达达教育家 政治家 被视为俄罗斯帝国最早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一 26. Karite Judaism 犹太教教派之一 以塔纳赫 西伯来圣经为本 不承认任何口传的律法如塔穆德等经级 27. Solomon KRYM 1864-1936 克里米亚政治家 农学家 28. Vladimir Nabokov 1870-1922 弗拉基米尔 德米特里耶维奇 纳伯科夫 俄国记者 犯罪学家 政治家 俄裔美国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洛维奇 纳伯科夫之父 于1922年在柏林被一名右翼君主主义者刺杀 29. Sivash Lagoon 也被称为腐臭之海 腐海或蓝海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 亚素海西岸 由一系列浅湾组成 30. Perico Ismas 连接欧亚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窄长陆地 宽5-7000米 31. Russian Federation 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是苏联的第一个加盟共和国 32. Soviet Ukraine 即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1937年改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是苏联的第三个加盟共和国 第二十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1918-1939 乌克兰人成了民族问题仍有待解决的最大欧洲民族 乌克兰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其土地分属于欧洲四国 布尔什维克的俄国 波兰 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其中 苏维埃乌克兰在1922年 成为俄罗斯领导下的苏联的一部分 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 根据1921年的里加和谈结果 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共同边界 位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 与罗马尼亚之间则以德涅斯特河为界 前协约国同盟在1920年的巴黎和会中 承认了这后一条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边界 但苏俄当局对它提出了挑战 每一个控制着乌克兰国土的政府 都以各自的方式尝试解决乌克兰问题 使用了从融合到镇压等各自不同的策略 在东欧地区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两种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竞争 贯穿了整个20世纪 与其他许多地区一样 在乌克兰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相互冲突 也会以民族共产主义这样的杂柔形式 来寻求相互妥协 对乌克兰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动员方式各有不同 导致各种只在替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 和社会主义诉求的乌克兰民族理念浮出了水面 其中两种心理念最具影响力 其一是苏维埃乌克兰 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或乌克兰SSR1的苏维埃版民族共产主义 其二则是主要置根于波署加利西亚 和沃里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 20世纪乌克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 将由这两种类型的乌克兰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所定义 1922年12月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它将在1937年更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那个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治体 与俄罗斯联邦 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共和国 二正式达成协议 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当时斯大林担任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 他希望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 在联邦内各自保留自治地位 乌克兰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对此表示拒绝 这些人中有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 也有那些相信社会革命本身 就意味着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 他们相信建立一个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最好办法 列宁支持乌克兰方面的立场 因为他的梦想是世界革命 在其蓝图中 中国、印度、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将加入联盟 联盟的创立充分考虑了乌克兰的诉求 直接目的在于接纳乌克兰人 排斥波兰人 并限制俄罗斯人 莫斯科当局认为 乌克兰人是旗帜下最不安分 最叛逆的少数族群 以西蒙、彼得·刘拉为代表的乌克兰领袖 已经被证明拥有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能力 同时也认为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诉求 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威胁 波兰则是毫无疑问的敌人 在西方的支持下很可能对联盟发起另一场进攻 并将乌克兰的一部分从联盟夺走 于是身处联盟条约所代表的联邦主义 和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之间 乌克兰享有事实上的自治权 其拥有的特权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 乌克兰主流政治家们乃至1917年革命初期 中央拉达领导人们所梦想的更多 在自称人民专政的苏维埃当局建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 乌克兰将把其民族建构的这一新阶段变成现实 20世纪20年代初 当局试图巩固其对这个被战争 革命和内乱摧毁的国家的控制 允许部分市场元素通过新经济政策这道后门 重新进入其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体系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 苏维埃领导人也在寻找各种 能让自己保住罗曼诺夫帝国遗产的新方法 对这后一个问题 他们在Korini Zetsia本土化 三 政策中找到了临时的解决办法 这种政策重视非俄罗斯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建设 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支持和发展 1923年4月 即苏联成立一年多之后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2次党员代表大会 四 决定将本土化列入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 培养忠诚的地方精英阶层 是莫斯科打算利用本土化政策达成的目标之一 罗曼诺夫王朝曾通过将地方精英阶层纳入帝国体制的办法来开疆拓土 这一手段在革命时代已不再适用 对地方革命精英的笼络 始于1920年 即允许前社会革命党中的波罗特八派 五 成员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之时 然而 这种做法损害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 因此未能继续 此外 乌克兰本土的共产主义精英 在数量上也不足以保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稳定性 20世纪20年代中期 苏维埃乌克兰的总人口数不到3000万 其中乌克兰人约占80 俄罗斯人不足时 犹太人约占5.5 党员的族群构成却与此大相径庭 1922年 在总计约5.5万名乌克兰共产党员中 俄罗斯人以53的比例占据绝对多数 乌克兰人却几乎不足24 与其他所有族群代表 这些代表又以犹太人为主 占比差不多 这个新的政权在乌克兰农民眼中 与外国统治者没什么两样 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希望改变这种看法 以建立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控制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中 有一派是民族共产主义者 他们将革命视为 让俄罗斯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获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手段 提出 要弥合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城市 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村世界之间的鸿沟 党必须接受占乌克兰人口主体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 而在乌克兰 这一主体族群就是乌克兰人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 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 农村在共产主义者对乌克兰化问题的思考中 就会被视为一种主要的阻力 正如其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主张的策略 与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 拜占庭的改宗劝导者们的做法相似 通过接受本地语言和文化 来实现推广新信仰的目标 只是此时的新信仰变成了共产主义 最终拜占庭策略压倒了 坚持所有真信徒 都应使用同一种通用语的罗马帝国策略 民族共产主义者们主张的立场 变成了党的官方路线 然而 这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 最大的阻力来自乌克兰共产党本身 它的大部分党员都不是乌克兰人 根据一份报告 在所有乌克兰公务员中 娴熟掌握乌克兰语者的比例为44 而在担任公务员的乌共党员中 这一比例仅为18 以亚历山大 舒姆斯基 6 为首的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 要求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乌克兰化 舒姆斯基本人 希望让乌克兰裔的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 丘巴尔 7 担任乌共总书记 取代斯大林的门生拉扎尔 卡刚诺维奇 8 后者是 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 却一直未能熟练掌握乌克兰语 舒姆斯基还要求斯大林 在工人中推行语言上的乌克兰化 一开始 乌克兰化政策的推广范围 仅限于乌克兰族 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以及其他族群 则不在其内 这些族群也自有其本土化方案 因此 乌共十分不情愿 在俄罗斯裔或高度俄罗斯化的 工人阶级中 推行一种很可能受到他们抵制的语言政策 舒姆斯基在这场斗争中 完全处于劣势 斯大林拒绝撤掉卡刚诺维奇 声称这一提议不合时宜 尽管在1924年1月 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正在争夺党的控制权 而作为苏联最大党组织的乌克兰共产党的忠诚 对他来说至为重要 他的态度仍十分强硬 对在工人阶级中 推行乌克兰化的问题 斯大林同样拒绝让步 在保持一定速度的条件下 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 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 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 但是绝不能从上面 属无产阶级乌克兰化 斯大林在1926年4月 给乌共政治局 乌克兰最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 的信中写道 对将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区别开来的呼声 斯大林的批评态度尤为严厉 并将这种呼声与俄罗斯 义乌克兰作家米克拉 赫维列沃伊 原名尼古拉 菲基列夫 9 的作品联系起来 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 和他们的共产党 都对莫斯科 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 和列宁主义的堡垒 深表同情的时候 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 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 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 乌克兰共产党员 赫维列沃伊 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 尽快地摆脱莫斯科 斯大林写道 10 斯大林决议 从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中 夺回主动权 命令他的亲信卡纲诺维奇 亲自领导乌克兰化运动 对数目斯基 关于乌克兰化不掉太慢的焦虑 做出回应 卡纲诺维奇遵命而行 将1926年前推行的乌克兰化 转变为一种有效的多 也全面的多的政策 1927年 卡纲诺维奇成功地 在乌共党代会上用乌克兰语做了发言 关于在教育机构 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宣传工作中 使用乌克兰语的问题 他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卡纲诺维奇在1928年被召回莫斯科 他的波兰裔继任者斯坦尼斯拉夫 科肖尔 十一 延续了他的路线 根据官方统计 1926至1927学年 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中 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比例为33 到了1928至1929学年 这一比例已提高到58 到了1932年 乌克兰语报纸 在全部乌克兰报纸中的比例 已从1926年的30提高到92 1932年6月 面向旷工发表的演说 有75都使用乌克兰语 尽管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核心 但本土化涉及的并非只有乌克兰族 犹太人 波兰人 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治地区 在乌克兰纷纷建立起来 在这些地区 出版社用民族语言印刷书籍 学校也使用民族语言来对学童进行教育 然而 这一政策的效果 大体上仍局限于农村地区 在城市中 少数族裔俄罗斯化的速度 比乌克兰化的速度更快 1926年 62的哈尔基夫乌克兰裔居民 将乌克兰语作为自己的母语 但只有41被犹太人这样做 一些犹太知识分子 如出生于涅斯托尔 马赫诺的都城 狐利艾波雷的格里高利 科尔内尔 赫里茨科 科尔内联科 12欢迎乌克兰化 并选择使用乌克兰语写作 然而更多人则选择俄语 将之视为更直接地通往现代性的途径 许多人离开乌克兰前往莫斯科 在那里取得了更显赫的成就 分别来自乌克兰两个最著名 犹太重镇奥德萨和比尔基切夫 13的作家伊利亚 伊利夫 法因兹尔贝格 14和瓦西里 格罗斯曼 15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 斯大林对乌克兰化的支持 只是暂时的和战术性的 他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 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末 决定限制乌克兰人 创造一种完全独立文化的野心 因为俄罗斯人是最大的族群 其支持至关重要 1929年 苏联秘密警察展开了一系列逮捕行动 乌克兰知识分子领袖们 成为在哈尔基夫举行的公审的主要目标 他们被控属于所谓乌克兰解放同盟 检方指控他们与流亡海外的乌克兰人 和波兰政府接触 密谋掀起一次 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为最终目的的起义 排在这份密谋者名单前列的 是乌克兰科学院负责学术事务的秘书长 增任中央拉达第二把手的谢尔赫 叶夫列莫夫 十六 以及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的 弗拉基米尔切西夫斯基 十七 后者还是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十八 得领袖之一 该教会独立于莫斯科牧首区 被检方认定为密谋者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 这些指控均为不实 但被告中则有15人被判处死刑 192人被处以不同形式的监禁 另有87人被判国内流放 这场审判直接打击了站在乌克兰化运动 最前沿的知识分子群体 并透露出一个信号 党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它的打击对象不再是俄罗斯霸权杀文主义 而是变成了地方民族主义 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 包括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米克拉斯克里普尼克 19在内向莫斯科提议 针对俄罗斯霸权杀文主义 进行一次类似的审判 却没有成功 语言和文化上的乌克兰化运动 没能改变共和国东部和南部工业地区的文化 这一状况在乌克兰的新首都哈尔基夫 表现得最为明显 从1926年到1939年 哈尔基夫居民中将乌克兰 与当作自己母语者的比例 仅仅从24增长到32 考虑到对这座城市 进行乌克兰化的巨大努力 这样的增长微不足道 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 这段时间内 哈尔基夫的人口从41.7万增加到了83.3万 几乎增长了一倍 而其中 乌克兰人所占的比例也从39增长到了49 将俄语当作自己母语的居民比例 却保持不变 仍为64 实现这座城市的乌克兰化 是乌克兰文化事业的需要 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前 乌克兰化政策的势头就遭到了遏制 这一失败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自我认同 造成深远的影响 然而 乌克兰化政策也在乌克兰社会中留下了另一道印记 它创造出一种局面 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居民宣称 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 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俄语 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再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说 俄语的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关键的文化纽带 事实上 这三个群体共同拥有一种 由乌克兰语和俄语杂柔而成的通用方言 苏尔日克 Surgic 20 在20世纪20年代 苏联领导人在邻国的乌克兰人群体中 积极展开秘密行动 试图动摇并削弱这些多民族的东欧国家 另一方面 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则 打算将这些国家变成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 向欧洲扩散的缓冲区 苏维埃乌克兰的领袖们 将自己的共和国描述为一个乌克兰版本的新皮埃蒙特 21 一个将为暂时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乌克兰人 带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国家 皮埃蒙特这个词源于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 在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 皮埃蒙特地区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波兰人首先将皮埃蒙特这个比喻用于加利西亚 乌克兰人紧随其后 这两个族群都将加利西亚 视为各自民族运动的中心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们再次拾起了这个概念 随着乌克兰化运动的进行 将苏维埃乌克兰描述为乌克兰民族性的灯塔十分容易 因为西方的许多乌克兰人地区 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事实上的被占领状态 并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遭到压迫 波兰人统治下的加利西亚的政治和文化局势最为艰难 加利西亚的总人口数约为500万 其中乌克兰人有近440万 法尔赛合约 李嘉合约 以及波兰宪法保证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少数民族 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 并有权开办自己的学校 在公共领域使用乌克兰语 然而现实的情况与新生的波兰国家承诺 尽到的国际义务并不一致 波兰战争的惨痛记忆宛如昨日 波兰当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 关押了近7万名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抵制当局在加利西亚的各种机构 自己开办地下大学 并对当局的1920年普查和1922年选举置若网文 然而 1923年3月之后 这些战术不再有效 巴黎和会创立的大使会议 22做出决议 承认了波兰对加利西亚的统治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 原本指望来自西方的干涉 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 这一决议却让他们彻底失望 让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最大努力 来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局势 大使会议认为 乌克兰人将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自治 因而做出了上述决议 然而乌克兰人自治并未变成现实 新生的波兰人国家的民族政策打算 不仅在政治上 也在文化上实现对少数族群的同化 波兰于1926年 从共和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 其当局将少数族群 除了乌克兰人 还有白俄罗斯人 德意志人和犹太人 视为对波兰政权稳定的最大内部挑战 1924年通过的所谓格拉布斯基法 Lex-Grepsky 即体现出对在加利西亚 占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歧视 这条法案得名于波兰教育部长 23 他在教育系统内限制乌克兰语的使用 并启动了将乌克兰语学校 转变为波兰语 乌克兰语双语学校的政策 语言成为在文化上 对少数族群实行波兰化的政策中的关键因素 1910年 东加利西亚的人口中 乌克兰人占65 波兰人占21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 这一地区乌克兰人 或者说将乌克兰语视为自己母语的人 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9 而波兰人比例则上升到29 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 当局鼓励波兰语学校 并打压乌克兰语学校的教育政策 1930年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地区 共有58所波兰语高中 而乌克兰语高中只有6所 尽管乌克兰人创办私立高中 却仍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在同一年 该地区的私立波兰语高中为22所 而私立乌克兰语高中只有14所 新教职几乎都被波兰人获得 在加利西亚的1.2万名教师中 只有不到3000人是乌克兰人 其余则都是波兰人 近600名乌克兰教师 应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 而被迁移到波兰人聚居地区 统计数据中 波兰人口的增长 不仅源于官方对波兰语的支持 也因为政府鼓励波兰人向东加利西亚 如今被称为小波兰地区移民的政策 波兰独立后不久 其领导集团就决定分割大土地 拥有者的地产 将之分配给普通农民 在加利西亚和波兰的 其他乌克兰人聚居区 这样的改革意味着 拥有土地最多的波兰地主 遭受损失 而乌克兰农民阶层将从中受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又引入了 对迁居到加利西亚的波兰退伍军人 和农民的优待政策 同样的政策也在沃里尼亚施行 沃里尼亚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 这里的波兰人口比例 向来低于从前属于 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 然而 政府将从土地改革中 获得的可分配土地的40 都分给了新来的波兰定居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有近30万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境内 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和帕德拉夏等乌克兰人地区 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村庄中 占绝对多数 犹太人则在这一地区的小城镇人口中 占70以上 然而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却让他们离开这一地区 甚至离开这个国家 因为这一不断增长的移民浪潮 负主要责任的 是经济的停滞不前 以及政府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忽视 加利西亚的石油产量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最高点 下降了70 然而除了小规模的林业和农业之外 没有其他产业来填补石油产业的衰落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 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地区的工人数量 还没有超过4.5万人 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 乌克兰族农民们尝试恢复奥匈帝国时期 曾经出现过的合作化运动 奶叶联盟是这场运动中 最成功的合作组织 其不光在本地竞争中胜出 还将产品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 奥地利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几乎所有乌克兰族农民 都加入了奶叶联盟 然而 合作化组织所能做到的 也只是缓解乌克兰人聚集的 乡村地区的困扰 在城镇中 工作机会仍然极为稀少 而缺少耕地的农民 大约半数农场 只拥有不到5英亩 约两公顷 耕地 往往别无选择 只能离开这个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足有20万名乌克兰农民 离开了波兰 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美国 在20年代中期 美国关闭移民窗口之后 他们又转投加拿大和阿根廷 大约同样数量的犹太人 也离开了波兰 其中许多人 数量约为7.5万 24 去了巴勒斯坦 其他人则前往阿根廷和美国 犹太人移民的驱动力 来自经济状况的恶化 大部分生活在加利西亚 和波兰其他地区的犹太人 都处于贫困状态 和日益严重的反友主义 波兰民族主义者 对犹太人店铺的抵制 和对犹太社区的攻击 即源于这种潮流 波兰国家元首约瑟夫 毕苏茨基 曾尝试抑制反友主义 然而在他去世后 20世纪30年代下半夜 波兰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和冲突 导致数十名犹太人死亡 和数百名犹太人受伤 波兰政府请求西方列强 和这些国家的犹太社群 帮助在波兰陷入贫困的犹太人 或者接受犹太难民 打算以这样的方式 解决犹太人问题 然而西方各国政府 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20世纪20年代 波兰当局在乌克兰人地区 实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 与同一时期 苏维埃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们 所追求的目标恰好相反 波兰政府没有寻求快速的工业发展 而是以农业为根本 它也没有尝试将乌克兰人 纳入国家体制 而是鼓励他们离开 并促使波兰人 不光是波兰管理者 还有波兰定居者 流入这一地区 然而波兰拥有一个苏联 从来不曾拥有的条件 基于民主选举原则的政治体系 即使在1926年 约瑟夫·毕苏茨基发动政变之后 波兰仍然保留了政治多元主义 和宗教宽容等元素 让乌克兰人得以建立自己的政党 教会和文化组织 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国家 于1919年失败之后 希腊里天主教会 重新成为加利西亚地区 主要的民族机构 教会领袖安德烈 舍普提茨基 25 都主教则被普遍 承认为民族领袖 前一种状况不是什么新鲜事 至少从1848年革命开始 教会就曾履行过这种职能 而舍普提茨基成为民族领袖 这件事却甚不寻常 他是一个罗塞尼亚贵族世家的后裔 其家族早在18世纪 就曾为该教会 贡献过一位都主教 在不止一代人之前 他的家族在文化上 就已经波兰化 所以 舍普提茨基生下来 就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 在他于20世纪初 取得希腊里天主教会 主教团中的最高职位后 乌克兰社群中的许多人 认为他投身希腊里天主教会 是波兰人企图夺取本地区 最后的乌克兰全国机构控制权的阴谋 然而 舍普提茨基本人 却更多地自认为 是奥匈帝国的忠诚子民 而非波兰之子 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他的教会 及其成员 不受新生的波兰国家的 波兰化政策影响 由于波兰语越来越普及 而当局又拒绝将民族 作为人口普查的一个分类 宗教 在此特指希腊天主教 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 主要标志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就深有根基的党派全国民主同盟 26 成为加利西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其领袖来自奥匈帝国时期的 乌克兰全国民主党 27 1929年 由叶乌亨·科诺瓦列茨 28 上校 他在1918年至1919年 曾积极参与东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斗争 领导的地下网络乌克兰军事组织 29 被改组为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Aung 30 令加利西亚政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组织从其前身那里 继承了乌克兰独立和民族统一的目标 也继承了未实现这些目标 而采取的秘密组织方式 和恐怖主义战术 它的新特点 则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这一点为那些在1918年至1921年间 参加乌克兰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所悟 这种新的理念 唾弃战前 那些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们的自由派民族主义立场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指责他们将自己的斗争局限于语言问题 培养出一种失败主义文化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宣称 民族优先于一切其他价值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人 出生于东乌克兰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罗 东佐夫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 他从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但他的写作塑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和活动家 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至多也不过是一支边缘力量 然而 他几乎立刻就在这个舞台上 表现出一种远超其实际政治分量的影响力 1934年6月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民生大造 一位其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 皮尔拉基 31 称他在平乱行动 Pacification 1930年秋天 针对乌克兰激进分子的一系列镇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而在皮尔拉基遇刺之前的1933年 作为对1932至1933年间 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的报复 一名苏联外交官也在利维夫遇刺 两次刺杀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 利维夫理工学院的25岁学生 于1933年6月 成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斯杰潘 班德拉 32 在班德拉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起诉后 公众对他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理念 有了更多的了解 班德拉因皮尔拉基遇刺事件在华沙受认 对他的第二场审判 则于1936年在利维夫举行 这一次是因为 利维夫一所高中德高望重的乌克兰校长 在1934年7月 班德拉被捕之后 遇刺身亡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认为 这位校长与波兰警方合作 在利维夫审判的总结陈词中 班德拉解释了 为何他和他的同志们 不仅不惜夺取他人的生命 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非常珍视其成员的生命 但在我们看来 我们的理念是如此伟大 为了他的实现 仅仅牺牲个人的生命是不够的 还需要牺牲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班德拉口中的理念 即是指乌克兰的独立 因为他在皮尔拉基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班德拉被判处死刑 但在后来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他将在1939年9月重获自由 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侵略 让波兰监狱陷入混乱 也让包括班德拉在内的许多囚犯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明显置根于加利西亚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 它开始渗透到加利西亚之外的乌克兰地区 尤其是从前的俄国省份沃里尼亚 沃里尼亚的族群关系 显著不同于加利西亚 根据1931年的普查数据 68 得沃里尼亚人把乌克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 17 得人选择波兰语 另有时选择异地序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沃里尼亚曾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温床 当地农民缺乏明显的民族身份意识 还将俄罗斯人民联盟及其兄弟组织的成员 选入俄国国家杜马 在被纳入波兰后 这个省份成为波兰集中殖民化的目标 同时也成为两种乌克兰民族建构路线的擂台 这两条路线都属于乌克兰人 然而前一种成型于加利西亚 有强烈的反波兰色彩 后一种在文化和语言上仍旧是乌克兰的 但在政治上则忠于波兰当局 波兰政府竭尽全力 将沃里尼亚隔离在加利西亚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之外 它建立了所谓的索卡尔33边界 其名的自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边界上的一个小镇 以限制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组织的活动 超出其边界 乌克兰希腊里天主教会也被禁止 向沃里尼亚、波利西亚、帕德拉夏或霍尔姆地区派遣代表 因为这些地方的希腊天主教徒 从属于波兰、罗马天主教会 在索卡尔边界以北 政府禁止普罗斯维塔协会开展活动 也限制来自加利西亚的文学作品的流传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沃里尼亚发展其网络的活动 更是被政府严加禁止 索卡尔边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行者之一 是亨里克、约瑟夫斯基、34 他曾担任波兰政府内政部长 并在1928年到1938年间担任沃里尼亚总督 他是波兰人 却出生于基辅 在基辅接受教育 并在西蒙 彼得·刘拉的乌克兰政府中 出任内政部副部长 1921年 约瑟夫斯基成为彼得·刘拉 毕苏茨基联盟的支持者 作为毕苏茨基的总统办公厅首脑和内政部长 他还主导了波兰·乌克兰融合计划 他认为 只要将沃里尼亚屏蔽于加利西亚的有害影响之外 这样的融合就能变成现实 约瑟夫斯基与所谓好乌克兰人密切合作 这些人是彼得·刘拉流亡政府在波兰的代表 也是他在地涅泊乌克兰时的战友 在沃里尼亚培植出一种忠于波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版本 他支持一个独立于莫斯科 归属于华沙都主教区 和军事坦丁堡牧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也在选举中支持那些立场温和的乌克兰政治家 其中包括彼得·刘拉的外甥斯杰潘斯克里普尼克 35 斯克里普尼克曾担任波兰议会议员 在后来成为一名东正教主教 并将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 被选为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36的牧首 沃里尼亚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波兰思潮 不仅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也来自苏维埃乌克兰的那些西乌克兰共产党 CPWU37的追随者 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 20世纪30年代中期 CPWU拥有约1600名成员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只有800人 两个群体都向乌克兰农民们 兜售一种杂揉了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产品 到了30年代末期 当局同时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 自然被捕的共产主义者也远比民族主义者为多 警方逮捕了近3000名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者 却只逮捕了约700名民族主义者 尽管苏联在30年代大肆实行政治清洗 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前夕 沃里尼亚青年们仍然收听苏联广播 并对苏维埃乌克兰充满憧 约瑟夫斯基对苏联的影响进行了反击 他尝试封锁布尔什维克对波苏边境的渗透 并镇压了沃里尼亚青苏农民的暴动 他还从苏联的乌克兰化政策中得到启发 打算将沃里尼亚变成一个乌克兰的皮埃蒙特 约瑟夫斯基支持在沃里尼亚创办乌克兰语学校 这与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行的教育政策截然不同 他还推动乌克兰语成为波兰 乌克兰双语学校中的必修课程 随着约瑟夫斯基在1938年辞去总督职务 以及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 波兰官方对少数族群的态度普遍趋于强硬 沃里尼亚的实验终结了 尽管约瑟夫斯基做出了种种努力 他仍然未能阻止民族主义思潮 在沃里尼亚的扩散 这个省份在1914年前 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潮流影响 约瑟夫斯基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宽容 反而帮助他变成了一座 有着强烈反波兰色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堡垒 无论是国内 比如波兰境内的索卡尔边界 还是国际的 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国界为代表 障碍都被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打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 罗马尼亚境内乌克兰人的状况 即证明了这两个群体无视国际边界的能力 这段时期有近1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 南部的比萨拉比亚38和马拉穆列什39等地区 与同时期的波兰一样 罗马尼亚对不同的乌克兰人群体也采取了不同政策 罗马尼亚政府对从前在彼得刘拉军中服役的老兵表示欢迎 还允许前俄署乌克兰地区 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南部创办乌克兰语学校 然而针对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官方政策就完全不同 因为这些地方的族群动员程度要高得多 在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北部科维纳 独裁倾向日趋严重的罗马尼亚当局 对乌克兰人文化和政治活动的限制 较之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施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实行以牺牲乌克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鼓励罗马尼亚人到当地定居的农业改革外 当局还对乌克兰人进行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化 将他们当作忘记了自己母语的罗马尼亚人来对待 罗马尼亚语成为北部科维纳唯一的公务和教育用语 就连东正教的导文 东正教在本地占统治地位 也被要求使用罗马尼亚语而非教会斯拉夫语 罗马尼亚当局在乌克兰人中极不受欢迎 他们开始寻找更能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 如果说难比萨拉比亚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态度更为开放 北部科维纳则成了适合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土壤 北部科维纳最大的乌克兰政党全国民主党 竭尽所能地发展各种文化组织 并在议会中维护乌克兰族群的利益 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 这导致立场更为激进的群体的出现 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群体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34年 在布科维纳建立了其第一个分支机构 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学生 他们很快就在比萨拉比亚和马拉穆列时积极活动起来 出版了广受欢迎的报纸《自由报》 在其余1937年被罗马尼亚当局禁止之前 这份报纸的订户数已经达到7000 这一年官方的镇压措施 让民族主义者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他们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 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国界的渗透上 共产主义者的成绩比民族主义者更加出色 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 让约50万生活在外卡尔巴迁地区 奥匈帝国中匈牙利的一部分 得乌克兰人来不及决定自己是要做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还是另一个独立的族群 罗塞尼亚人 他们与19世纪下半叶的加利西亚 罗塞尼亚人面临相同的选择 但他们的选择过程更为漫长 也更为艰难 1919年 这一地区自愿加入了新成立的 范斯拉夫国家杰克斯洛伐克 并从此被称为夏卡尔巴迁罗斯 Subcarpathian Ross 杰克斯洛伐克政府 一度在民族身份问题上保持中立 但逐渐也开始支持 发展一种政治中立的罗塞尼亚身份认同 较之 奥匈帝国时期 企图对当地人口进行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当局 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布拉格当局还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 这一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停滞不前 在制造业产出方面 仅占全国的二 然而 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一样 杰克斯洛伐克政府 把大部分管理职位都交给了杰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而不是乌克兰人 并且也在这里推行再定居计划 把许多土地都留给外来的定居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杰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一个 不仅在口头尊奉民主价值 也在现实中践行民主价值的国家 在外卡尔巴迁地区问题上 这就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由于本地艰难的经济状况 农民手中土地的匮乏 以及随之而来的 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 从布拉格当局赋予的民主自由上 获益最多的是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激进左翼党派 1924年 共产主义者获得了40的选票 外卡尔巴迁地区的民族建构者们 则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分裂境地 清俄 清乌和罗塞尼亚这三种不同的 乌克兰民族身份的支持者们相互竞争 其中最强大的是清俄派和清乌派 清乌的普罗威斯塔协会 在这一地区建立了96个阅读市 而清俄的杜赫诺维奇协会 40则有192个阅读市 清俄派把持了东正教会 而清乌派则渗透到传统上 由清匈牙利群体控制的希腊东正教会 现代乌克兰身份认同在 外卡尔巴迁地区属于后来者 但在20世纪20年代 已成为当地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它将外卡尔巴迁地区 与其他乌克兰人地区联系起来 团结到各有特色 却又紧密相连的 现代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 占据着部分乌克兰土地的所有政权里 只有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 允许乌克兰民族事业拥有某种形式上的国家地位 并对乌克兰文化的发展给予支持 共产党的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 不仅在苏维埃乌克兰 也在周边拥有大规模乌克兰族群的 东欧国家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然而 民族共产主义这种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手段 在执行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东欧地区 共产主义乌克兰的支持者 需要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 各国政府的反共和反乌克兰政策 来自寻求与宪政权和平共处的 主流乌克兰人党派的反对 还有来自崛起中的激进乌克兰 民族主义理念的竞争 不过 民族共产主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20世纪30年代 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性政策变化 这些变化将原本被想象为 共产主义皮埃蒙特的苏维埃乌克兰 变成了共产主义旁辈 41 斯大林主义的火山喷发之时 乌克兰民族建构者们对莫斯科的革命政权 曾经抱有的憧憬灰飞烟灭 1 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简称Ukrainian SSR 已区别于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的简称USSR 2 即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是苏联的第四个加盟共和国 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间 后分裂为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加盟共和国 3 一座Koreanization 俄语为 意为本土化 4 至1923年4月17日至25日 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原文作第十三次 已有误 5 建本书第十九章 6 Alexander Shamsky 1890-1946 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领袖 曾为波罗特巴党左翼领导人 7 Villaz Chubar 1891-1939 乌克兰共产主义革命家 苏联政治家 1932-1933年间 乌克兰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 他在193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决 8 Luzer Kaganovich 1893-1991 苏联政治家 斯大林的门生 他在1961年 因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 而被开除出党 9 Mikola Kvaliovi 1893-1933 乌克兰作家 诗人 他在1933年 因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政策而自杀 10 本段两处引文出自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54年 第136-138页 11 Stanislav Koshir 1889-1939 波兰裔苏联政治家 曾担任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 苏联副总理 苏共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在大清洗中被处决 他被认为是1932-1933年 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12 Gregory Kerner 1863 一座Kritzko-Kernarenko 乌克兰最早地用乌克兰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之一 13 Berdichev 经乌克兰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城市 14 Ilya Ilf 1897-1937 苏联犹太作家阿诺尔多维奇 法因兹尔贝格的笔名 15 Vazily Grossman 1905-1964 苏联犹太作家 16 Sorei Yefremov 1876-1939 乌克兰政治家 文艺批评家 历史学者 他原姓奥赫里缅科 O-Karimanko 叶夫列莫夫为其笔名 他于1939年 死于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17 Volodymyr Chekivsky 1876-1937 乌克兰政治家 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 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 他于1937年 在狱中被枪决 18 Ukrainian Autosophilus Orthodox Church 乌克兰三大东正教会之一 由受1917年2月革命 和随后乌克兰独立影响 而脱离乌克兰正教会的部分人士 在1921年成立 19 Mykola SKRYPNYK 1872-1933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乌克兰教育委员会主席 他是苏维埃乌克兰时期文化领域 乌克兰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1933年7月开枪自杀 20 Surgic 在乌克兰部分地区 及其周边使用的各种乌 和混合语的统称 21 Piedmont 经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大区 皮埃蒙特在18世纪成为撒丁王国 亦称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 的一部分 并在后来成为1859年至1861年间 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祥地 22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创立的盟国间组织 由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 意大利 日本驻法国大使组成 后被纳入国际联盟 23 纸斯坦尼斯拉夫 格拉布斯基 Stanislav Grabsky 1871-1949 波兰经济学家 曾在20世纪20年代 两度担任波兰教育部部长 24 原文作其中大部分人 Most of them 与前数20万人的规模不符 已有误 25 Andre Sheptytsky 1865-1944 乌克兰希腊里天主教会 督主教 1901-1944 他出身于罗马天主教家庭 但在青年时期 加入了希腊里天主教会 26 指乌克兰全国民主联盟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 1918-1939 最大的乌克兰人政党 存在于1925年至1939年间 27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奥匈帝国时期 至波乌战争时期 西乌克兰的主要乌克兰人政党 28 Yavion Kamervales 1891-1938 奥匈帝国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人 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之一 他在1938年 在路特丹被苏联间谍暗杀 29 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1920年至1929年间活动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抵抗组织 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乌克兰独立 30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1929年建立于维也纳 活动于波署西乌克兰地区的右翼乌克兰人政党 在1940年分裂 至今乌克兰仍有许多政党 声称是该党的继承者 31 Bronislav Piraki 1895-1934 波兰军人 政治家 内政部长 1931-1934年在任 32 Steppen Bandera 1909-1959 乌克兰政治家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 与纳粹德国关系密浅 1959年 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克格勃间谍刺杀身亡 33 Solko 经乌克兰西部立为福州小城 34 Henryk Jouzowski 1892-1981 波兰政治家 艺术家 曾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担任职务 35 Steppen SKRYPNYK 1898-1993 乌克兰东正教会主教 他在1990年 被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牧手推选为第一任基辅 及全乌克兰牧手 称姆斯基斯拉夫一事 36 此籍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37 37 Community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 缩写为CPW 38 Bessarabia 指得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三角地带 经分属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39 Moramias 东欧地理、历史和民族地区位于卡尔巴千山脉东北部地萨和沿岸 经分属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0 Duknovich Society 得名字奥匈帝国卢森 Rusen 穆斯、作家、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 Alexander Duknovich 1803-1865 杜赫诺维奇被视为卢森民族的启蒙者 41 Pompei 古罗马城市 在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微火山喷发时被摧毁 此处与前文中意大利统一运动发祥地皮埃蒙特相对 代表两种相反的命运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岁诞辰 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 弗拉基米尔 列宁的接班人们长达十年的斗争 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 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对这一点都再无怀疑 在通往胜利的岁月中 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 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 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 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 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 隔别屋 秘密警察的委婉说法 一 此前的和平年代中 从未有过这种一切细于一个人的思想 行为和冲动的情况 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列宁 也超过了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 尽管将20世纪30年代 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于斯大林一人 未免有失偏颇 他也经常被动的因应局势 而非主动改变局势 但无疑这一时期苏联的所有重大决策 都是由斯大林及其身边的助手小圈子做出的 这些助手大都服从于斯大林的权威和智慧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往往变得不再敢对领袖发出反对的声音 因为整个30年代中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 在他们眼中 革命政权正遭到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他们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式的 而斯大林是革命政权存续下去的最大希望 在《真理报》二 为斯大林诞辰出的特刊中 大量出自斯大林忠诚助手笔下的文章 不仅将他誉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西、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 列宁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还将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袖 第一个名词社会主义工业化 指一种苏式的工业革命 即由政府出资 由国家运营 旨在为工业生产带来革命性增长的计划 其中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 第二个名词 集体化 只建立国有集体农庄 国有集体农庄的土地来自革命战争期间 即之后分配给农民的小块土地 这一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方法 在当时取得了成功 二十年代末期 这两项计划齐头并进 实质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管控 限制在部分关键产业 并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 允许市场经济元素的存在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 工业化与集体化方案 外加肃反运动 为培训新一代干部 以取代旧的管理和官僚阶层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好办法 这三套方案是 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图中的核心要素 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苏联的领导人一直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步调来实现他们的设想争论不休 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是 他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化 而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国内来源就是农业 换句话说 就是农民阶层 斯大林最初支持的是自然的 进化式的工业化 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 坚决主张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 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二 多一点 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二十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 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 然而 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 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 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至1933中 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 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二十 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 然而 1932年之后 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 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 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 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 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 地涅博和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 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 无疑是蒂涅博罗赫斯 三 即位于蒂涅博和险滩下端的蒂涅博和大坝和水电站 工程地址位于亚历山德里夫斯克 四 为了纪念当地的哥萨克历史 也为表达对哥萨克神话在革命年代中的重要性的承认 此地在1921年被改名为扎波罗热 以为险滩下游之地 扎波罗热园是一座寂静的小城 如今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水电站成为工业化的顿巴斯地区 和克里维伊里赫地区主要的能源提供者 其周边建起了各种冶金综合项目 除了生产电力之外 大坝还将增加蒂涅博河的水深淹没了险滩 完全打开了这条河流的航道 从而解决了阻碍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蒂涅博和水电站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 而扎波罗热的人口也在十年中增加了三倍 从1926年的5.5万人增长到1937年的24.3万人 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列宁相信技术的变革力量 苏联的宣传机构声称 地涅博河水电站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位于权力顶层的那些人很清楚 他们不仅需要苏维埃的统治 还需要资本主义式的效率才能达成目标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是精神结合起来 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五 斯大林在1924年如此断言 一些美国顾问住在拥有两座网球场 和一座高尔夫球场的美国花园城市中的新砖房里 向地涅博和水电站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 提供美国的专业经验 这些美国顾问中为首的是土木工程师修 林肯 库珀 六 上校 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的多伦多水电站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七 的威尔逊水坝工程上一名惊人 库珀是自由企业的支持者 曾在国会面前作证反对美国政府 直接介入各种经济工程 在他为蒂涅博和水电站工程的服务范围进行谈判之前 布尔什维克就像库珀的账户中存入了5万美元 他立刻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斯大林希望用来与美国人的求是精神结合的 俄国人的革命感略 让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农民来到了地涅博和水电站 这些农民并无技能 却迫切地需要养家糊口 大坝和水电站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 从1927年的1.3万人增长到1931年的3.6万人 尽管苏联政府放弃了早期那种 所有门类工人报酬相同的政策 顶层管理者的收入达到非技术工人收入的10倍 而技术工人的收入也是后者的3倍 工人流动率仍然高的惊人 农民们要成为工人 除了必须学习技术 还不得不学会遵守上工时间 不得随意休息 还有服从上级命令 这对许多刚刚来到这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上的新人而言 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仅在1932年 蒂涅博和水电站管理局就雇佣了9万名工人 同时才调了6万人 1932年5月1日 在长达5年的建设之后 工程师们对水电站的水轮机和发电机进行了第一次测试 这些设备由美国公司制造 其中包括纽波特纽斯造船即船务公司 巴和通用电器公司 同年10月 这座全新的工厂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营 它的原计划投资是5000万美元 然而竣工时投资已经增长了8倍 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 加里宁 9 清零现场主持竣工仪式 人们发表讲话 对共产主义大家赞扬 过后不久 库珀上校和其他5名美国顾问都被颁发了劳动红旗勋章 10 以表彰他们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地涅博和水电站的建设 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创造了历史 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 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 而非俄罗斯人构成 乌克兰人占了约60 而俄罗斯人只有30 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 离开地涅博和水电站工地 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 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 乌克兰乡村地区 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 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 异于村民们居住 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 发生的情况一样 甚至更加严重 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 或气候的恶劣 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 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 变成了农民的地域 迫使他们背井离乡 距往地涅博和水电站工地 这样的地方 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 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 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 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棲居地 1929年秋 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 卡刚诺维奇 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 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 苏联开始实施 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 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 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 对粮食产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 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 粮食产区之一 数以万计的隔别屋官员 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 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农庄 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 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 马匹和农具 1930年3月的官方报告显示 全部可更地中已有70 实现了集体化 比前一年增长了十倍还多 那时只有不到6的土地 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 加入集体农庄 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 到了1930年春天 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 仅在1930年3月 官方就记录了超过1700次农民暴动和抗议 骚乱者杀死了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 并攻击了更多的人 在乌克兰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 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 朝边境进发 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 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 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 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 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 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带不起来送进监狱 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 俄语为库拉克 十一 这个词原子富裕的农民 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中 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 驱离乌克兰 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 1930年 有多达7.5万个家庭被指控为库尔库勒 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 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 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 送往遥远的森林地区 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 仅凭镇压无法消灭 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 1930年3月 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 将强制集体化 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 文章的标题为 胜利冲昏头脑 可谓意味深长 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 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 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 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 到了1930年秋天 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 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 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 宰杀家畜以防止他们被国家征收 以及逃离村庄 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 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 当局拒绝承认失败 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 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 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 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 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增粮额 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 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 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 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 到了1932年中 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 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 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古物产量 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 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 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代人口 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 饥荒在1932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来到乌克兰 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 1932年仅在基辅地区 就有超过8万人饿死 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 比拉财尔科瓦和乌曼 12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 丘巴尔在1932年6月承认 过度的征收 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冲击 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 最基本的原因在于 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 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 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 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 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 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穀物 包括它们储备的种子在内 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 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 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 由于无法缴足征量份额 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排在刺猬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 到了1932年3月和4月 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 垂死挣扎 1932年5月 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 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7个村庄 仅在荡月 这些村庄就登记了216起饿死人的事件 还有686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 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 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 已有近百人死亡 每天的死亡人数为8至12人 总计600个家庭里 有100个出现了浮种现象 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 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 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 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 在1920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 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 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 毕苏茨基和西蒙 彼得刘拉的进攻部队 斯大林担心1920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 20世纪30年代初 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50万 其中60都是乌克兰裔 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 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 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 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 1932年7月 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确保接下来的三年中 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 在斯大林看来 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 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 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 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 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1932年8月 写给卡纲诺维奇的信中 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 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府领导人 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 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 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 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 他写道 11月 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 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 12月 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 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 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量份额 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 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 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 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 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 相反 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 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 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 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彼得刘拉分子和其他敌人 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 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 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 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 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 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 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 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 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米克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 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 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 私藏粮食 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 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 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 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 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 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 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 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 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 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 与民族主义之间划上了等号 1932年12月 斯大林派前卡纲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13前往乌克兰 确保完成那份不现实的征量计划 在来自莫斯科的权权代表的领导下 和隔别乌的威胁下 乌共干部从证忍激癌恶 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 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 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 诸如火柴和煤油 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量份额的村庄 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 还有家畜 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 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 在1932年12月发生 到了1933年3月 饥饿导致死亡 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 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 像哈尔基夫和莫斯科 发出了血片一样的援助请求 援助物资到来了 然而数量不足 也来得太晚 无法挽救数百万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 大部分牺牲者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 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 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 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 他们都未无法消化这些粗利的食物 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西树草原地区 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 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 无法正常播种 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 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 截至1933年年底 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人口 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 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 奥德萨和地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 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 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 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 甘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 损失较西树草原地区为小 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 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 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 此外 在1933年春 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 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 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 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 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 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 至于其他人 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 最终 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 从1932年到1934年 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 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 清洗了那些不愿占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 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 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 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 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 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 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 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 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 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负更低 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 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 如今都已完成 并极大的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 十四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 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 2006年11月 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 抨击乌克兰的主张 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 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然而在对1932至1933年 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 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 尽管北高加索 福尔加和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 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 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 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 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 让他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 1934年 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 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 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 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 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 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 正如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所期待的那样 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范本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 乌克兰的工业产量较至1913年已经增长了8倍 这一成就仅抵苏联最大的共和国 俄罗斯略微逊色 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已经完成 98的农村家庭和99.9的可耕地成了集体财产 问题在于完美无瑕的集体化数据掩盖了农业部门令人失望的成绩 1940年 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为2640万吨 仅比1913年多出330万吨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还不到13 受到大饥荒和集体化摧残的乡村地区 无法跟上工业城市高速成长的步伐 尽管乌克兰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却为这一跃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1926年到1937年 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2900万下降到2650万 在1939年才回升到2800万多一点 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许多乌克兰人都死于大清洗 大清洗指1936年至1940年间 席卷了整个苏联的多次逮捕 处决和流放浪潮 其中有以1937年为审 从1937年到1938年 乌克兰有27万人遭到逮捕 其中近半数被处决 大清洗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策 有着相同的目标 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延续 确保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 斯大林那些仍然在世的前盟友和前敌人 都遭到处决 其中包括列夫 加米涅夫 十五 格里高利 纪诺维也夫 十六 和尼古拉 布哈林 十七 在大饥荒期间 向斯大林展示了忠诚的乌克兰党 政府和秘密警察等机关领导人 同样难逃厄运 当局需要的是 温顺且对之前的失误一无所知 从而能效忠领袖的新干部 除共干部群体之外 遭受打击最重的是 菲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前成员们 和少数民族群体 乌克兰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共和国 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 当局无法信任这些族群 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 因此 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严苛审查的对象 波兰裔和德裔族群 排在敌人名单的前两位 在遭到逮捕的人中 近二十是波兰裔 而德裔则占约十 这两个族群在总人口中 所占比例不足一点五 却被苏联当局当作为其当时主要敌人 波兰和德国 服务的潜在间谍和第五纵队 1938年 斯大林认为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将他的新干将尼基塔 赫鲁晓夫派往乌克兰执行最后的镇压措施 以让这个共和国为战争做好准备 赫鲁晓夫的任务与他的前人们一样 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社会主义的堡垒 同志们 赫鲁晓夫在1938年6月乌共党代会上宣布 我们将不遗余力 确保全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 交给我们的任务和指示 将乌克兰变成一座敌人无法攻破的堡垒 得以光荣完成 接下来的几年中 这座乌克兰要塞的强度将受到考验 1938年10月 已经残缺的杰克斯洛伐克 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到希特勒的宰割 政府任命乌克兰活动家 主教奥古斯丁、沃罗申、石巴 为自治的外卡尔巴迁地区政府首脑 外卡尔巴迁地区 及从前的下卡尔巴迁罗斯 如今被改名为卡尔巴迁乌克兰 在将外卡尔巴迁地区中 匈牙利人聚居部分 连同这一地区的两大城市中心 乌日霍罗德、什九和穆卡切乌 二十转交给匈牙利之后 杰克斯洛伐克政府 做出了这一任命决定 新的外卡尔巴迁地区政府取代了一个短命的清苏派政府 将乌克兰语定为其官方语言 这个政府还创建了自己的准军事部队 以抵抗来自匈牙利和波兰的民兵进攻 这些部队被称为卡尔巴迁西奇 其名来自加利西亚的西奇步枪队 和蒂涅伯乌克兰的西奇哥萨克人 其成员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年轻人 他们来自波兰为创建一个乌克兰人国家的事业战斗 1939年年初 欧洲各国外交部中泛起传言 称希特勒打算将卡尔巴迁 乌克兰当作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的跳板 继而将所有乌克兰人聚居地区重新统一起来 当年1月 希特勒向来访的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 21表示 他将进攻苏联 将从苏联夺得的乌克兰领土 用来交换弹泽 22和连接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走廊地带 贝克拒绝了这一提议 希特勒无视贝克的立场 决定至少暂时不对斯大林使用乌克兰这张牌 1939年3月 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布拉格 终结了杰克斯洛伐克的存在 他决定不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 而是把外卡尔巴迁地区送给他的盟友匈牙利 这一决定让外卡尔巴迁地区的自治政府 陷入了震惊和失望 3月15日 也就是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的那一天 卡尔巴迁乌克兰议会宣布独立 这个新国家选择蓝色和黄色作为国旗的颜色 并将乌克兰还没有灭亡定为国歌 然而独立宣言 没能阻挡匈牙利军队的步伐 匈牙利人在进入这一地区时 没有遇到杰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抵抗 唯一与他们作战的是 卡尔巴迁西奇部队 800万杰克人向德国屈服 没有丝毫抵抗 然而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 却站了出来 与数千名匈牙利士兵作战 当时的一名乌克兰记者写道 卡尔巴迁西奇总共拥有 约2000名战士 双方差距悬殊 乌克兰人的抵抗力量很快就被击溃 沃罗深主教的政府逃离了这个国家 许多活下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在返回加利西亚的途中 被匈牙利部队或波兰边防军抓获 这是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战事经历的 第一场战火洗礼 更多的战斗即将到来 斯大林对外卡尔巴迁地区的局势变化 感到十分焦虑 以至在1939年3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 嘲讽了关于德国人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看法 大片的乌克兰人地区处于苏联之外 可能会被希特勒用于挑战斯大林 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控制权 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斯大林的 堡垒建设者们考虑的主要问题 他们的防御性壁垒上 似乎出现了一刀裂缝 来自乌克兰民族统一主义的威胁 1.Chief Political Directorate 此处因指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俄语 缩写为 拉丁字母转写为OGPU 它于1923年11月15日 由国家政治保卫局GPU 英译格别乌改组而来 是苏联在1923年至1934年的秘密警察机构 后文中的格别乌军指OGPU 2.Pravda苏共党报 3.Diniprofis 乌克兰语座 是蒂涅伯和上最大的水电站 位于经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 4.Alexandresk 即经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 The Parisian 5.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46年第164-165页 6.Hugh Lincoln Cooper 1865-1937 7.美国军人 著名的土木工程师 7.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成立于1933年5月 是美国大萧条时期 罗斯福新政中 专门负责解决田纳西河谷问题的机构 8.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and Dry Dock Company NAS DD 美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造船厂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 创办于1886年 9.Mikiel Kalining 1875-1946 苏联政治家 革命家 从1919年3月开始直至1946年去世 他一直担任苏俄和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10.Order of the Red Banner of Labor 设立于1920年 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杰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 等级相当于军事上的红旗勋章 11.Kirkul 乌克兰语的拉丁字母转写 俄语为R 拉丁字母转写作Kurlock 12.Omong 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 13.Vaya Cheslav Molotov 1890-1986 苏联政治家 曾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0-1941年在任 和外交部长 1939-1949 1953-1956年在任 14.Holodomer 乌克兰语作偶 意为饥荒 15.Lev Kamenev 1883-1936 苏联政治家 革命家 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他在1926年被打倒 并被逐出党中央 在1936年被枪决 16.Georgi Zinofiev 1883-1936 苏联政治家 革命家 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他与加米涅夫一样 在1926年被逐出党中央 并在1936年遭枪决 17.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 苏联政治理论家 革命家 经济学家 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他在1926年协助斯大林 打倒了 纪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在1929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在1938年被捕 并被执行枪决 18.Afghastin Voloshin 1874-1945 乌克兰政治家 作家 乌克兰希腊里天 主教会主教 他担任了仅存在一天 1939年3月15日 的卡尔巴迁 乌克兰国总统 19.Osterod 经乌克兰西部 外卡尔巴迁州首府 第二十二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在其作品 《我的奋斗》 Main Camp中 希特勒描述了 他对世界未来的设想 这本书写于巴伐利亚的 兰茨被格 1.监狱 当时希特勒 因为参与了1923年11月的 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2.正在该地服刑 在囚事中 这个前哈布斯堡帝国子民 发誓要对抗所谓犹太人 主宰世界的阴谋 并提出 建立一个能为亚利安种族 在东欧提供生存空间 Leibensraum的德意志帝国 希特勒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 1933年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他的纳粹党也掌握了大权 这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资源 来实现自己的计划 希特勒于1923年 首次提出的理念 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 就这些理念所造成的 毁灭性冲击和悲剧性后果论 很少有地方能与乌克兰比肩 希特勒心目中 生存空间的中心 正是乌克兰 德国人的生存空间理念 并非希特勒首创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已经成形 设想了德国在全球各地 攫取领土的前景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令其突破英国控制的海陆 进行殖民扩张的计划 变得不可能 于是 希特勒发现 只有东欧还有扩张的空间 在欧洲通过军事斗争 来扩大领土 比在海外发动战争 夺取地盘要更加现实 他在 《我的奋斗》中写道 1918年的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三 承认了处于德澳军队 占领下的乌克兰 从俄国独立出来 为德国向东扩张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然而 希特勒对东方的民族建构 毫无兴趣 他的目标不在于此 而是打算消灭 远至福尔加河的 所有现存人口 将东欧 尤其是乌克兰的肥沃土地 变成德国定居者的家园 健康的农民阶级 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我们急需采取 足以维持 这样一个阶级存在的政策 这种需求太过重要 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希特勒在 《我的奋斗》中写道 我们社会中 现存的许多罪恶 完全源于城市人口 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 希特勒心目中的 德国人农业乌托邦 不仅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 还需要对新的领土 进行去城市化 和去人口化 他对东欧的设想 与由布尔什维克们引入 由约瑟夫 斯大林推行的计划 完全不同 两名集权者 都打算使用暴力手段 来建设他们的乌托邦 也都需要乌克兰的国土 卧野和农业来达成目标 然而 他们对待城市 和当地人口的态度 则相去甚远 在1941年到1944年 被纳粹德国占领的三年中 乌克兰将会从现实中 认识到这种差异 并对两个强权之间的不同程度 做出评估 在1914年之前 乌克兰享有欧洲的面包栏的美誉 同时也是欧洲犹太人口 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因此 它将成为德国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 也将躋身于纳粹德国的 主要受害者之列 从1939年到1945年 乌克兰将损失近700万公民 其中近100万是犹太人 这个数量比其占前人口的16 还要多 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中的另外两个国家 的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乌克兰 在我的奋斗中 希特勒设想了与英国结盟击败法国 与俄国立约摧毁波兰的前景 在这份蓝图中 最终俄国或者说苏联 将向希特勒提供他想要的东西 定居所需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些土地和资源将让德国变成一个大陆帝国 而英国海军将无法动摇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 与英国的联盟从未变成现实 然而在1939年秋天 希特勒的确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并摧毁了波兰 1939年9月1日 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 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 已经基于不到十天前签署的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 四就瓜分波兰领土达成了一致 斯大林延迟了苏联参战的时间 因为他担忧英国和法国的反应 同时也受到正在蒙古上演的苏日冲突困扰 德国外交官们打出了乌克兰这张牌 以促使苏联早日进攻波兰 他们宣称 如果苏联继续拖延对波兰的入侵 德国将别无选择 只能在约定化归苏联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国家 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出现一个 由德国撑腰的乌克兰人国家 是斯大林最不愿意在这一地区看到的事 斯大林最终派遣军队 越过了波兰边界 他的军队所打的旗号 是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们提供保护 1939年10月初 遭到两大强龄夹击的波兰军队 已经不复存在 苏联俘虏了大部分波兰普通士兵 随后又将他们释放 然而波兰军官们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苏联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 被扣押在三个G6营中 其中一个在乌克兰 另两个在俄罗斯 1940年春天 这些被俘军官中的大部分人 会在斯莫朗斯克附近的卡亭森林 Katin Forest和其他屠杀地点被杀害 然而 最初很少有人猜到苏联人的意图 那些非波兰族群尤其如此 苏联红军在机械化程度上 无法与德军相比 却展示出远远高于波兰军队的装备水平 他们拥有新式坦克 飞机和现代化的枪械 这些都是斯大林的工业化努力的成果 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苏军官兵多半竹装粗劣不堪 伙食也相当糟糕 以至波兰商店中相对丰裕的食品和货物 就让他们大吃一惊 当地人发现 苏联军官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灌输 没有什么修养 也没什么头脑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 他们都会反复讲述 红军军官的妻子们 把睡衣当成碗礼服 穿着他们上剧院的传说 然而 前波兰国家的非波兰裔族群 却已经准备好 接受这群武装精良的土包子 解放者 只要后者承诺改善他们的生活 而这些 解放者一度似乎也真的会这样做 红军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 夺取了利维夫和其他重镇之后 就开始在当地举行苏维埃式的选举 组成了西乌克兰国民大会 大会选举请求基辅和莫斯科 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 并入苏维埃乌克兰 新获任命的乌克兰共产党 第一把手尼吉塔 赫鲁晓夫坚持认为 包括布列斯特城在内的北波利西亚 也因化归乌克兰 然而 斯大林决定将这片土地交给白俄罗斯共和国 新政权允许当地乌克兰人和犹太人 进入政府机关 担任教育 医疗 以及其他在波兰人统治时期 他们无法获得的职位 他们对待本地犹太人 还算得上友善 但往往拒绝那些 被德国人逐出波兰的犹太人 进入边境 当局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乌克兰化运动 要求那些使用波兰语的大学 学校 剧院和出版社都改用乌克兰语 他们还将大地主的地产收归国有 分配给贫苦农民 各个共产主义和左翼党派组织的成员 本就有浓厚的青苏倾向 如今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 苏维埃政权与当地乌克兰人之间的蜜月关系 没能持续多久 在前波兰共和国 有组织的宗教 是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制度基础 然而苏维埃政权对其从无好感 它没收了希腊里天主教会的地产 并试图限制传统教会 包括东正教会和希腊里天主教会在内 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苏维埃当局对待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前领导人 和普通成员的态度 更加令人震惊 这些人往往被怀疑为民族主义者 并最终成为苏维埃秘密警察关注的对象 同样的怀疑很快就落到了那些 在本地政府和教育机构 终生至高位的乌克兰干部头上 占领当局在1940年 对当地人群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 驱逐的目的地包括极北地区 西伯利亚和中亚 在当局的人民之敌名单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来到这里的前波兰政府和警察机构官员 波兰政党党员和武装定居者 占据了前列 1940年2月 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 5.执行了对第一批近14万波兰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 近5000名被流放者在途中死于寒冷 疾病和营养不良 没能抵达他们的流放地 从1939年秋天开始 到1941年6月 德国进攻苏联为止 苏联秘密警察将总共近125万人 驱逐出了乌克兰 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展开搜捕 包括斯杰潘 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们 逃往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 斯大林将这些人视为对其政权明显而紧迫的威胁 1940年5月 巴黎落入了德军之手 令斯大林大为吃惊 他开始认为 希特勒会很快将矛头转向东方 对苏联展开进攻 苏联当局必须将对其新货领土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固 消灭那些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 他同时决定对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夫条约 划给他的东欧势力范围进行全面占领 这些地区包括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 也包括了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在内的罗马尼亚部分地区 1940年8月 这位苏联领导人将有大量乌克兰人定居的南比萨拉比亚 和北部科维纳并入了苏联 与其早些时候 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实施的政策一样 苏联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国有化 提拔非罗马尼亚裔的干部 并对各种机关进行乌克兰化 逮捕和放逐接踵而至 斯大林开始防范来自希特勒的攻击 他认为 进攻会在1942年发生 然而 德国人的行动 比他的预计早了一年 令这位苏联领导人措手不及 希特勒急需苏联的资源 包括乌克兰的小麦和煤炭 在他与英国作战时 这样的需要变得愈发紧迫 英国已经成为不列颠群岛上的困兽 但他的身后是更大的美国 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德意志帝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 坚持认为 入侵苏联无法解决德国的任何问题 只会让德国经济流血 然而希特勒不顾他们的劝阻 悍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 此外 德国军方高层更倾向于与苏联 而不是与西方作战 希特勒勒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1940年12月 希特勒签署了准备向苏联开战的直接指令 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 6 齐名的自那位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 十二世纪日尔曼人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巴巴罗萨最后淹死在一条河里 因为他身穿重甲却选择涉水过河 而不是跟他的部下一样使用桥梁 这无疑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然而此时巴巴罗萨计划的知情者们 并不在意历史上的先例 与在他之前的巴巴罗萨一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走一条捷径 并不但于承担风险 计划制定者们的目标 是在一场不超过三个月的战役中 击败苏联人将他们驱赶到福尔加河以东 希特勒希望他的军队 首先夺取列宁格勒 随后拿下顿巴斯的煤矿 最后再攻下莫斯科 德国国防军再没有为士兵们 配备东一的情况下 就把他们送往前线 这个策略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 不过他在短时间内 起到了误导斯大林的效果 斯大林不相信 德国人在没有做好冬季战役准备时 就发动进攻 因此在德国人入侵时毫无防备 1941年6月22日凌晨 入侵行动在北至波罗的海 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展开 德国及其盟友 包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投入了380万兵力 德国南方集团军的攻击目标 是乌克兰 他们从波兰境内的驻地出发 沿着卡尔巴千山脉北路 和普里皮亚纪沼泽之间的古道进军 罗马尼亚人则在更南方发动攻势 他们进入乌克兰的路线 位于卡尔巴千山脉南路和黑海之间 五世纪的凶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 都曾通过这些路线入侵中欧 此时的入侵者则反向而行 他们脚下仍是那些未经铺设的道路 但这次扬起烟尘的不再是骑兵 而是机械化部队 德国人在苏联前线上 集中了约4000辆坦克 超过7000门火炮 空中则有4000多架飞机 执行掩护任务 制空权几乎全在德国人手中 因为大部分苏联战机还未能起飞 就被突袭的德国空军炸毁 红军在苏联西部边界上的兵力人数 大致与德国相当 坦克 大炮和飞机的数量 则比德国人多出不少 然而 苏联人的装备在先进程度上 与德军的兴饰装备无法相比 此外 率领苏军加入战斗的军官们 也缺乏经验 他们刚刚取代了那些 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 一直出现了指挥官遗弃自己的部队的情况 士兵们也是气不振 他们中有许多人 是在饥荒和集体化运动中 劫后余生的农民 德国人利用突袭优势 以惊人的速度攻占苏联领土 给后撤中的苏联部队 造成巨大伤亡 这让苏军的士气 每一天都变得更加低落 苏联在 莫洛托夫 里滨特洛夫条约 签署后获得的新领土 曾被斯大林视为他的胜利 如今却被证明是个陷阱 在德军入侵之前一个月 斯大林为保卫新的国界 已经将自己的军队 调拨到此前十年内 修筑的防线已吸 现在苏军不得不保卫一条 根本来不及设防的边界 与闪电战战术制定者们 所设想的一样 德军的装甲部队 撕破了苏联人的防线 将苏联红军团团包围 并在红军后方大肆破坏 红军指挥官们 在西乌克兰的 卢茨克布罗德7和里夫涅 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 将他们全部的坦克编队 送上了战场 却被一支小得多的 德国国防军坦克部队 以策略击败 此后局势每况愈下 德国国防军 在三个星期之内向东 挺进了300至600千米 苏军不仅将他们刚刚占领的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拱手相送 还丢掉了右岸乌克兰的 大片土地 苏军的二五百多辆坦克 和近2000架飞机 在战斗中被摧毁 人员伤亡则难以估计 8月 德军部队在波多里亚城市 乌曼附近包围 并俘虏了超过 10万名红军战士 然而 下一个月 在基辅附近 德国人 又取得了他们的最大胜利 考虑到基辅重要的象征意义 斯大林不顾包括 总参谋长 格尔基 朱可夫 巴 在内的红军将领们的建议 拒绝从基辅地区撤军 因而导致了 也许是整个战争期间 苏联所遭遇的最大军事失败 红军部队的指挥官 是出生于 切尔尼格夫地区的 米哈伊洛 基尔波诺斯 9 将军 红军面对德国的 机械化部队 虽然竭力抵抗 却无能为力 1941年9月19日 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 第二天 基尔波诺斯将军 在洛河为查 10 附近阵亡 在基辅包围圈中 德国国防军围困 并俘虏了超过66万名 红军战士 10月 同样的命运降临到 南乌克兰 梅里托波尔 11 和比尔迪扬斯克 12 之间的10万名 红军头上 另外 10万人于11月 在克里米亚的 克施附近投降 截至当年年底 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 几乎整个乌克兰 超过350万名官兵 成为战俘 撤退中的苏军 采取了焦土战术 从他们即将离开的地区 带走工业设备 牲畜 挤养和人口 总计将约 550座大型工厂 和350万名熟练工人 带往东方 在1941年夏天 许多乌克兰居民 欢迎德国人的到来 盼望就此终结苏联占领 当局在战前岁月中 实施的高压政策 不仅新近被苏联控制的 西乌克兰地区如此 就连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 也是一样 那里的人们从未原谅饥荒 和集体化造成的恐慌 一些人期待民族社会主义 可以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 另一些人 则只希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 由于人们从苏联政府领到的薪水 连买双鞋都不够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他们会怀有错误的期待 会想象从欧洲来的德国人 将会改善他们 从莫斯科的掌控下 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生活 许多人还记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人 也记得 1918年 德国人对乌克兰的占领 跟斯大林的高压政策相比 当时的德国人 算得上是相当温和 一些人将德国人的再次到来 视为恢复乌克兰国家的前奏 正如统领帕夫洛 斯克罗 帕德斯基统治时期那样 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 相信德国的占领 会带来更好的生活 怀着这种期望 等待德国人到来的人们 很快就被证明犯了错误 而且往往是致命的错误 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是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十三 他是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 十四 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方 接受过教育 是德国关于乌克兰的计划的始作俑者 他打算支持乌克兰人 波罗的海人 白俄罗斯人 格鲁吉亚人 和其他苏联民族 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 以打击苏联 在他的设想中 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政治体 可以和波罗的海联邦 白俄罗斯和芬兰一样 成为第三帝国的傀儡 事实上 罗森贝格手下的专家 甚至鼓吹将乌克兰领土 拓展到福尔加河 然而 罗森贝格在这场政治决力中 输给了德国安全部队首脑 和后来的内政部长海英里希 希姆来 十五 国会议长和航空部长赫尔曼 戈林 十六 以及其他急于实施他们的种族理念 急于从新征服领土上 榨取最后一点经济资源的纳粹领袖们 1918年的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中关于由德国控制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诸国的设想 在1941年夏天 被另一种模式取代 这种模式 只跟于希特勒的 《我的奋斗》 其特点是 殖民肢解和殖民剥削 德国人将他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 分割为三个部分 加利西亚被并入曾经的 西加利西亚和华沙地区 组成一个被称为 总督府 17的行政区 从西北部的沃里尼亚 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之间的 大部分乌克兰地区 加上平斯克 18和霍梅尔 19 周边的白俄罗斯南部地区 组成了乌克兰总督辖区 20 而在东乌克兰 从北方的切尔尼哥夫 到南方的卢干斯克和斯大林城 斯多尔诺 及尤兹夫卡 也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 仍属于军事管理区 因为这里过于靠近前线 无法设立民事管理机构 德国人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 进行了分割 并将沃里尼亚 并入地涅伯乌克兰 这反映出 德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观念 仍基于18世纪晚期 建立起来的那条俄国 奥匈帝国边界 这样的划分并非那些 先前深受苏联之苦的 乌克兰人的唯一失望之处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1941年的德国人 和1918年的德国人 没有丝毫共同点 第一批在纳粹统治下 尝到失望滋味的人 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们 1940年 就在其最激进的领袖之一 斯杰潘 班德拉 于1939年9月大摇大摆 走出波兰监狱之后不久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发生了分裂 班德拉掀起了一场 反对老派组织骨干的运动 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最大派别 和最激进成员群体的领袖 1941年2月 他的组织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阿博维尔21达成协议 在支持者中 组建其两支特别行动队 其中一支代号为叶英 NATIGO 是在当年6月29日首批 进入利维夫城的德军部队之一 第二天 叶英参加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举行的宣告乌克兰独立的活动 这位德国人与班德拉支持者之间的合作 画上了句号 对乌克兰有完全不同计划的德国人 开始清算这些前盟友 逮捕了包括班德拉本人在内的数十名班德拉派成员 并要求班德拉谴责独立宣言 班德拉拒绝了 随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 22 集中营 班德拉在那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 他的两名兄弟同样被逮捕 并死于奥斯威星 23 集中营 一夜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班德拉派从德国人的忠诚盟友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以安德里 梅尔尼克 24 上校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温和派试图利用德国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在那里建立组织网络 对占领当局对乌克兰骨干分子的选拔施加影响并在当地人群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 1941年年底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对乌克兰总督辖区区的控制愈加严密 这一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 纳粹警察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镇枪杀了数百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到了1942年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两个派别都陷入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之中 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 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 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如果说1918年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 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 25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 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 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 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 然而为时已晚 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 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 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 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 此外 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 许多人被直接枪杀 1941年6月6日 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 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付获的红军政委 政治军官 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 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 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 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 有时是学校 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 看守会射杀那些因妇伤 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 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 并请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 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争入红军 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 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为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 进入集中营之后 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 陷入饥饿 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 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佩忌 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兆 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 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 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买至上百万战俘 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 死掉的战俘越多 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 直到1941年11月 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 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 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 在整个战争期间 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六十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 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 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 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 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 基于这样的考虑 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 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 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 或是有亲人来认领 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 以至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 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 然而也许有数万 甚至数十万 被争入红军队伍 并在1941年下秋之际 被俘的乌克兰人 因此得以度过劫难 与家人团聚 到了战争后期 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 也比俄罗斯人 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 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 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 当第三帝国领导曾意识到 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 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 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 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 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 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 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星集中营 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 就是苏联战俘 德国人在1941年9月 用他们来测试 齐克隆B型毒气 26的效果 后来又是那些 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 他们在特洛尼基 27受训 被称为特洛尼基人 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 送进毒气室 先期抵达的囚犯中 被挑出来的犹太人 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 进行收集分类 在集中营里 活下来 往往也意味着 参与对同类的毁灭 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 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 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 在乌克兰 抵抗与合作 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 并不清晰 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 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活下来的人 必须在战后 面对自己的抉择 许多人能够坦然 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 然而几乎每个人 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被纳粹占领期间的乌克兰 发生了无数恐怖的事件 然而大屠杀 无疑是其中最害人听闻的事件 许多成为受害者的犹太人 根本没有抵达奥斯威星 或其他灭绝营 在由德国占领当局组建的 地方警察的帮助下 海英里希 西姆莱的别动队 28 在这些犹太人生活的城市 或村镇外 将他们枪杀 在德国国防军 从撤退的苏军手中夺取的地区 枪决的做法 从1941年夏天 开始得到全面执行 到1942年1月 也就是纳粹高官们 在柏林郊区的万湖 29 讨论如何协同实施 最终解决方案 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 30 10 纳粹别动队 已经杀害了近100万犹太男女 和儿童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 执行这样的行动 有时甚至公开行刑 而且行刑地点 几乎都在当地非犹太居民 能听见枪声的距离之内 乌克兰和其他苏联西部地区 发生的大屠杀 不仅毁灭了当地的犹太族群 及其社会生活 与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样 还重创了目击者的心灵 每六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中 就有一个来自乌克兰 总计达近100万人 其中 最著名也是牺牲者最多的 无疑是 发生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 31 乌克兰语发音为 巴比恩亚尔 以为老复古的屠杀事件 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 第三别动队的第4A特遣队 在两天之内用自动武器 枪杀了33761名基辅犹太居民 这起枪杀事件发生于 1941年9月29日和30日 下令者是基辅的军事长官 库尔特 埃伯哈德 32 少将 战争结束后 此人在被美国人关押期间自杀 埃伯哈德下令实施 这场大屠杀的用意 在于打击苏联特务的破坏活动 9月19日即基辅落入德国人之首五天之后 苏军撤退前埋下的炸弹被引爆了 摧毁了基辅城中的几座标志性建筑 不出意料 当时的德军指挥部正设于这些建筑中 因此爆炸导致不少德国高级军官丧生 纳粹在宣传中声称 德国人在东方的战争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社群 这些宣传者指的是苏维埃政权 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起源 与其部分早期领袖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 在德国当局眼中 苏联特务与犹太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并且 他们已经在利维夫 克列梅涅茨 以及其他西乌克兰城镇 让这种联系显露无遗 在离开这些城市向东撤退之前 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射杀了数百名囚犯 其中许多人是当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 当时 德国人曾鼓励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 以反击苏联人的暴行 然而 从8月开始 德国人改变了政策 党卫队 SS 领袖海英里希 希姆来业以授权对犹太妇女 儿童进行屠杀 对犹太社群实施整体毁灭 反犹迫害已经不够了 犹太人必须灭亡 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 9月底 在基辅城中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 你们必须在星期一 9月29日 早上8点之前 带上自己的财物 文件 细软和预含义物到多洛 或自西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 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 此时 基辅的犹太市民 大都是妇女 儿童和老人 因为男丁们已被征召入伍 他们以为 这次集合是为了迁居 不会受到伤害 第二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Yam Keeper 33 响应传单号召的人们 被带到犹太墓地大门口 被勒令 交出他们的文件和戏软 并脱光衣服 随后被枪杀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 每十人一组 巴比亚尔大屠杀 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为它是欧洲首次 对一个主要中心城市的 全部犹太人社群 采取的灭绝行动 然而在巴比亚尔大屠杀之前 和之后 都有许多规模惊人的屠杀事件发生 八月底 一支德国治安部队 枪杀了2.3万多名犹太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匈牙利 统治下的外卡尔巴迁地区的难民 十月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的 近1.2万名犹太人 在城郊的一个山谷中被枪杀 屠杀的发生地 在后来成为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大学的孝址 12月 哈尔基夫的约1万名犹太人 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他们遇难的地点 是哈尔基夫拖拉机场 苏联工业化事业的明珠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羊 安东内斯库 34 夺回了斯大林 在1940年 迫使他交出的北部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并将奥德萨和波多里亚的一部分 置于自己掌控之下 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和野蛮程度 与他的纳粹主子如出一辙 1941年10月 在苏联人炸毁奥德萨的 罗马尼亚军事指挥部驻地建筑 杀死一名罗军高级指挥官之后 安东内斯库为了反击 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如法炮制 下令处死了1.8万名犹太人 在罗马尼亚人占领奥德萨 及周边地区期间 惨死的当地犹太人总数 约为11.5万到18万之间 此外 还有约10万至15万名 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犹太人 死于罗马尼亚 对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效仿 与居住在总督府地区的 波兰犹太人一样 大多数加利西亚犹太人 在纳粹下令修建的贫民窟中 度过了几个月的隔绝生活之后 在1942年纷纷死去 在德国治安长官们的命令下 他们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 组成的治安部队聚集起来 送往各个灭绝营 当地人往往会试图 从自己的犹太邻居们的 不幸遭遇中牟利 或向当局告发他们 或抢夺他们的财产 这样的行为 与其说出于反有主义 不如说出于贪婪 不过 大多数人只是选择袖手旁观 在乌克兰发生的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还有一点与中欧和西欧的 大屠杀不同 在这里 试图搭救犹太人的人 不仅会被逮捕 还会遭到处决 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 虽然如此 仍有许多人 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邻人 截至今日 以色列国已经将超过 二五百名乌克兰公民 认定为国际义人 因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 保护了犹太人 这份名单并不完整 还在增长之中 乌克兰天主教会的 督主教安德烈 摄普提茨基 就是被这份名单 漏掉的人之一 他曾将数以百计的 加利西亚犹太人 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 1942年2月 他还向西姆来写信 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 来围捕和灭绝 加利西亚犹太人 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 戴西姆来 向这位都主教传话的人 告诉摄普提茨基 如果不是因为年迈 他也难逃被枪决的命运 几个月之后 摄普提茨基 发布了他最著名的 一封主教信 不可杀人 就人类生命的尊严 进行了讨论 这封信 在所有乌克兰天主教堂中 被人们诵读 并被视为 他对大屠杀的谴责 摄普提茨基的名字 没能出现在 国际艺人名单上 因为他在1941年夏天 曾欢迎德国人接管 已被苏联人 占领两年的加利西亚 无论摄普提茨基 和他的同胞们 对德国统治抱有何种期待 这些希望 都很快就成为泡影 在希特勒的乌克兰 生存空间中 占领当局的残酷程度 根据地区的不同 而有差别 罗马尼亚人 根本不想要奥德萨 及其周边地区 只想用它来交换 匈牙利手中的 北特兰西瓦尼亚 因此 他们 只管从南乌克兰地区 掠夺一切 他们能得到的东西 相比之下 德国人的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 更为温和 而生活在军管区 和前奥数乌克兰地区的 乌克兰人得到的待遇 也更为人道 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情况 最为糟糕 纳粹的乌克兰总督埃里西 科赫 35 正是乌克兰纳粹 占领当局 所犯下的一些 最可怕罪行的罪魁祸首 科赫十年45岁 是东普鲁市地区的 纳粹党首脑 他身材粗壮 言语粗野 留着希特勒式的纯资 以残暴和办事 裹绝闻名 在乌克兰时 他被威以掠夺这一 被征服地区的资源 并削减其人口的任务 他对待当地乌克兰人的态度 与欧洲殖民者 对待其海外殖民地上的黑人 和亚洲人的态度 没有两样 科赫曾言 这些低劣民族 永远不值得任何一个 德国士兵为他们牺牲 他不希望乌克兰人 接受超过小学 四年级程度的教育 并关闭了大学 和其他15岁以上 学生就读的学校 如果我发现 有哪个乌克兰人 竟有资格 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我必定让他死在枪下 他曾在某个场合 这样说道 他的部下们 也的确枪杀了许多人 其中一些处决 就发生在巴比亚山谷 也就是几个月前 德国人屠杀了近 3.4万名基辅犹太人的地方 到1943年11月 德军对基辅的占领结束时 在巴比亚尔 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冤魂 又增加了6万人 其中包括苏联战俘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苏联地下党员和罗姆人 科赫将他的总部 设在沃里尼亚的里夫涅城 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属于波兰 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里夫涅已经是那个被称为 乌克兰的政治体的 第三个首都 苏联人在20世纪20年代 选择了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业城市 哈尔基夫 而不是被他们视为 民族主义堡垒的基辅 德国人则偏爱地处乡野的里夫涅 而不是那个规模庞大 如今已严重苏维埃化的基辅 陷于封锁和饥饿中的基辅 出现了1933年以来的第一场饥荒 纳粹的生存空间 想象包括对乌克兰的田园化 也包括对乌克兰各大中心城市的清除 否则 他们就不得不供养这些城市人口 并导致第三帝国及其军队所需的资源流失 因此 纳粹的政策正式让这些城市陷入饥饿 一旦城市居民被饥饿驱往乡下 就能成为一支生产力量 不仅能养活自己 还能为帝国提供粮草 德国人没有触动那些集体农庄 而是从这种榨取农村人口资源的苏联发明中牟利 他们拒绝对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 而是通过新设立的银行 新发行的殖民地货币和价格控制 来规划残存的乌克兰经济 至于人口的流动 他们则使用身份证制度来管理 从1942年开始 纳粹对乌克兰资源的掠夺 就不再陷于农产品 而开始包括强迫劳动 就在这个月 第一列运送所谓东方工人 Osterbitter的火车离开基辅前往德国 车上都是受到工作承诺 优越生活和游历欧洲等机会诱惑的乌克兰年轻人 德国在召唤你 美丽的德国在欢迎你 基辅一家报纸上的广告如是说 一份海报的标题是高墙已经倒塌 描绘了乌克兰人通过那道 将苏联同欧洲隔绝开来的高墙上的裂缝 向外张望的画面 地平线上是德国城市的天际线 斯大林在你们周围筑起了一道高墙 海报上这样写道 他很明白 任何人只要看到墙外的世界 就会完全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悲状况 现在高墙已经打开 去往更新更好未来的道路已经开放 对年轻一代来说 这是一个离开乡村去看世界的机会 许多人表露出了他们的兴趣 甚至是热情 然而这些广告被证明是个陷阱 无论这些年轻的乌克兰男女 是在德国人的工厂 还是家庭里做工 他们最终都成了奴工 他们被迫带上写着 Ost36字样的牌子 被德国当局和德国社会中许多人视为低等人 他们在德国受到血汗剥削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后 占领当局每个月征召四万名乌克兰劳工的任务 愈发难以完成 于是他们开始随意抓捕当地人 将他们强迫送往德国 从1942年到1943年 总计有近220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 并被押送去德国 其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 疾病以及盟军对他们所在的兵工厂和军需厂的轰炸 那些幸存下来 并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被红军解放的人 战争结束时 只有12万人被登记为流散人口 往往被视为叛徒 其中一些人被直接从德国人的集中营 送往苏联人的古拉格 37系统集中营 乌克兰并非德国人实施奴工抓捕行动的唯一苏联地区 但它无疑是这些猎场中最大的一个 整个战争期间 德国人从东欧占领区掠往德国的所有东方工人中 乌克兰公民占了近80 到了1943年夏天 原来那个在乌克兰建设德国农民天堂的计划 几乎已成泡影 1942年夏秋之际 希特勒在乌克兰逗留了不少时间 利用苏联战俘的苦意 德国工程师们在乌克兰文尼茶附近的松林中 为希特勒建起了他最东的一座指挥部 其代号为狼人38 1943年春天 希特勒仍在这里逗留 然而 他在当年9月15日最后一次离开 狼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天 他下令乌克兰的德军后撤到蒂涅伯河防线 一周后 苏军从基辅以北渡过蒂涅伯河 第一次打破了希特勒的东方防线 德国人将在1944年春天 从这一地区撤离时 将狼人的整个地下结构全部炸毁 那个关于征服与生存空间的幻梦已经破灭 然而 他释放出的恐怖仍未消散 乌克兰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坟场 此处仅仅列出了最大的几个受难族群 大部分乌克兰犹太人 在大屠杀中死去 在南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定居的德意志人 和门诺派教徒也消失无踪 如果他们没有在1941年被苏联人遣送出境 如今也只能跟随撤退的德国国防军逃之夭夭 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波兰族群 也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红军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胜利 随后开始挺进乌克兰 此时苏联领导层面对的 是一个与他们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 匆忙抛弃的乌克兰完全不同的国家 城市变得空空荡荡 其中的工业企业已被夷为平地 活下来的人将红军视为解放者 热烈地欢迎他们 然而苏联官员们 却不信任这些幸存者的真诚 欢迎者在敌人的统治下活了下来 在苏联掌控之外 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这足以让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产生怀疑 东正教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希特勒 带给他们的唯一自由 即信仰自由 那些原先不太从民族角度定位自身的人 也开始转变 毕竟在纳粹占领期间 族群问题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以上这些情况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 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 直到20世纪80年代 苏联公民仍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 回答诸如自己或自己的亲属 有无在德战区生活过之类的问题 此类问题在表格上 紧挨着那些关于个人犯罪记录的问题 1. Landsberg及莱西河畔兰茨贝阁 Landsberg M. Leck 经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城市 2. Munich Beer Hall Past 德国纳粹党于1923年11月9日 在慕尼黑的被格伯劳勒啤酒馆 发动的失败政变 3. Treaty of Breast-Litovsk 常被简称为布列斯特条约 是苏俄政府在1918年3月3日 与同盟国在京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 立陶夫斯克签署的合约 合约终止了俄国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 承认芬兰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 4. Molotov-Ribbentrop Pact 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 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西姆 冯·礼宾特洛夫 Wak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 于1939年8月23日 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 及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5. 此籍NKVD 俄语 拉丁字母转写为 Naredni Commissariat v Neutronic Dell 成立于1934年 解散于1946年 是斯大林时代主要的政治警察机构 其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 是克格勃的前身 6. Barbarossa 122-190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 155-190年在位 巴巴罗萨这个名字 来自他企图统治的意大利北部诸城 以为红胡子 他于1189年 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在1190年 溺毙于京土耳其境内的格克苏河 7. Brody 经乌克兰西部立为福州城市 8. Georgi Jukov 1896-1974 苏联军事家 政治家 元帅 他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9. Mikhailo Kirpanos 1892-1941 苏联红军上将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 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 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阵亡 10. Lokvitia 经乌克兰中北部 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Melitopo 经乌克兰东南部 扎波罗热州城市 12. Burdiensk 经乌克兰东南部 扎波罗热州城市 13. 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 纳粹德国理论家 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 以战犯身份被判处绞刑 14. Baltic German 指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 德裔居民 15. 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 纳粹德国重要头目 曾担任内政部长和党卫队领袖 被认为对欧洲犹太人 同性恋者 共产党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 负有主要责任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企图与盟军单独购合失败 服毒自杀 16. Hermann Göring 1893-1946 纳粹德国重要头目 曾担任空军总司令 盖世太保首长 国会议长 和普鲁士总理等职务 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 他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 被判绞刑 但在行刑潜伏毒自杀 17. General Government 全称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 简称总督府 指得军所占领的波兰领土中尉 直接与德国合并的部分 18. Pinst 经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城市 19. Homo 经白俄罗斯东南部霍梅尔州城市 20. Reikstamyseriat Ukraine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后 在当地设置的管理政权 21. Ebbweir 一维防御 是存在于1921年至1944年间的 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22. Sachsenielsen 位于德国波兰登堡州 奥拉宁堡的纳粹集中营 在1936至1945年间 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 23. Auschwitz 纳粹德国时期最主要的集中营 和灭绝营 位于金波兰南部小镇奥斯威星 24. Andrei Emeonik 1890至1964 20世纪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中的 军事和政治人物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 梅尔尼克派的领袖 25.日内瓦公约 是1864年至1949年间 在日内瓦缔结的 关于人道对待战争受难者的 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总称 26. Ziklum B 德国化学家弗里茨 哈勃发明的 氢化物化学药剂 原为杀虫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纳粹德国 曾在奥斯威星集中营 使用它进行大屠杀 27. Troniki 波兰东部村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在这里 设立了特洛尼基集中营 28. Ainsatz Greppen 以为特别行动队 是纳粹党卫队中 执行行刑任务的组织 29. Wansi 柏林西南部地名 因1942年1月20日 在此举行的讨论犹太人问题 最终解决方案的 万湖会议而著名 30. Final Solution 德语为Di Anderson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 针对欧洲犹太人的 系统化 种族灭绝计划 31. Bobby Yard 基辅郊区山谷 1941年9月29日 至30日 3.3万多名犹太人 在这里被杀害 32. Kurt Eberhard 1874-1947 纳粹德国党卫军 和陆军军官 他在1945年11月被捕 于1947年9月自杀 33. 西伯来 丽提斯立月第十天 是犹太人一年中 最重要的圣日 信徒们会在当天 全日进食 34. Ion Antonespu 1882-1946 罗马尼亚军人 在1940年 至1944年间 任罗马尼亚总理 是罗马尼亚 事实上的独裁者 他在1946年被枪决 35. Eric Cook 1896-1986 德国纳粹党官员 曾任东普鲁市 纳粹党总管 1928-1945年在任 并在1941年 至1943年间 担任乌克兰总督 36. 上文中 东方工人 Ost Arbiter 一词地缩写 37. Gulag 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 的简称 38. Werewolf 以为狼人 是纳粹德国的 元首总部之一 第23章 胜利者 苏联军队于1943年 11月6日 从撤退的德军手中 夺回了基辅 10年49岁的乌克兰 第一方面军 进入基辅城的部队集群 政治委员尼基塔 赫鲁晓夫中将大喜过望 作为战前乌克兰的 共产党首脑 他对基辅 及其周边地区 十分熟悉 他的进程路线 也是战前他往返 自己乡间别墅时 走的那条路 赫鲁晓夫发现 基辅城中的建筑 几乎没有变化 与1941年 撤退时的苏联人不同 德国人并没有 炸掉这些建筑 然而整座城市 却完全被遗弃了 因为他在前一天 曾下令 炮轰这座城市 以促使德国人 加速撤离 尽管苏联人在1941年 试图炸毁 基辅城中心的歌剧院 他却奇迹般地 幸存了下来 当赫鲁晓夫 在乌克兰共产党 领导人的陪同下 走进这座建筑时 他看到一名男子 高叫着向他跑来 口中喊着 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 我是基辅最后一个 活着的犹太人 赫鲁晓夫努力 让这名男子平静下来 然后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妻子是乌克兰人 男子答道 他把我藏在阁楼上 给我送来食物 并照顾 此时人们开始 从藏身之处走出 几分钟过后 另一名基辅市民 一名留着大胡子的老人 上前拥抱 并亲吻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 当时他受到极大感动 在1941年夏天 许多人只希望 当局的战士打败仗 然而这些战士 在归来时 却成了拯救者 幸存者们的态度 发生了改变 他们把红军战士 不仅当作胜利者 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这种改变 与其说是由于苏联人 在归来后做了什么 不如说是 由于德国人 在占领期间 做了什么 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包括乌克兰知识分子中的 很大一部分 都已经随着德国人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红军将会把乌克兰 其余领土 从德国人的占领下 解放出来 然而直到盟军在1945年5月 取得对德国的最后胜利 苏联人才真正完全地 控制了这些地区 苏联政府将会在1945年6月 画出一条新的乌克兰西部边界 不仅并入了 莫洛托夫 礼宾特洛夫条约中 苏联主张的土地 还并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 属于杰克斯洛伐克的 外卡尔八千地区 这是一种无情的 典型苏联式的胜利者正义 从1941年9月 让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 尼基塔 赫鲁晓夫就一心想着 重返这座城市 1942年春天 红军遏制了德国人 向莫斯科的进军之后不久 赫鲁晓夫就立主 在乌克兰发动一场 旨在夺取乌克兰旧都 哈尔基夫的反攻 并向工业中心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推进 反攻的号角 在1942年5月12日吹响 苏联坦克编队 冲破敌军防线 越过哈尔基夫 进入了左岸乌克兰的草原地区 然而 苏军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时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掉进了德国人的圈套 德军的部队已经合拢 形成了前一年里 让红军吃尽苦头的那种包围圈 赫鲁晓夫要求斯大林停止进攻 却遭到拒绝 此时无论怎样补救 都已无济于事 在一场持续18天的灾难性作战中 苏军损失了28万人 这些人或阵亡 或失踪 或被俘 当斯大林向赫鲁晓夫 问起德国人公开的20万战俘 这个数字是不是谎言时 赫鲁晓夫回答说 数字大体准确 斯大林将这场失利归罪于他 然而当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的提议 拒绝终止那次无望的作战行动时 正好有别的政治局委员在场 只是因为这一点 赫鲁晓夫才逃脱了可能被处决的厄运 对乌克兰的争夺漫长而血腥 1943年2月 红军在斯大林格勒 击败了上百万人的德军及其盟军 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 红军就继续进攻 从德国人手中重夺库尔斯克 比尔格罗德和哈尔基夫 然而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 逢曼施泰因 一发动了反攻 夺回哈尔基夫和比尔格罗德 并击溃了苏军52个师的部队 直到1943年8月23日 在库尔斯克取胜之后 红军才又一次夺回了哈尔基夫 9月8日 苏军在斯大林城 从前的尤兹夫卡 和未来的顿涅茨克上空升起了红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苏军夺取了左岸乌克兰的其余地区 他们的战线长度超过1400千米 将希特勒为阻止苏军攻势 而在右岸乌克兰建立起来的防线东墙 撕开了多个缺口 红军在战场上投入了250万兵力 德军则有125万人 战斗的过程异常激烈 根据保守的统计数字 苏联在这次战役中 死伤人数超过100万 而德军的损失也超过50万人 平民人口的损失同样惊人 然而没有人去进行统计 作为乌克兰被占领区的共产党首脑 赫鲁晓夫深深地涉足 德军后方的游击队建设之中 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 激起了人们的怨恨 愤怒 最终导致了反抗 并驱使人们加入抵抗组织的队伍 城市中出现了众多抵抗团体 而乡村则是大规模游击组织的天然庇护所 他们对占领者发动了长期的消耗战争 生态学士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因素 草原无法为抵抗战士们提供很好的掩护 因此 他们选择基辅以北和切尔尼哥夫地区的林地 沃里尼亚北部的森林和沼泽 以及卡尔巴千山脉的丘陵地区作战 让这些游击者联合在一起的 除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之外 还有他们宣传的乌克兰爱国主义 和对纳粹占领的仇恨 然而 意识形态以及从前的苏联波兰分界线 又让他们分裂 在这条线已稀 游击队组织的领导力量是民族主义者 共产党人则在东部的游击队组织中 占据统治地位 按照常规 共产党游击队的组织者 是苏联的秘密警察 他们从一个被称为 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机构 接受命令和给养 这个机构 受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领导 是莫斯科的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的组成部分 乌克兰游击者最著名的领袖之一 是希迪尔科夫帕克 二 他曾在战前担任一个市政府的长官 科夫帕克早在1918年 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 就有游击队指挥官的经历 并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办的一所 专门训练游击站干部的学校 苏联游击队从1942年年初开始活动 在战线后方和占领政府的各个中心地区 对德军部队发起攻击 随着时间推移 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 红军的向西推进 苏联游击队的人数和活动范围也扩大了 如果说1942年 只有5000名游击战士 到了1944年 他们的人数已经增长了几乎十倍 德国人试图对付日渐高涨的游击运动 游击战不仅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控制构成挑战 也扰乱了通信和给养运输 于是他们开始使用恐怖手段 对当地人群实施统治 其中包括焚毁那些被占领当局认为 受到游击队控制 或被怀疑支持游击队的村庄 当德国人自己的人手不足时 他们开始依靠从当地人群中招募的治安部队 治安部队成员很少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加入 其中有许多还是寻求免于被占领当局迫害 甚至处决的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康子某 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有当地人 因此游击战往往演变成野蛮的仇杀 而游击队员和治安警察的亲属们 则为他们亲人的选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随着战争的天平在1942年 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偏转 越来越多的治安警察转投游击队阵营 有时甚至难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通敌者 还是抵抗战士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许多人在战争期间都发生了角色的转变 夺回基辅之后 赫鲁晓夫立刻投入了对当地的治理工作 将前苏维埃政权控制的领土 重新整合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克兰SSR 并将战前还不受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盘再次纳入 这是一项冗长而艰巨的任务 将会占据它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到了1944年年初 战线已经推进到到蒂涅伯和以西 3月 苏军已经夺回了右岸乌克兰 并越过战前的国界进入了罗马尼亚 10月 红军翻过卡尔巴迁山脉 夺取了外卡尔巴迁地区 官方宣传将这一胜利誉为 重新统一乌克兰国土的最后一步 没有人提到这些土地 也许应该归还给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 毕竟在夺取西乌克兰的战斗中 超过50万名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 在将德国人向西去赶时 我们遭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一宿敌 赫鲁晓夫在讲述1944年至1945年间 他为将西乌克兰重新纳入苏维埃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时 回忆到 苏维埃当局往往将这些民族主义者统称为班德拉分子 因为民族主义反抗行动几乎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 斯杰潘·班德拉的派别全盘主导 班德拉分子逐渐被用来指 任何在班德拉支持者控制的乌克兰反抗军 UPA-3中作战的人员 这个称呼在不止一层意义上具有误导性 首先 并非所有乌克兰反抗军战士 都认同民族主义理念或属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其次 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逮捕之后 班德拉从未回到乌克兰 对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装力量 也没有实质上的控制力 他成了一名象征意义上的领袖 和屠有其名的民族之父 然而 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深陷德国人的监牢之中 随后又作为一名移民生活在联邦德国 乌克兰反抗军 在1944年夏天的巅峰时期 拥有近十万名战士 他们在苏军战线后方作战 扰乱红军的通信 攻击那些远离前线的红军部队 这支军队有一批指挥官 其中最优秀的 莫过于曾担任夜鹰部队长官的罗曼 舒赫维奇 四 与舒赫维奇一样 乌克兰反抗军的许多指挥官 都在作为辅助警察部队成员时 接受过德国人的训练 他们在1943年年初离开了这些部队 却带走了武器 乌克兰反抗军 将德国人视为自己的首要敌人 然而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的作战对象都是波兰反抗军 在沃里尼亚与加利西亚地区 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仇怨由来已久 此时更应对彼此意图的猜疑 越来越强而恶化 终于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 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动 其中包括焚毁村庄和大批屠杀无辜平民 苏联在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取胜后不久 西迪尔 科夫帕克率领的苏联游击队 就进入了沃里尼亚 引发了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冲突 他们从沃里尼亚的一些波兰定居者那里获得支持 因为后者将苏联人视为 共同对抗乌克兰人的潜在盟友 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层是否鼓励过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鼓励过乌克兰人对波兰村庄进行攻击 乌克兰和波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吵不休 可以确信的是 这场种族清洗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波兰人 据估计 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死于波兰人行动的乌克兰人数量 大约在1.5万到3万之间 而波兰死难者的数量则在6万到9万之间 是前者的2到3倍 德国人并未积极地参与到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冲突中 却煽动双方继续厮杀 有时还向双方战斗人员提供武器 即使他们无法控制乡村地区 至少还可以让敌人保持分裂 此外 德国人还受益于乌克兰反抗军对挺进中的红军的作战 乌克兰反抗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 是杀死了苏军的重要指挥官尼古拉 瓦图金 武将军 1944年2月29日 瓦图金结束了与部下的会议 从曾是纳粹德国乌克兰总督辖区首府的里夫涅返回 在途中遭到乌克兰反抗军战士的伏击并受伤 随后在4月中旬于基辅去世 赫鲁晓夫出席了瓦图金的葬礼 并将他的这位朋友安葬在基辅的政务中心 战后 他为瓦图金的纪念碑 响出了一条碑文 乌克兰人民纪念瓦图金将军 赫鲁晓夫相信 这条碑文会激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然而 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员们 却将之视为同一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宣言 赫鲁晓夫直接请示了斯大林 后者同意了他继续原来的方案 这条乌克兰语碑文被刻在了1948年 竖起的瓦图金纪念碑上 这座纪念碑至今仍著立在基辅市中心 成为乌克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众多标志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乌克兰人加入的阵营不止一个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加入了红军一方作战 莫斯科从乌克兰征召的各族士兵 总计超过700万人 每五名或六名苏联士兵中 就有一名是乌克兰人 战争爆发之初被征召的乌克兰人超过350万名 战争进行期间 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乌克兰人被征入伍 许多在德国人的进攻和囚牢中 幸存下来的士兵获得释放 与家人团聚 却在红军重夺他们居住的地区后 很快被迫再次入伍 他们逐渐被称为黑衣军 这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被征后立刻被投入战场 没有正规的制服 没有接受训练 没有弹药 甚至连武器都没有 由于曾生活在德战区 他们被指挥官们 视为叛徒和可牺牲的力量 黑衣军中的大部分人 在期待已久的解放之后不久 就战死在他们家乡的村镇郊外 在将乌克兰人征召入伍 并送上战场这个问题上 苏联人从无疑虑 德国人却长期拒绝 从被自己征服的领土上 补充长备军兵员 不过德国人欢迎他们成为辅助力量 即Hilfe Village 志愿者 简称Hilfe 约有一百万苏联公民 加入了德国人的志愿者辅助部队 其中乌克兰裔和乌克兰居民 约占四分之一 斯大林隔了战役之后 德国人开始遭遇人员短缺 开始改变上述政策 新组建的非德国人部队 直接受海英里希·西姆莱监督 成为西姆莱的野蛮治安力量党卫队 SS 中军事部门党卫军 六的一部分 党卫军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欧洲 民族成员组成的部队 有法国人 瑞典人 俄罗斯人 也有乌克兰人 战争期间 近两万名乌克兰人 在被称为加利西亚式的党卫军 第十四支弹兵师中服役 加利西亚地区的德国总督奥托 逢瓦赫特 七 是建立加利西亚式计划的推动者 作为一名维也纳人 他使用了从前奥地利人 支持乌克兰人打击波兰人的伎俩 在他统治期间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与学校数量出现了增长 其德意志政权在当地禁止政治组织 搜捕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但对乌克兰人的福利 文化乃至学术机构表现出了宽容 这一点与乌克兰其他所有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 瓦赫特相信乌克兰人足够忠诚 可以被唯一武器 然而 在柏林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忠诚度和种族性质持怀疑态度 最终 德国领导层决定将这个师称为加利西亚师 而非乌克兰师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 加利西亚人是从前奥地利的臣民 较之广义的乌克兰人 是一个更文明 更可靠的族群 柏林不仅用从前的俄奥分界线来划分乌克兰人 还沿用从前奥地利人的方式来执行对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政策 加利西亚师只能由加利西亚人组成 其代号和标志都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无关 加利西亚师征召志愿者的计划在1943年4月被宣布 并立刻在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中造成了分裂 班德拉派激烈反对加入加利西亚师 然而班德拉的对手安德里 梅尔尼克上校的支持者们却对之表示支持 包括天主教会主教们在内的主流乌克兰政治领袖们也陷入了分裂 支持成立加利西亚师的人与决定创建他的德国人一样 考虑到的是加利西亚在奥地利人统治期间的历史 在1918年 澳军中的乌克兰军团让乌克兰人得以训练自己的干部 并得到他们后来在独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乌克兰社群中许多人认为历史将会重演 他们中很少有人喜欢德国人对乌克兰人的统治 支持纳粹理念的人则更少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 还对德国人统治下的未来抱有信心的人 更是一个也没有 除了出于实际的算计之外 让乌克兰政治家和德国当局走到一起的 就只剩下他们共同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加入加利西亚师 受到乌克兰主流政治家的支持 并且为乌克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逃往森林地区 加入班德拉派抵抗组织和座等 即将到来的苏联占领之外的选择 因此再将自己的儿子送进这支部队的父母眼中 成为一个不那么糟糕的选择 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后悔 加利西亚师在德国人手中受训 并受德国人指挥 1944年7月 他们在加利西亚城镇布罗德 首次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这是一次洗礼 也是一次葬礼 加利西亚师与另外七个德国师 一起陷入了苏军的包围 德军的损失高达近3.8万人 其中1.7万人被俘 加利西亚师原有近1.1万人 在这一战中几乎被完全消灭 只有约1500人逃出 布罗迪之战标志着加利西亚师 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终结 当年晚些时候 在补充了新的兵员之后 加利西亚师先是被调往斯洛伐克 随后又被调往南斯拉夫同游击队作战 历史的确重演了 然而却是以一场闹剧 如果不是悲剧的话 的形式 1918年身着奥地利军服的乌克兰部队 帮助乌克兰获得独立的故事 已成为记忆中的沉寂 在1944年 让位给乌克兰人佩戴纳粹党标志 镇压其斯拉夫同胞的解放运动这一线时 1944年7月27日 红军重夺了利维夫 夺取这座城市和西乌克兰地区 威尼基塔 赫鲁晓夫和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层 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对利维夫的最大担忧 是这里 可能出现一个像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 效忠的波兰市政府 赫鲁晓夫匆匆赶往这座 被撤退的德国人抛弃的城市 我们担心 一些地方组织可能在此崛起 并反对苏维埃的统治 他在后来回忆到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让我们的人掌管这座城市 这也正是我们做到的 在1944年 利维夫是一座以波兰人为主的城市 处于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的包围之中 他成了斯大林与受到西方同盟国支持的 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争夺的焦点 赫鲁晓夫在利维夫建立起苏维埃行政机构 意味着斯大林不打算满足波兰人 保有这座城市的希望 夺取利维夫之前两天 斯大林就已经强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一个由苏联人创建的后补共产党政府 旨在代替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 的成员们同意了将来的波兰国家边界 这条边界大致基于1939年的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分界线 将利维夫划入了苏联一侧 此前几天赫鲁晓夫寄来的一封信 为斯大林的这一努力提供了帮助 那位乌克兰共产党首脑 不仅希望将利维夫和其他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夫分界线移动的地区 纳入他的共和国 还想取得霍尔姆城 波兰与坐海乌姆 这座城市位于一个乌克兰人 占主导地位的区域 赫鲁晓夫的妻子 尼娜 彼得雷弗娜 库哈尔丘克 八 即来自这一地区 斯大林用赫鲁晓夫的要求 对他的波兰傀儡发出威胁 让对方明白 如果不同意放弃利维夫 他就进而索求霍尔姆 波兰人屈服了 留下了霍尔姆 放弃了他们对加利西亚首府的要求 红军在1944年7月23日 夺取了霍尔姆 这是苏联人在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夫 分界线以西攻下的第一座城市 也成为附庸于莫斯科的波兰政府的 第一个政府所在地 9月 共产党人主导的波兰政府 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 签署了关于新边界和人口交换 以使新的国界不仅成为政治边界 也成为族群边界的协议 这一协议背后的想法很简单 波兰人应该去往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夫 而乌克兰人应该到边界的东面来 为了让未来的边界安定 为了去掉那些少数民族 从而杜绝苏联境内任何民族统一运动的可能性 斯大林不仅急于移动国界 也急于对人群进行迁移 尽管民族主义者们 也打算让战前的国界与族群边界变得一致 斯大林却比他们走得更远 他调整族群边界 来适应自己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国界 1945年2月 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来到雅尔塔 同斯大林商谈战后世界的未来时 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要求 沿着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夫分界线 建立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新边界 两位西方领导人同意了 给业已在进行之中的人口迁移 补上了合法性 斯大林还确保 拥有新的西部边界的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成员 使新的苏联边界变得更加合法 在击败德国并终结欧洲的敌对状态之后 美国 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们 又于1945年夏天参加了波茨坦会议 这次会议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 将从前属于德国的西方土地划归波兰 以补偿波兰在东方的领土损失 莫斯科将超过750万德意志人 从新成立的波兰国家领土上驱逐出去 腾出土地让东部来的波兰人定居 早在红军夺取德国东部土地之前 苏联就开始了将波兰人向西输送的工作 正因如此 在1944年9月 那些居住在利维夫 原本要前往布雷斯牢 波兰宇做弗洛茨瓦夫的波兰公民 才会被临时安置在卢布林附近的 前马伊达内克 九 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才到达位于前德国领土的最终目的地 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地下组织之间的战斗 已经公开化 种族清洗现象也随之出现 因此 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队离开家乡 没什么意见 就算不能保住财产 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仍有一些人拒绝离开 不过这不要紧 斯大林和他的波兰代理人 已经迫不及待要用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争期间 取得的大规模人口驱逐经验 来达成他们创造无少数民族国家的目标 苏联官员把驱逐行动称为遣返 然而被遣返者却是虚构出来的 许多遭到驱逐的人不是返回家乡 而是从家乡被赶走 仅在乌克兰就有约78万波兰人被遣返到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府边界以西 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被迁移到新生波兰 国家境内的人口大约也是这个数目 被驱逐者中包括近十万名 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苏联犹太人 这些人大多数被重新安置在斯大林取得西方领导人 勉强同意后 划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 波兰人和犹太人向西而去 乌克兰人则向多来 从1944年到1946年两年间 有近50万乌克兰人从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府边界以西 被驱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 由于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同谋 或仅仅是有嫌疑 西乌克兰地区有超过18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 被送往西伯利亚和苏联内陆地区 另有7.6万乌克兰人在1947年10月也遭到流放 流放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 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 战争结束之后 很长时间里 这些抵抗者仍在西乌克兰坚持斗争 尼基塔 赫鲁晓夫后来曾声称 斯大林已经准备好 将所有乌克兰人迁往东方 然而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 全体驱逐对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来说 是个可行的选项 只是在规模上要小一些 1947年 在一次代号维斯瓦河的行动中 波兰人从自己的东部边境地区 赶走了仍留在波兰境内的 所有当地乌克兰男女和儿童 共计14万人 并用波兰人取代了他们 他们把这些被驱逐者从家乡赶走 安置到波兰西部和北部的前德国领土上 由于当地人口混杂的族群和宗教状况 波兰乌克兰的边界一度错综复杂 此时却开始变成一条清晰的苏联波兰边界 一侧是波兰人 另一侧是乌克兰人 由于犹太人遭到灭绝 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遭到驱逐 在其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一个多族群地区的乌克兰 也开始成为一个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 共享主导地位的国家 斯大林实行人口大迁移的目的 不是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 而是要打击民族主义 并强化自己对边境地区的控制 他封锁苏联边界的手段 不仅是设立新的界线和边防哨兵 还有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漫长对抗 他把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大门 关得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更紧 甚至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紧 纳粹占领期间的现实 已经粉碎了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 加入欧洲的梦想 德国人带到乌克兰的欧洲 以殖民帝国的面目出现 驱动这个帝国 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则是种族 剥削和灭绝低劣人种 Untermission等概念 苏联人对这种心境的 对西方的失望加以利用 为冷战期间的宣传添砖加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会不断将乌克兰抵抗者 称为德意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以将乌克兰民族主义 与德国法西斯绑定在一起 为抹杀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 苏联当局同样投入了大量精力 1946年3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其代理人 召集了一次乌克兰天主教会特别会议 与会者被迫解散教会 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 这次会议没有主教出席 因为主教们早在一年前 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 苏联就做出了摧毁 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决定 并在三巨头会议所确定的国界内实施 由于此时外卡尔八千地区 尚未正式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一部分 乌克兰天主教会得以在那里 继续存在了三年时间 直到1949年冷战开始时才被取缔 苏联怀疑天主教会在整体上 都受梵蒂冈和西方势力的指使 一切体制上 宗教上和文化上与西方的联系 都必须被切断 由此造成这个长久以来 一直充当天主教西方和东正教东方之间 桥梁的团体的毁灭 短短几年之内 超过五百万名乌克兰天主教徒 成了名义上的东正教徒 到了1945年 通过武力手段获胜的苏联 将其边界深深推进到欧洲中东部腹地 苏联人剽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蓝图 将名义上的乌克兰共和国加以扩展 囊括远属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 各个乌克兰人传统聚居地区 这些领土要求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 构成了新的挑战 1917年革命之后 通过承认乌克兰对往往为 俄罗斯人所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工业中心的主张 苏联当局已经将蒂涅伯乌克兰与苏联绑定在一起 在夺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 归于波兰 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奥兄帝国乌克兰人 聚居地区之后 斯大林又将发展成熟的自治 议会民主 社群和民族自组之传统带进了乌克兰 而这些传统在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 此外 乌克兰的苏维埃当局还要面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威胁 激进民族主义 这种潮流已拥有良好政治组织 和自己的游击武装的乌克兰反抗军委代表 苏维埃乌克兰和苏联对上述新领土的完全纳入 包括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合 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莫斯科还需要将民族主义反抗组织驱入地下 最终消灭他们才能平定这些地区 仅这一过程就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这些地区要实现完全苏维埃化 还必须经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过程 此外还必须向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灌输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然而 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 苏联新获得的这些领土 与欧洲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仍未断绝 苏联边界的西境 让那些此前不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变成了国内的边境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 当局在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 都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政策不同 苏联使用乌克兰这张牌的目的 不仅在于使其对这一地区的占有合法化 还在于在这里实现苏维埃化 莫斯科重拾其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 允许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乌克兰化后加入苏联社会 然而由于对当地骨干群体不抱信任 当局对他们的吸纳进展相当缓慢 因此不得不从乌克兰的中东部地区调来乌克兰人 这拖延了整个地区的完全融合 同时以乌克兰文化换取政治忠诚的做法 也让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慢了下来 这种勉强的乌克兰化 以及前奥兄帝国 以及后来的波兰 境内高度发达的民族动员历史传统 再加上对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记忆 让西乌克兰 尤其是加利西亚 在后来的整个苏联时期 都成为乌克兰民族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中心 1.Eric von Manstein 1887-1973 德国陆军元帅 纳粹德国国防军中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一 2.Cider Kovpec 1887-1967 苏德战争时期 乌克兰抵抗力量的杰出领袖 3.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存在于1942年至1956年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准军事组织 后来成为游击队 曾与纳粹德国 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各方作战 4.Roman Shukavik 1907-1950 乌克兰政治家 军事领袖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 与纳粹合作的夜音部队指挥官 后成为乌克兰反抗军最高司令 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 1950年 他在利维夫附近 遭到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时 开枪自杀 5.Nikolai Vechten 1901-1944 苏联红军大将 曾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 和西南方面军司令 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 库尔斯克会战 蒂涅伯和战役和基辅战役等 他于1944年2月29日 在前线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伏击 重伤去世 6.Wefness 纳粹德国党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 是西姆莱的精锐力量 7.Autovorn Vechten 1901-1949 奥地利律师 纳粹德国政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先后担任克拉克夫地区总督 和加利西亚地区总督 后被任命为法西斯意大利的 德国军事政府首脑 8.Nina Petrovna Karkarkuk 1900-1984 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 尼娜 彼得雷弗娜 赫鲁晓娃的原名 9.Machdenek 经波兰东部城市 卢布林附近的村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为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第五卷 《独立之路》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 1.承认了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 并将之视为创始成员 这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 提高到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自制领 乃至比利时和巴西等主权国家比肩的程度 尽管如此 此时乌克兰距离取得国家独立 与其联合国成员地位的要求相称 还有接近半个世纪的路要走 在这条道路上 乌克兰为瓦解各个帝国 并在帝国的废墟上 创立新的民族国家 做出了贡献 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数量 从1945年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190多个 尽管乌克兰拥有了联合国席位 地位也有了提高 但战争结束之际的乌克兰一片凋毙 从地图上看 乌克兰似乎已经躋身于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之列 其领土增加了超过15 然而这个共和国 实际上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它失去了多达700万人口 占其总人口的15 还多 在剩下的3600万乌克兰人中 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 约700座城镇和2.8万个村庄 已成废墟 乌克兰损失了40 的财富和超过80 的工农业设备 1945年 这个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农业产量 也不过战前水平的40 乌克兰的工业基地 已被苏联的焦土战术 德国人的去工业化 和去城市化政策 以及两军的激烈交战摧毁 在某些地区 乌克兰的建设 甚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 西方的顾问们建议说 修建新厂比 修复旧厂更容易 然而当局决定 重建其在30年代 从为之付出 巨大牺牲的工厂 与从前一样 苏联将重工业 置于优先地位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 其他领域都没有那么紧迫 到了1948年 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战时同盟 已经为莫斯科 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取代 与西方在伊朗 土耳其和希腊的前哨一样 苏联对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控制 也变得岌岌可危 由于苏军 已经部署在西至德国的地区 乌克兰不再像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那样 是一个紧邻西方敌人的 边境共和国 然而其在整个苏联工农业 生产力上的重要性 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一样巨大 为了应对许多人眼中 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 迫在眉睫的冲突 乌克兰必须生产武器 食品和士兵 对乌克兰人而言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枪炮 和少的可怜的黄油 到了1950年 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其经济潜力 但它的农业生产拖了后腿 直到60年代 才重新达到战前水平 重建破碎的经济 重新安置受到震惊和创伤的社会 以及重建党对战争期间 一度落入德国人 及其盟友之首的地区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控制 是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 乌克兰的主旋律 在西乌克兰 也就是那些从前属于波兰 罗马尼亚和杰克斯洛伐克的省份 由于德国入侵之前 苏维埃的统治 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 所谓恢复党的控制 事实上是引入党的控制 这段时间里 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模式 在整个乌克兰范围内得到 重新执行 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不再热衷于实验 斯大林主义在其晚期 显然已经耗尽了革命激情 斯大林及其助手们 所做的大部分政治 社会和文化决策 都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 和针对西方国家的备战 克里姆林宫相信战争 很快就会到来 得影响 扎波罗热的地涅泊和水电战 是战前苏联工业化的巨制之一 也是被苏联政治金字塔顶层人士 赋予高度优先地位的重建项目 苏军在1941年撤退时 曾炸毁扎波罗热水坝的一部分 在1943年 当德国人打算完成苏军的 魏禁工作时 苏联人却挽救了 这座大坝的残留部分 他们的间谍 剪断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线路 大坝和水电站的重建 成为新任扎波罗热地区 共产党首脑 未来的苏联领导人 利昂尼德 伯列日涅夫的工作重点 伯列日涅夫在1946年 来到扎波罗热 发现这座水电站 和那些环绕他修建的工业企业 已成为一片瓦砾 砖块和钢铁的缝隙里 长出了青草 野狗的狂吠声 从很远之外就能听见 周遭除了废墟一无所有 烧焦的树枝上 挂着乌鸦的窝巢 这是伯列日涅夫 对1946年夏天 他参观扎波罗热工业基地时的 第一印象的回忆 在内战之后 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景象 然而当时最令人恐惧的 是那些工厂的死寂 此时 他们却已完全化为瓦砾 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 此时的扎波罗热市 没有电力供应 也没有自来水 超过1000栋公寓楼 74所学校 5家电影院 2所大学和239家店铺 被彻底摧毁 然而 莫斯科将伯列日涅夫 派往扎波罗热的主要目的 并不于重建城市 而是让那座水电站 和被称为 扎波罗热斯塔尔的钢铁厂 重新运转起来 伯列日涅夫 以创记录的时间 完成了任务 1947年3月 扎波罗热水电站开始发电 同年9月 钢铁厂生产出第一批钢材 为了奖励伯列日涅夫的功劳 克里姆林宫在1947年11月 将扎波罗热召回 提升他为临近的 蒂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乌克兰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 共产党的第一把手 伯列日涅夫离开扎波罗热时 此地已经在生产电力和钢材 然而仍是一片废墟 这就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模式 工业企业优先 民众的苦难甚至死亡 则被置之不理 在其首次出版于1978年的 回忆录中 伯列日涅夫提到了 当时城市中的艰难形势 却对乡村的状况不至于此 1946年和1947年 乡村地区再次出现了规模 堪比1932年和1933年的饥荒 近100万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 受灾最重的是乌克兰南部 包括伯列日涅夫领导的 蒂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 和扎波罗热地区 毫不意外 由于他自己身处高位 伯列日涅夫对当局这桩 导致数十万公民饿死的 新罪行监口不严 另一名高官则拒绝保持沉默 他就是当时伯列日涅夫的 上级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通过地下渠道流入西方 并于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版 然而苏联读者 直到八十年代晚期 才能读到它 与之相较 伯列日涅夫的回忆录 在七十年代的印数 就达到近一五百万册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 不仅描述了饥荒的景象 还描述了共和国领导层 在救助受难者时 所表现出的无能 在影响乌克兰人生死的问题上 莫斯科仍是唯一的决策者 正如他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 做出的解释一样 赫鲁晓夫将这场新的乌克兰饥荒 归咎于斯大林 在这件事上 他无疑是找对了目标 1946年夏天 乌克兰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干旱 然而莫斯科当局 仍从被战争和糟糕收成破坏的 乌克兰乡村蒸粮 各个城市的再次工业化 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 此时都需要粮食 斯大林向东欧输粮数 以百万吨计 以使这些地区 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保持运转 为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 赫鲁晓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要求像对城市居民一样 给农民发放佩吉卡 他的请求被置若网闻 此外 更有人开始散布留言 指控赫鲁晓夫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 因为他对他的共和国 及其民众表现出了过度的保护 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宠幸 并遭到降职 尽管他仍保留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 却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位置 他的新上司 乌共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接任者 是拉扎尔 卡纲诺维奇 二十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推行者 和三十年代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 卡纲诺维奇 将自己在乌克兰的新使命 视为加强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新古典主义诗人 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马克西姆 雷利斯基 二 成为卡纲诺维奇的意识形态 政治迫害的主要受害人 他在媒体上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并在1947年秋天被撤职 尽管斯大林很快就将卡纲诺维奇 召回莫斯科 赫鲁晓夫也夺回了他的党内职务 对乌克兰文化界人物的攻击仍在继续 这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安德烈 日丹诺夫 三 发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 日丹诺夫给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 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纯 和向西方献媚等罪名 日丹诺夫发起的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包括俄罗斯讽刺作家米哈伊尔 佐勤科 四 和乌克兰讽刺作家奥斯塔普 为什尼亚 五 作家们在作品中只能描述一种冲突 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 这等于捆住了讽刺作家的手脚 对意识形态意见者的搜寻范围 从作家群体扩大到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群体 在乌克兰 迫害民族主义者的行为 在1951年达到顶峰 这一年 《真理报》对杰出诗人弗拉基米尔 索修拉 六 写于1944年的《爱国诗歌》 热爱乌克兰 Love Ukraine 发动了批判 当局寻求强化对从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 因此 在战争期间 有助于动员乌克兰爱国主义反抗德国侵略的作品 如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苏联将1941年到1945年间的苏德战争 成为伟大的卫国战争 由于苏联政权在战争中没有倒下 并击退了侵略者 因此 这场战争为当局赋予了新的合法性 然而战争同样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版图 让民众获得了革命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力量 莫斯科重建意识形态统一性及中央集权水平的努力 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在乌克兰这样的共和国尤其如此 进入50年代之后很长时间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仍在继续 西乌克兰 尤其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 在战后多年仍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状态 并受到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不同的对待 直到20世纪50年代 乌克兰反抗军仍在加利西亚乡间挑战苏维埃的统治 比东欧其他苏战区 任何武装反抗力量坚持的时间都长得多 在1947年左右 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们改变了战术 将大型部队拆分为不超过50人的小部队 后来又进一步拆分为不超过10人的小组 他们避免与人数优势巨大的苏军 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 保存力量 等待在他们看来 随时可能发生的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新战争 与此同时 这些小规模反抗军部队 仍为苏维埃当局带来麻烦 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代表 攻击国家机器 并破坏当局的农业集体化努力 和当局通过教育系统实施的 对当地的苏维埃化 当局则以镇压手段做出回应 其中包括对数10万被怀疑 支持地下组织的乌克兰人的流放 直到1950年春天 苏联安全部门才追查到乌克兰反抗军总司令罗曼 书赫维奇的下落并将他杀死 另一名指挥官接替了书赫维奇的位置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遭到大面积摧毁 而小谷的地下部队彼此之间也失去了联系 一些反抗队伍设法穿过波兰和杰克斯洛伐克国境来到西方 在联邦德国加入斯杰潘 班德拉领导下的流亡民族主义者群体 1951年 为了搜集情报 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班德拉组织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 轰头回乌克兰 作为回应 苏联加强了对班德拉和其他在德国的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暗杀努力 并在1959年秋天取得成功 一名苏联间谍用一支填充了情话物的喷枪杀死了班德拉 刺客于1961年叛逃到西方 承认了其刺杀班德拉和在1957年刺杀另一名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行为 他在联邦德国法庭上的证词充分证明 杀害流亡者领袖的命令出自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中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无论是真正的 还是仅仅只是受到怀疑的 并非苏联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唯一打击目标 就在这段时间里 苏联犹太人在苏联的敌人名单上进入了前列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清洗行动中 犹太人就是受害者之一 然而直到40年代晚期 他们才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打击目标 这一转折与冷战的开始 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同步发生 此时苏联的犹太公民 开始被怀疑为两面派 与西方站在一边反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1948年1月 苏联犹太人领袖之一 著名演员和艺术指导所罗门 米霍·埃尔斯·七被杀害 当年年底时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 热姆·丘润娜 八被投入了监狱 热姆·丘润娜出生于乌克兰南部 是米霍·埃尔斯的积极支持者 苏联媒体向所谓世界主义者 犹太人的隐语宣战 将许多犹太人 从党的机构和安全机构驱逐出去 乌克兰犹太人成为这场骑士运动的 主要目标之一 1952年 随着许多犹太医生的被捕 这场反游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这些犹太医生与他们的斯拉夫同事们一样 被控谋害包括安德烈 日丹诺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 而事实上日丹诺夫在1948年死于自然原因 直到斯大林去世 这场反游运动才被终结 苏联领导曾为这场运动踩了刹车 并从监狱里释放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医生 然而 反游主义仍在莫斯科 基辅和其他苏联中心城市的权力机关中 阴魂不散 约瑟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 他的去世宣告了苏联历史上 最恐怖的年代的终结 他推行的政策将在接下来数代人的时间内 对其继任者们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产生影响 反游运动正是这些政策的诸多方面之一 去斯大林化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尼基塔 赫鲁晓夫主政时期的重要特征 然而 这位乌克兰共产党前领导人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才能完全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 继而开辟其反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尼基塔 赫鲁晓夫登上苏联权力之巅的历程 始于1949年12月 当时 斯大林将正在利维夫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作战的赫鲁晓夫 召回莫斯科 并将他此前担任过的莫斯科地区 共产党首脑职务交还给他 盛大的斯大林70周年诞辰庆祝活动 在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之后 几天举行 在官方庆典上 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坐在自己身边 而另一边则安排了 从中国来访的贵宾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 赫鲁晓夫很快成为四名最有权力的苏联领导人之一 1953年6月 他策划了对其最危险的竞争者 安全机构首脑拉夫联记贝利亚9的逮捕行动 1955年2月 他除掉了贝利亚曾经的盟友 苏联政府首脑格尔基·马林科夫 1957年6月 他又粉碎了斯大林的前助手 维亚切斯拉夫 莫洛托夫和拉扎尔 卡刚诺维奇的反抗 1958年3月 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首脑 他的成功离不开他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帮助 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党组织 十一 乌克兰共产党就成了全苏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以人口计 因此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最多的票数 赫鲁晓夫慷慨地回报了他的乌克兰代理人 将他们召回了莫斯科 第一个回到莫斯科的是阿列克县基里琴科 十二 他是革命之后第一个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乌克兰人 1957年 基里琴科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和苏联权力第二大的人 赫鲁晓夫的门生们 还包括扎波罗热和蒂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前党委书记 利昂尼德·伯列日涅夫 他成了最高苏维埃主席 也就是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乌克兰党组织的另一个贡献是尼古拉·波德哥尔尼 乌克兰语座米克拉·皮德·霍尔尼 十三 他曾经担任乌共中央的第一书记 在1963年 被赫鲁晓夫提拔进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以上这些人 以及赫鲁晓夫的其他几十名门生 也都将自己的代理人 从乌克兰提拔到中央 斯大林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依赖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干部 赫鲁晓夫依赖的 则是从乌克兰来的人 通过将乌克兰共产党的干部 提拔到莫斯科的实权岗位上 赫鲁晓夫让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成为 俄罗斯共产党 十四 的新搭档以及管理苏联 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政府首脑 这个阶层的成员们 取得了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 也在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决策上 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从1954年1月的 全苏联佩列亚斯拉夫会议 1654 15 300周年庆典开始 乌克兰逐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序列中 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光荣地位 这次会议批准 将哥萨克国 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 党的官方宣传机构 将它歌颂为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 这一口号 只跟于19世纪 俄罗斯帝国那套 罗斯的重新统一话语 它需要专制的俄罗斯国家的努力 和保护才能实现 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 正式批准了一份特别文件 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 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 Thesis on the Tercentenar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with Russia 对这一口号在新形式下的意义 做出了解释 这份文件已将俄罗斯人 视为苏联所有民族的领导力量 这是1945年5月 斯大林在庆祝苏德战争结束的宴会上 驻九时创造的说法 得斯大林主义政策为基础 它将乌克兰人提升为 苏联第二重要的民族 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同的民族 却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缘故 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当局下令为该纪念日 建造一批纪念碑 并用乌克兰与俄罗斯 重新统一300周年这些冗长 而别扭的字眼 为许多机构命名 其中包括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的一所大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这所大学由统领帕夫洛 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创建 其实 俄军已被赶走 乌克兰正处于德国控制之下 最为大方的象征性姿态 则是俄罗斯联邦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 在1954年2月被移交给了乌克兰 此前10年 克里米亚达达人 由于被指控全体与德国人合作 被牵出了克里米亚 尽管官方宣传机构 竭力把克里米亚半岛的移交 描述为两个民族兄弟情义的证明 这一行动的真实原因 却没有那么浪漫 关键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 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之间 被克斥海峡隔开 却通过交通线与乌克兰本土连接在一起 战争 德国的占领和克里米亚达达人 被驱逐等事件 破坏了克里米亚半岛的经济 其重建需要来自乌克兰的帮助 克里米亚在1950年 向国家上缴的粮食 烟草和葡萄数量 分别只有1940年的五分之一 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从俄罗斯联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定居者们 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 对当地经济的重建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当赫鲁晓夫在1953年访问这个半岛时 沮丧的定居者们将他的轿车团团围住 要求得到援助 赫鲁晓夫从克里米亚直奔基辅 开始关于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的谈判 他认为乌克兰有责任帮助这个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地区 也相信乌克兰的农业专家们知道 该如何对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区种出粮食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和莫斯科的同僚 向他提供了支持 到了1954年2月 乌克兰、俄罗斯和全苏联的最高苏维埃 已经签署了移交协议 克里米亚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是乌克兰领土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基于地理和经济考虑 而非出于族群因素的扩张 在克里米亚的120万居民中 俄罗斯人占了71 乌克兰人只有22 新的安排以及来自乌克兰政府的投资和技术 对这个半岛不无弊 从1953年到1956年 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产量增长了一倍 发电量则增长了近60 不过 克里米亚经济的主要增长 发生在下一个十年中 其原因是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修建 这条运河的第一期工程在1963年完成 随着工程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继续推进 这条运河让地涅泊和总水量的30 得以进入克里米亚 灌溉了超过600平方千米的农业用地 此外 运河还成为费奥多西亚 克斥和苏达克的用水来源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秘密讲话 为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命运 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这位新领导人抨击约瑟夫 斯大林掀起的对党员的清洗运动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他并没有提到数百万非党员所受到的迫害 没有提到1932年和1933年的大饥荒 也没有提到对许多民族进行的整体人口迁移 随着赫鲁晓夫讲话启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不断推进 许多乌克兰前领导人 如斯坦尼斯拉夫 科肖尔 弗拉斯 丘巴尔和米克拉 斯克里普尼克 都获得了政治平反 乌克兰的克格勃 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新名字 和乌克兰总检察院 重新审查了近100万件政治恐怖受害者的案件 平反了近30万人 被控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立场 参加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 和与德国人合作等罪名的人 所受的起诉和判决 则仍然有效 不过 仍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 从古拉格系统中被释放出来 那些幸存在世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主教和神父们 也同样获释 这些人一经获释 克格勃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实施了监控 赫鲁晓夫本人也是一名信徒 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 公开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宣布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 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奠定 用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来说 这就意味着生产大量消费品的能力 而当时苏联正处于消费品供应短缺之中 赫鲁晓夫还在党内通过了一份新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 对这一确定了共产主义天堂降临日期的世俗宗教的推动 与对传统宗教进行的斗争同步进行 战后在去思大灵化过程中 赫鲁晓夫对宗教团体实施了新的压迫政策 承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消灭宗教 还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 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 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得以复兴 成千上万的东正教堂 清真寺 犹太会堂和祈祷所遭到关闭 从1960年到1965年 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数量 从8207个下降到4 565个 减少了接近一半 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宗教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当局在加利西亚则更谨慎 不想因为关闭太多教会 而驱使新改宗的东正教信徒们 转头处于地下状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 许多人都明白 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言 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 然而斯大林是恐怖统治的结束 某些类别的政治犯的祸事 以及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 阴暗面的作品都已出版 其中包括曾在1945年至1953年间 沦为古拉格囚犯的《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十六》的作品 等现象都制造出一种 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自由的气氛 在乌克兰 赫鲁晓夫解冻的标志 是在斯大林统治晚期作品 背景的一批作家和艺术家重归公众视野 其中包括乌克兰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 亚历山大 多夫任科 十七 他终于得以结束 自己在莫斯科的流放状态 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工作 在40年代和50年代 批判的诗人马克西姆 雷利斯基和弗拉基米尔 索修拉也重新活跃起来 他们促进了新一代乌克兰诗人的成长 其中包括伊凡 德拉奇 十八 维塔利 科罗迪奇 十九 和利纳 科斯坚科 二十 等60年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 这一代诗人不断寻求突破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化的限制 面对那些感到焦虑的干部 党的新路线 则被包装成像列宁主义原则的回归 这意味着许多东西 其中包括终结对党政机关的清洗 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去中心化 这两项转变都令各地区 和各共和国精英阶层的力量得到增强 乌克兰的干部们 非常欢迎这样的新机遇 各地建立了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委员会 另一项向二十年代政策的回归 这让乌克兰的当权者 掌握了位于本国境内企业的九十 以及全部农业设施 较知他们的前任 此时的当权者们 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大大提高了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 乌克兰的管理者们就变成了当地官员 几乎不再有来自俄罗斯 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官员流入 地方干部们互相之间连接成一种裙带网络 而党机关第一把手的位置 则由他 当时的党机关中很少有女性身影 对其上级的个人忠诚决定 乌克兰共产党的这张网络 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 由此变得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的网络 更加稳定和独立 赫鲁晓夫的改革 促进了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 也让苏联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 他提出的五层廉价公寓 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 建设计划改变了每一座苏联城市的天际线 让数以十万计的市民 得以从临时居所和狭小的社区公寓 搬进配备了暖气 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独立公寓 在赫鲁晓夫时代 尽管大部分国家资源都流向了 对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 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发 乌克兰仍是新的工业增长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地涅泊河上又出现了三座新的水电站 改变了自然的河水流向 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 淹没农田和附近的矿山 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 为生产农业杀虫剂和大众消费品 而建起的化工项目 增强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 却也增加了乌克兰生态系统的压力 乌克兰还深深地参与到 苏联的核计划和太空计划中 这两项计划都是伴随了 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的产物 有况在1648年 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与波兰王室军队之间的 第一次战役发生地附近的 成真若夫纪沃迹被发现并得到开采 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 则兴建于附近的城市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 乌克兰对苏联实现进入太空的突破 同样贡献巨大 作为对这一贡献和乌克兰 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序列中 象征性地位的认可 第一名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的 非俄罗斯宇航员 就是乌克兰人 这名宇航员名叫帕夫洛 伯伯维奇 21出生于基辅地区 他在1962年首次进入太空 并在1974年再次实现太空之旅 可以预见 苏联的太空计划发展和军工项目 并未为民众带来多少福利 反而让他们在20世纪60年 带出濒临饥荒 这次食品短缺的直接原因是 苏联农业生产遭遇了一系列旱灾 这一次 政府不再像1932至1933年间 和1946至1947年间那样 继续出口粮食 而是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 从而避免了重复上述时期的灾难 这一举动成为与斯大林时代 分道扬镳的标志 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 其中 粮食价格提高了七倍 赫鲁晓夫努力减轻农民们的困境 增加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 他还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的自留地削减了一半 认为 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家中的额外劳动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事集体农庄的工作 然而赫鲁晓夫出于善意的政策 没能带来他期待的结果 他继续保留着集体农庄 应该种植什么作物 以及如何种植的决定权 努力推动玉米产量的增长 然而 玉米无法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僚们 所选定的地区生长 最终也没能长出来 赫鲁晓夫试图让农民 获得更多休息时间 却因此削弱了自留地上的农业产出 从1958年到1962年 农民们个人拥有的家畜数量 从200万头下降到1000万头 减少了一半多 旨在增加生产力 提高乡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改革 反而让城市中的农业产品价格飞涨 黄油的价格增长了50 肉类价格则增长了25 50年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记忆中 失去的天堂 而农民们则更喜欢60年代 1964年10月 赫鲁晓夫身边小圈子的成员们 包括他来自乌克兰的门生列昂尼德 伯列日涅夫和尼古拉 波德格尔尼在内 通过一场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为苏联带来改革 却没有多少苏联公民为他说好话 他们反而充分利用赫鲁晓夫的 去斯大林化政策提供的机会 公开对这位被推翻的领袖 和他的经济政策提出抱怨 因为他的经济政策 让商店的货价空空如也 让农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苏联的新领导人们发动政变的部分原因在于 担心赫鲁晓夫会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们 并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决定放慢脚步 废除了地区经济委员会 在莫斯科重建全国性的政府部门 将之作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管理机构 从而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 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不过他们并未触动 处于高位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 由此将农业从斯大林时代的收入来源 变成了一个不断需要新补贴的经济黑洞 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们的生活从来不易 此时也有了小小的改善 然而他们的生产效率并未能提高 此外 新领导人们一直没有恢复农民的自留地份额 而是继续压制农业领域中个人的积极性 与赫鲁晓夫一样 他们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作为官方目标 却又担心私有财产和个人积极性带来的威胁 赫鲁晓夫下台了 接替他成为党的第一把手的 是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列昂尼德·伯列日涅夫 这使得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明天宣传运动逐渐降温 斯大林时代那种对公共讨论的管制也得以恢复 高压政治卷土重来 作为转变的信号 新的领导层逮捕了两名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作家 安德烈 西尼亚夫斯基·22和尤里·丹尼尔·23 并以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起诉他们 逮捕发生在1965年秋 即赫鲁晓夫被解职之后一年 1966年年初 这两名知识分子被分别判处7年和5年苦役 这场审判意味着赫鲁晓夫解冻受终正寝 在乌克兰 逮捕行动始于1965年夏天 比上述事件还要早上几个月 基辅和利维夫的年轻知识分子 在解冻时期开始进行文学和文化活动 如今却成为克格勃的目标 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早期活动 加叶乌亨·斯维尔斯丘克 24 在后来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一场为 年轻的理想主义 对真理和政治的寻觅 以及对官方文学的巨齿 抵抗和反对所驱动 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的运动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 关注乌克兰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 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进行论争 不断挑战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 和重归列宁主义运动所设定的限制 这一点在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第一批萨姆维达夫 Sam V. Def 俄语读作Somistat 以为自行出版 作品之一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Internationalism or Resification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 针对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 第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不久 作者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伊凡 98 25 文章认为 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民族政策 已经脱离了列宁主义方向 成为国际主义的敌人 并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所绑架 当局在政治上越来越僵化 对各种形式的反对 也越来越不能容忍 然而 在乌克兰 赫鲁晓夫解冻却并未随着 第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被捕而结束 并在某些方面 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这一点 至少在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的复兴上 体现得十分明确 这场复兴运动 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 乌共中央第一书记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彼得罗 谢列斯特 26 谢列斯特出身于乌克兰东部 哈尔基夫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20年代加入共产党 与同时代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 米克拉 斯克里普尼克就是其中之一 他不仅获得平反 还在60年代的乌克兰受到纪念 一样 谢列斯特相信自己的主要任务 不是听从莫斯科的命令 而是推进乌克兰的经济发展 并支持乌克兰的文化 此时 俄语给乌克兰语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 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数量就不断下降 而俄语学校学生所占的比例 却从1939年的14升高到1955年的25 在1962年更是超过了30 这样的数据让彼得罗 谢列斯特感到不安 他主导了一场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 建构运动 这种身份认同 以乌克兰在击败德国侵略中做出的贡献 和其在苏联中提高的地位为傲 将对社会主义实验的忠诚 乌克兰本土爱国主义 和对乌克兰历史文化的推崇融为一体 堪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苏维埃身份认同 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 罗马尼亚乃至外卡尔八千地区 形成的民族认同的结合 尽管苏维埃元素在这种身份认同中 仍占据主导地位 却不得不做出调整 在文化上变得比在别的情况下 更有乌克兰色彩 变得更加自信 这一时期 莫斯科的政治局势 与20年代颇有相似之处 让谢列斯特得以回归民族共产主义理念 并在赫鲁晓夫下台后 仍长期保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 与20年代一样 60年代有许多政治派系 参与到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的争夺中 来自乌克兰共产党干部的 支持在莫斯科变得十分重要 当时柏列日涅夫集团正面临 以克格勃前首脑亚历山大 谢列平 27 为首的干部集团的竞争 谢列斯特乐意 已向柏列日涅夫提供支持 来为乌克兰换取有限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权 这一非正式的合作关系 在1972年走向终点 其实柏列日涅夫 已经将谢列平边缘化 决定开始对付谢列斯特 后者在1972年 被调往莫斯科 尽管谢列斯特 仍是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却因他的著作《阿乌克兰》 我们的苏维埃故乡 All Ukraine are Soviet land 而被批判为导向民族主义 因为这本书充满了对乌克兰历史 和乌克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的骄傲之情 柏列日涅夫以他的忠实党与弗拉基米尔 谢尔比茨基 28 替代了谢列斯特 谢尔比茨基来自柏列日涅夫的家乡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派在莫斯科和基辅 排挤了其他乌克兰干部 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越来越牢固 随着谢列斯特离开乌克兰 他的追随者遭到清洗 而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也受到攻击 民族共产主义作品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Internationalism or Recificatio 的作者伊凡 酒吧由于他在1965年的这篇作品 被判五年 劳改外加五年国内流放 米哈伊洛 布莱切夫斯基 29 和其他许多研究1917年之前的乌克兰历史 尤其是民族主义 蒂哥萨克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 被逐出了乌克兰科学院等机构 克格勃补上了他在彼得罗 谢列斯特掌管乌克兰时 无力完成的任务 然而 高压措施所能做的仅限于此 并且总会结束 下一次 当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和乌克兰知识分子 建立起反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时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团结在 重归列宁主义理想的口号之下 1.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指1945年4月到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起草联合国宪章 2. Maxim RYLSKY 1895-1964 乌克兰诗人曾获列宁奖和斯大林奖 3. Andrei Jadonov 1896-1948 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 曾被斯大林主义为其继承人 4. Mikhail Zashchenko 1894-1958 苏联讽刺作家 他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使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广受欢迎 但自1946年日丹诺夫批判后 他的作品不能出版 只能从事翻译工作 5. Ostap Vichnia 1889-1956 原名帕弗洛·胡本科 乌克兰讽刺作家 6. Velodymyr Sochiora 1898-1965 乌克兰抒情诗人 7. Solomon Mikhails 1890-1948 苏联犹太演员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在1948年被斯大林下令暗杀 8. Polina Jamhausena 1897-1970 苏联犹太裔女政治家莫洛托夫之妻 9. Lafrentia Iberia 1899-1953 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 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失败 遭到撤职并被秘密处决 10. Georgi Molenkov 1902-1988 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在斯大林去世后 曾短时间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 并于1953年3月5日至1955年2月8日 期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他在195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并在1961年被开除党籍 11. 1990年之前 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 其地区党务由苏共中央直接负责 12. Alexei Kairi Kanko 1908-1975 苏联政治家 在1957年至1960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3. Nikolai Podgourney Mikola Piederny 1903-1983 乌克兰裔苏联政治家 曾在1957年到1963年间 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65年至1977年间 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4.此集苏共 15.见本书第十章 16. Alexander Solzhenitsyn 1918-2008 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证件者之一 其作品有《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 17. Alexander Dolphjenko 1894-1956 苏联电影编剧制片人和导演 被视为苏联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人之一 和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之一 18. Ivan Dretsch 1936年生 乌克兰诗人 编剧文学评论家和政治家 乌克兰人民运动的创立者之一 19. Vitalia Koratik 1936年生 乌克兰作家 记者 20. Lina Kastanko 1930年生 乌克兰女作家 诗人 1987年 摄斧勤科奖获得者 21. Pavlo Popovic 1930-2009 苏联宇航员 她是苏联第四位和全球第八位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22. Andrei Sinevsky 1925-1997 俄罗斯作家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证件者 23. Yuli Daniel 1925-1988 苏联作家 诗人 翻译家 持不同证件者 24. Yaviyan Sberstyak 1928-2014 乌克兰文学和社会批评家 苏联时期的持不同证件者 25. Yvonne Jubbal 1931年生 乌克兰文学批评家 社会活动家 苏联时期的持不同证件者 曾任乌克兰文化部长 1992-1994年在任 26. Petro Shalast 1908-1996 乌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3-1972年在任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1964-1973年在任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972-1973年在任 27. Alexander Shalepin 1918-1994 苏联政治家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 克格勃首脑 1958-1961年在任 28. Volodymyr Shcherbitsky 1918-1990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政治家 曾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65-1972年在任 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 1972-1989年在任 29. Mikhail Obray Shcherbitsky 都紧紧盯着他们的电视机屏幕 每个频道都在播放一条 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 苏联领导人 众多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以及数以万计的莫斯科人 都聚集在红场上 宋别列昂尼德 一个统治这个超级大国 长达18年的乌克兰人 他身患慢性病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几天前在睡梦中死去 许多从不知有 其他领导人的电视观众 难以相信列昂尼德 伊里奇 博列日涅夫 为了世界和平不知疲倦的战士 这是官方宣传机构 对他的送词 就这样走了 他的老人政治 冻结了苏联社会向上的活力 让所有改变的希望破灭 似乎拥有让时间停止的力量 对此 官方使用的术语是 稳定 很快博列日涅夫时代 就将被人们称为停滞时期 在1966年到1985年的20年间 乌克兰的年度工业增长率 从8.4下降到3.5 而表现 向来不佳的农业的增长率 则从3.2下降到0.5 这还只是官方数字 在一个充斥着虚假报道的时代里 没有太多意义 现实的情况更为严峻 苏联越来越依赖器通过 向海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 获得的硬通货 在70年代初 当苏联和西方的工程师们 还在忙于修建将天然气 从西伯利亚和中亚 送往欧洲的管道时 产自乌克兰达沙瓦 一 和谢别林卡 二 的天然气被运往中欧 而不是国内消费者家中 以换取硬通货 随着这些汽田的枯竭 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天然气进口国 赫鲁晓夫曾向苏联民众承诺 他们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 这一承诺从未变成现实 并已被当局的宣传家们彻底遗忘 苏联人生活水平的下降 有如自由落体 仅仅当世界油价高起时 才会稍微减缓 到伯列人涅夫去世之时 精英阶层和大众中的虚无情绪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种虚无主义 不仅针对共产主义 也针对发达的社会主义 这个词取代了共产主义 成为官方对苏联社会形态的定义 随着伯列人涅夫的灵鹿 被放进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 新开掘的墓穴 克里姆林宫的钟楼爆出下一个时辰 礼炮也齐声名放 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 和新时代的到来 激进的改革尝试 急剧的经济下滑 和强大苏联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都将在这个新时代出现 在这个崩解过程中 乌克兰将走在前列 迎来自己 以及其他那些 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那些站在列宁目前的主席台上 为已故的 伯列日涅夫制导辞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有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 他就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 弗拉基米尔 谢尔比茨基 此时是11月 天气寒冷 然而满头银发的谢尔比茨基 为了表达对伯列日涅夫的敬意 一直没有戴上帽子 谢尔比茨基 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伯列日涅夫的代理人 因此 有理由感到悲伤 在伯列日涅夫意外辞世之前 克里姆林宫内部已有传言说 伯列日涅夫会在即将到来的 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布辞职 将权力移交给谢尔比茨基 以此保证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派 在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中的优势地位 谢尔比茨基 是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本地人 在被调往基辅前 就是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的 共产党首脑 然而伯列日涅夫死在了全会召开之前 新任的党的第一把手 是克格勃前首脑有理 安德罗伯夫三 安德罗伯夫与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派 毫无瓜葛 很快就会对伯列日涅夫的党羽们 展开腐败调查 葬礼之后 谢尔比茨基将会返回乌克兰 在那里韬光养晦 以求平安度过这段叵测的时间 身体状况良好的他 此时才64岁 在政治局成员中算得上是年轻人 他的直接竞争对手们 年龄都比他大 健康状况也不佳 此外 在他执掌乌克兰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时期 谢尔比茨基已经建立起一个 忠于自己的代理人群体 安德罗伯夫于1984年2月4 去世 而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 切尔年科5 于1985年3月病逝 谢尔比茨基活到了他们去世之后 然而此时 他攀上莫斯科权力之巅的机会 已经过去了 由尼基塔 赫鲁晓夫建立 由伯列日涅夫加强的俄罗斯 乌克兰上层之间的合作关系 此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新的苏联领导人米哈耶尔 戈尔巴乔夫 在1985年3月上台 他经历过人 与乌克兰共产党机构 没有任何关联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俄罗斯人 母亲是乌克兰人 他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 北高加索地区长大 从小就对乌克兰民歌耳熟能详 然而他首先是一位苏联爱国者 对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加盟共和国 都没有特别的感情 并将伯列日涅夫的盟友们 在各加盟共和国创建的代理人网络 视为对他的权位 和他上台一时 就启动的改革计划的威胁 那条在此前 30年中不断将乌克兰干部 向莫斯科输送的传送带 很快就停止了运行 戈尔巴乔夫从俄罗斯各地区调来新人 其中包括后来击败他的鲍里斯 叶里钦 6 1986年12月 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自斯大林去世以来 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默契 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 都必须是本地人 且需来自本地第一民族 他将俄罗斯人跟纳基 科尔滨 7 空降到哈萨克斯坦 替换了忠于伯列日涅夫的 哈萨克人丁穆罕默德 科纳耶夫 8 与叶利钦一样 科尔滨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经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工业城市 叶卡捷琳纳堡的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官员 与哈萨克斯坦从无关系 也不曾在那里工作 他的任命让哈萨克学生们走上街头 掀起了苏联战后 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暴动 1986年4月 距基辅不到70英里 约113千米 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在乌克兰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灾难 此后不久 莫斯科的新领导集团 与乌克兰领导层之间的裂痕 就公开化了 提议将核能带到乌克兰的 是乌克兰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而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首脑的 彼得罗·谢列斯特 希望为乌克兰迅速发展的经济 提供新的电力 在60年代努力鼓吹这一方案 1977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时 包括60年代领军人物之一伊凡 德拉奇在内的乌克兰知识分子 都对乌克兰进入核能时代表示欢迎 对德拉奇和其他乌克兰爱国者而言 切尔诺贝利意味着乌克兰向现代化更进了一步 然而 德拉奇和其他热情的核能鼓吹者 没有留意到 这个项目的运行权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 而电站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都来自乌克兰之外 乌克兰从切尔诺贝利获得电力 却对核电站内部事物极无发言权 与苏联其他所有核设施 以及乌克兰大部分工业企业一样 这座核电站归属苏联政府部门管辖 这座核电站与在这里发生的那次事故 都以俄语对附近那座城市的拼写命名 并为世界所知 也就是切尔诺贝利 Cernobyl 俄语 而非乌克兰语的乔尔诺贝利 Cernobyl 乌克兰语座 1986年4月26日 由于一次失败的涡轮机测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 发生了爆炸 直到此时 乌克兰领导人们才突然意识到 他们对自身的命运 以及这个共和国的命运 多么缺乏掌控 一些乌克兰官员被邀请加入中央政府 负责处理事故后果的委员会 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只能听从莫斯科以及莫斯科 派出的现场代表的指令 他们负责组织核电站周围 30千米范围内 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 却不被允许将事故的规模 和他对自己同胞健康的威胁 告知全体乌克兰人 这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 对乌克兰命运掌控权的有限程度 在1986年5月1日早上 变得昭然若揭 这一天发生了风向改变 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风向 转为向南 使辐射云飘向乌克兰首都 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00万人口 而辐射状况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考虑到这一点 乌克兰当局试图说服 莫斯科取消原计划的 国际劳动节游行 却没能成功 5月1日 当党的组织者们 让组成队列的学生和工人 走上基辅大街 准备开始游行时 共和国领导人中 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缺席了 那就是弗拉基米尔 谢尔比茨基 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 第一次在五一节游行时迟到 当他乘坐的豪华轿车 最终出现在基辅的主要街道 和游行的核心路段 赫雷夏蒂克大街时 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发现 谢尔比茨基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他告诉我 要是你搞砸了这次游行 就请直接退党吧 这位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 对他的助手们说 没有人不明白 这句话里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 他是谁 整个国家里只有 一个人有资格威胁 将谢尔比茨基开除出党 那就是米哈耶尔 戈尔巴乔夫 尽管辐射水平正在快速上升 戈尔巴乔夫仍旧命令他的乌克兰下属 照常执行任务 已向全国和全世界显示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 也不会威胁到民众的健康 谢尔比茨基和其他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 却觉得除了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之外 别无选择 游行按原计划举行 他们只能将它从4个小时 缩短到2个小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爆炸 和部分融毁 将约5000万距离的辐射量 释放到大气中 这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 释放出的辐射量 仅在乌克兰就有超过 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受到辐射污染 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 光是反应堆周围的隔离区面积 就达2600平方千米 爆炸发生后 一周之内 有9万多居民从隔离区被疏散出来 其中大部分人 从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 近5万名核电站 建筑工人和运营人员 居住在普里皮亚继承 这座城市至今仍处于遗弃状态 成为一座现代的庞贝城 和苏联最后岁月的纪念碑 在普里皮亚继承中建筑物的墙上 至今仍能看到弗拉基米尔 列宁和共产主义建设者们的肖像 也能看到赞美共产党的口号 在乌克兰 有二三百个定居点 和超过三百万人受到辐射城的直接影响 因依赖地孽薄河和其他河流水源 而受到这场爆炸威胁的人口 则有近3000万 这次事故对乌克兰北部的森林地带 也是一场灾难 这里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定居区域 千百年来 当地居民一直在这里躲避 来自草原的入侵者 现在这些曾让人们免于游牧民族伤害 曾为1932至1933年 大饥荒幸存者提供食物的森林 却变成了毁灭之源 树叶成了辐射源 而辐射这一看不见的敌人 让人无从躲避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 而乌克兰是除了毗邻的白俄罗斯之外 对这场灾难感受最为痛切的地区 辐射影响了从党的领导层成员 到普通大众的每一个人 因此 切尔诺贝利和事故 让乌克兰党内和社会各界 对莫斯科及其政策的不满急剧增长 当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 动员乌克兰人 面对这场灾难的后果 并打扫中央留下的烂摊子时 许多人不禁要问自己 为何他们要拿自己 和自己家人的生命来冒险 他们在餐桌旁抱怨中央的失败政策 向他们信任的人吐露失望情绪 然而乌克兰的作家们不愿保持沉默 在1986年6月的 一次乌克兰作家协会会议上 许多在十年前 曾为何能地道来欢呼的人 开始将他谴责为莫斯科 用来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工具 伊凡 德拉奇是引领这场攻击的人之一 他的儿子是基辅一所医学院的学生 在事故后不久 就被派往切尔诺贝利 没有接受合格的培训 也没有防护设备 并因受到辐射而中毒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 让乌克兰觉醒了 让人们开始思考诸如加盟共和国 与中央的关系 和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 这样的基本问题 并促成了 伯列日涅夫时代的 多年死记之后的 第一场公共大讨论 这个社会正在努力 夺回自己的发言权 六十年代的领军人物 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列 他们中包括作家有理 谢尔巴克 九 谢尔巴克在1987年年末 成立了一个环保团体 后来发展成为绿党 环保运动将乌克兰 视为莫斯科行为的牺牲品 因此成为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 乌克兰最早的 民族动员形式之一 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不仅让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 与他疏远 还让拥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 和充满民族意识的知识阶层 动员起来 反对身为统治上层的前者 结果证明 乌克兰的这两个 彼此冲突的群体 共产党体制内集团 和新生的民主反对派 将会在对莫斯科 统治集团 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中 找到共同利益 米哈耶尔 戈尔巴乔夫在许多方面 都称得上是60年代的领军人物 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赫鲁晓夫的 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 也受到苏联和东欧的 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在60年代宣传的 社会主义改革里面启发 1968年布拉格之春 时 得主要理论加之义 自得涅克 姆利纳日 十一 正是戈尔巴乔夫50年代 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 读书时的室友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顾问们 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 让他变得更有效率 对用户更友好 或者如1968年苏联入侵之前 布拉格人所说 要创造一种 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首先从 加快苏联经济发展着手 这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却强调对现有机构和资源 进行更有效率的利用 然而此时的苏联经济 能加快的只有衰落的速度 正如柏列日涅夫时代的 一个笑话所说 我们曾站在深渊边缘 不过从那以后 我们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加速的话语 很快就让位于改革政策 这要求莫斯科的 各部放弃决策权 并且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 将之转交给各地区 和各加盟共和国 而是交给各个独立的企业 这令中央的官僚机构 和各地的领导人感到头痛 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 政策更让他们寝食难安 如今下层也可以对他们发出批评 并且受到莫斯科媒体的鼓励 改革政策在一开始 让这位新领导人 和他的改革派观点 获得了来自知识分子 和城市知识阶层的支持 这些人已经受够了 伯涅日涅夫时代 对公共生活的控制 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未从社会下层进行政治动员 创造了机遇 在乌克兰 那些60年代和70年代的异议者 刚刚从古拉格系统中 被放出来不久 就成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 和社会气氛的先锋 1988年春 他们建立起改革时期 乌克兰第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 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 12 这个同盟的大部分成员 此前都属于 伯涅日涅夫时代的 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 包括其领导者 在莫斯科接受律师训练的 律师列夫科 卢基扬年科 13 在内 他在监狱里和国内流放中 度过的岁月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 是一个创建于1976年的 持不同政见者组织 以监督苏联政府履行 1975年夏天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所确定的人权义务为己任 如果说赫尔辛基小组 和后来的赫尔辛基同盟的 许多成员 在60年代时 都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期待恢复列宁路线的 民族政策的话 那么1972年 彼得罗 谢列斯特被调离乌克兰 和同期发生的逮捕行动 则让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彻底破灭 赫尔辛基运动 为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 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即人权理念 其中包括个人和民族 在改革时期的头几年 对民族文化 尤其是语言的保护 是夜已被动员起来的 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乌克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大众组织 就是乌克兰语言 保护 协会 这个协会创建于1989年 而到了当年年底 它已经拥有15万会员 乌克兰知识分子们 认为乌克兰民族的根本 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 正在受到威胁 其中语言受到的挑战 尤其突出 根据1989年的普查结果 乌克兰5100万人口中 有73是乌克兰族 然而这部分人中只有88 声称乌克兰语为他们的母语 而将乌克兰语当作常用语言的 更是只有40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城市化进程 当乌克兰人从乡村迁入城市 他们在文化上就被俄罗斯化了 截至80年代 大部分乌克兰城市的人口 仍以乌克兰人为主 像顿涅茨克这样 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城市 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然而 除了位于西乌克兰的利维夫之外 所有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常用语言 都是俄语 乌克兰语言协会 希望逆转这一进程 将那些不常说乌克兰语 却自称乌克兰人 并认为自己的子女 应当说乌克兰语的人 当作首要的宣传目标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到了80年代晚期 苏联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不仅未来不明确 连过去也不明确的国家 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一样 乌克兰人努力尝试恢复被苏联官方史学和宣传掩盖数十年之久的历史 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的历史著作 重新进入了公共空间 应数达到数十万册 成为这场恢复运动的起点 作品得到重映的 还包括20年代的一批作家和诗人 他们是所谓被砍头的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其中许多人没能活过30年代的恐怖时期 与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 记忆协会 14.在乌克兰也成为挖掘大清洗时代 斯大林政权的罪行的领导者 在这一方面 乌克兰知识分子们 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属于他们祖国的故事要讲 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 此前被当局完全掩盖的1932至1933年大饥荒 第二个故事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战士们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行的武装抵抗苏联运动 大饥荒是乌克兰东部记忆的一部分 而民族主义抵抗和暴动则是西乌克兰的特征 然而某一历史叙事想象的复活 却能将东部和西部联合起来 那就是关于哥萨克历史的故事 彼得罗 谢列斯特在1972年被调离之后 当局曾对历史学家和作家群体中 所谓的清哥萨克派进行了一次清洗 将对哥萨克历史的兴趣 等同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 此时 随着官方历史世界观的崩溃 哥萨克神话重回公众视野 没错 正如柏列日念夫的宣传家们所认为的 这一神话的确与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关 乌克兰活动家们 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利西亚和西乌克兰 在1990年夏天组织了一场东径 集对蒂涅伯和下游地区 扎波罗热和哥萨克遗迹的一次大规模朝圣活动 旨在唤醒这个加盟共和国东部地区 民众的乌克兰身份认同 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动员起来 并普及了另一版本的乌克兰历史 与那个在仍旧十分亲共的 南乌克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版本不同 第二年 原本反对这次东晋的当局决定 加入日渐崛起的哥萨克神话潮流 在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 都举办了哥萨克历史纪念活动 却没能收获期待中的政治红利 党和党的信用正在急剧崩溃之中 得有多白痴才会想出改革这个词 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 谢尔比茨基对他的下属们说道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对基辅的访问中要求 经过克格勃筛选的民众 向地方领导层施加压力 谢尔比茨基当时在场 他转向自己的助手 指向自己的脑袋 暗示戈尔巴乔夫头脑混乱 并问道 那他到底还有什么人可依赖呢 1989年9月 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 可以对伯列日涅夫政权 在政治局中的最后遗老 谢尔比茨基本人 发动进攻了 他在档月来到基辅 告知当地共产党领导层 苏共中央政治局 已经表决同意将谢尔比茨基 赶出政治局 于是乌共中央委员会 也别无选择 只能免去谢尔比茨基的 第一书记职务 不到半年 谢尔比茨基选择了自杀 他无法面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 也无法面对他 一生维护的那个政治 和社会体制的终结 在不止一个意义上 1989年都是乌克兰 政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 随着第一次办自由的 苏维埃议会选举 大众政治得以兴起 其次 第一个大众政治组织 人民改革运动 15得以出现 这个被简称为 ROOC运动 的组织的成员数量 在1989年秋天 就达近30万 到1990年年底 又翻了一倍还多 最后 曾被斯大林政权 赶入地下的乌克兰天主教会 也在这一年被合法化 其成员数以百万计 1990年 新的乌克兰议会选举 更是戏剧性地改变了 乌克兰的政治版图 民主派代表们 组成了被称为 人民会议的党团 尽管人民会议的成员 仅占议会代表总数的 四分之一 却改变了乌克兰政治的基调 同年夏天 乌克兰议会追随 波罗的海 诸家盟共和国议会 和俄罗斯议会的脚步 宣布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这次宣言并未确定 乌克兰退出苏联 却将乌克兰法律 置于苏联法律之前 中央无力制止 各加盟共和国 对自己主权的确认 苏联改革之父 戈尔巴乔夫此时 自身难保 共产党上层已经离他而去 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 知识阶层也不再支持他 他的经济改革 让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平衡 让产量数据出现螺旋下降 并让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恶化 共产党巨头们认为 这场改革威胁他们的权利 被他们认为注定失败 并将进一步让他们的地位难保 因此对之十分不满 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们则认为 这场改革还不够激进 实施的也过于缓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相互敌对的群体 将戈尔巴乔夫 继而将整个中央 视为共同的敌人 对主权和最终的 完全独立的追求 成为这些在乌克兰 政治光谱中处于对立的势力 实现合作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原因 乌克兰各个地区 出现了不同的大众动员模式 在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以及 某种程度上的 布科维纳 也就是基于 莫洛托夫 礼宾特洛夫条约 Molotov Ribbon Trump Act 被划归苏联的地区 大众动员模式 更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遭苏联吞并的 波罗的海诸国的模式 在这些地区 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 和知识分子 打着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号 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并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在乌克兰其他地区 共产党中的精英集团 尽管满心疑虑 却仍不肯放弃权力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缘故 他们的继续存在 取决于 他们在共和国议会 和地方议会中 赢得选举的能力 当乌克兰最高苏维埃 选举56岁的 沃里尼亚人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6 为其新主席时 这名新领导人 来自西乌克兰的事实 看上去仍无足轻重 然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让议会在政府体系中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其他分支 到了1990年年底 老谋深算的克拉夫丘克 已经成为乌克兰权力 最大也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他是唯一能与正在兴起的 主要职根于西部地区的 反对运动对话的乌克兰官员 在共产党上层集团中 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这些人谋求乌克兰的政治 和经济自治 被称为持主权立场的 共产党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克拉夫丘克 展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 他在各个议员群体中 游刃有余 操纵议会向取得主权 并最终取得独立的方向前进 克拉夫丘克遭遇的 第一次能力考验 发生在1990年秋天 由于受到立陶宛 在当年3月宣布独立的警示 也由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中 日渐兴起的独立运动 格尔巴乔夫屈服于 来自其政府中强硬派的压力 默许了对民主自由化的反击 在乌克兰 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 通过了一条法律 禁止人们在议会大厦附近示威 并批准逮捕了议会中 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 然而 事态的演变 让共产党强硬派们大吃一惊 1990年10月2日 数十名来自基辅 利维夫和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学生 冲进了基辅城中的十月革命广场 后来的独立广场 又被称为马一当 时期开始绝食抗议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其中包括乌克兰政府总理辞职 以及乌克兰退出新的联盟条约谈判 那是戈尔巴乔夫未挽救苏联而提出的方案 将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面对学生的绝食 当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反应 政府出动了警察以驱散抗议者 基辅市议会却允许抗议继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绝食抗议者增加到150人 当政府组织 其支持者驱赶学生时 近5万名基辅人来到广场上 保护绝食的学生 很快 基辅的所有大学都开始罢课 抗议者们向议会进发 占领了议会大厦前的广场 一方面受到街头抗议的压力 一方面被克拉夫丘克和议会温和派劝说 做出让步 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最终决定让步 他们允许学生在电视上提出自己的诉求 还解除了参与新联盟谈判的政府首脑的职务 这是乌克兰学生和整个乌克兰社会 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90年10月 在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事件 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马一党 第二次 马一党将会出现在2004年 第三次则会在2013年和2014年发生 1991年8月1日 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从基辅飞往莫斯科 以促成乌克兰留在苏联内部 此时乌克兰的政治团体 因目标不同已分为两派 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的少数派 希望完全独立 乌克兰国内的独立呼声 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 日益高涨 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人 想要的则是在一个改革后的联盟中 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尝试用武力阻止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行动 却在1991年年初遭到失败 随后他呼吁用全民公投来决定联盟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公投于1991年3月举行 投票者中有70支持成立一个经过改革的新联盟 戈尔巴乔夫也重启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谈判 谈判对象包括俄罗斯的鲍里斯 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 纳扎尔巴耶夫 试图说服他们组成更松散的联盟 他与这些人于1991年7月下旬达成协议 然而乌克兰却不打算签字 列昂尼德 克拉夫丘克和他的代表团主张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 即由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邦联 而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满足他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对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 布什选择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他的讲话被美国媒体称为软弱的基辅讲话 因为这位美国总统 竟然不愿支持乌克兰民族民主主义派代表们 对独立的追求 布什倾向于让波罗的海诸国独立 但仍将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结为一体 他不愿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一个可靠的伙伴 戈尔巴乔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 此外 苏联出现不受控制的解体的可能性 也让布什和他的顾问们感到担忧 因为这可能导致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 除了俄罗斯之外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土上都有核武器部署 布什在对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中 呼吁他的听众放弃自杀式的民族主义 并避免将自由与独立混为一谈 占多数的共产党人对布什的演讲表示热烈欢迎 而占少数的民主派则感到失望 华盛顿 莫斯科和乌克兰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结成的联盟 对乌克兰的独立构成了巨大障碍 谁也不会想到 就在这个月结束之前 乌克兰议会竟以几乎一致通过的方式 选择了独立 到了11月底 原先担心这个后苏联国家 Post-Soviet State 出现混乱和核战争的白宫 也对这次投票表示了支持 促使乌克兰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改变想法 乃至在后来让整个世界改变想法的 是1991年8月19日 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的反对 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这次政变事实上 在前一天开始于乌克兰 更准确地说 是在克里米亚 当时 戈尔巴乔夫正在此地避暑 8月18日傍晚 政变者出现在位于弗洛斯 18 附近的戈尔巴乔夫的海滨别墅门口 要求他实行军事戒严 戈尔巴乔夫拒绝签字 迫使他们自己采取行动 第二天 政变者们在克格勃首脑 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领导下 宣布全苏联进入紧急状态 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层 拒绝在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措施 然而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 叶利钦截然不同 他们没有对政变提出反对 当克拉夫丘克呼吁乌克兰人民保持冷静时 叶利钦却带领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 并在军队与抗议者之间的第一场流血冲突发生后 迫使军队撤出了莫斯科 政变一方的犹豫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这场政变开始之后不到72小时就结束了 政变者们也遭到逮捕 莫斯科人走上街头 倾注自由战胜了独裁 也倾注俄罗斯战胜了苏联中央政府 格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 却无法夺回他的权利 事实上他已成了另一场政变的牺牲品 这一次的政变领导者是叶利钦 他利用中央的衰弱 开始了俄罗斯接管联盟的过程 叶利钦迫使格尔巴乔夫撤回 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军队 警察和安全部队首脑的命令 并终止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 这让格尔巴乔夫别无选择 只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俄罗斯正在成为联盟的实际控制者 这一意外的转折 让1991年8月之前 仍希望成为联盟一部分的各共和国 对联盟失去了兴趣 此时乌克兰成了脱离联盟的领导力量 1991年8月24日 也就是叶利钦接管联盟政府之后一天 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了投票 鉴于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 为乌克兰带来的致命威胁 也鉴于乌克兰千年以来的国家建构传统 由列夫科 卢基扬年科 古拉格系统中 服刑最长的囚犯 此时的乌克兰议会成员 起草的独立宣言 这样写道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庄重宣布 乌克兰从此独立 投票结果出乎包括卢基扬年科在内的所有人意料 346名代表赞成独立 五人弃权 只有两人反对 1990年春天议会第一次会议以来 一直反对独立的共产党多数派 似乎消失了 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团体 由于没有反对政变 而遭到反对派的抨击 选择了向民族民主主义者靠拢 还将强硬派也一并带了过来 后者感到自己被莫斯科背叛 而且受到叶利钦对党发动的攻击的威胁 当投票结果出现在屏幕上 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议会大厦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 乌克兰终于独立了 卢基扬年科的宣言 在提到乌克兰国家的千年历史时 指的是由基辅罗斯所开创的传统 事实上 他的宣言是20世纪以来 乌克兰人的第四次宣布独立的尝试 第一次于1918年发生在基辅即随后的利维夫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外卡尔巴迁 第三次是在1941年的利维夫 以上的独立尝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 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这一次的结果会有不同吗 答案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揭晓 全民公投定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 与之前确定的第一届乌克兰总统选举在同一天 这次公投将会确认或推翻议会 选择独立的投票结果 公投方案的重要性体现在不止一个方面 在8月24日 这个方案让战议会多数的共产党人中那些 被独立心存疑虑的人选择了投下赞成票 因为他们的投票毕竟还不是最终决定 仍有可能在将来被推翻 此外 公投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脱离联盟 同时又不与中央发生公开冲突的机会 在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3月举行的前一次公投中 约70 乌克兰人选择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联盟内 然而这一次公投将让乌克兰彻底独立出来 戈尔巴乔夫相信 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绝不会超过70 叶利钦却没有这样的信心 1991年8月底 也就是乌克兰议会投票选择独立之后不久 叶利钦就吩咐他的新闻秘书发出一份声明 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 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 叶利钦的新闻秘书暗示 克里米亚和包括顿巴斯产媒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 将成为可能的争议地区 如果乌克兰坚持独立 他将面临被分割的威胁 随后 叶利钦又派出了以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 鲁兹科伊 19 将军为首的高级代表团 以迫使乌克兰扭转立场 然而 乌克兰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让鲁兹科伊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 恐吓没能奏效 而叶利钦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兑现他的威胁 1991年9月 乌克兰进入了一个政治新纪元 六名候选人参选总统 而且这六人在竞选中都支持独立 克拉夫丘克说服克里米亚当局 暂时搁置将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的计划 留待另一次公投来决定 民意调查显示 在所有民族团体和所有地区 独立的支持率都在上升 俄罗斯人和犹太人 是乌克兰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群体 分别有超过一百万人和近五百万人 而这两个团体也都表达了对乌克兰独立想法的支持 在1991年11月 有58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和60的乌克兰犹太人支持独立 少数民族也开始拥护乌克兰的国家路线 他们对莫斯科比对共和国的首都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和疑虑 这是1918年不曾出现的现象 1991年12月1日 各种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都走进投票站 决定他们的命运 面对投票结果 哪怕是最乐观的独立派也感到难以置信 投票率高达84 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 西乌克兰地区走在了前面 加利西亚的吉尔诺布尔州有99 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然而中部 南部乃至东部也并未落后太多 中部的文尼查州 南部的奥德萨州和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的独立支持率 分别高达95 85和83 哪怕是克里米亚 支持独立的选民也超过了半数 塞瓦斯托布尔有57 的人选择独立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独立支持率也有54 当时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66 乌克兰人占25 而不久前刚刚开始返回故乡的克里米亚达达人只占1.5 在中部和东部 许多人既投票选择独立 也支持克拉夫丘克竞选总统 克拉夫丘克在普选中赢得了61 的选票 在除加利西亚之外的所有地区取得多数 加利西亚地区的胜利则归于利维夫地区政府首脑 在古拉格系统中被囚禁多年的维亚切斯拉夫 乔尔诺维尔 二时 乌克兰选择了独立 将其未来托付给一名被许多人认为 既能在乌克兰众多宗教派别和民族之间取得平衡 也能在这个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和独立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的候选人 乌克兰的独立投票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公投的参与者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也改变了世界历史 那些上依附于莫斯科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也因乌克兰而获得解放 1991年12月8日 叶利钦在白俄罗斯被拉为查森林 二十一被一座狩猎屋里与克拉夫丘克会面 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克拉夫丘克签署一份新的联盟条约 克拉夫丘克拒绝了 并将包括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州的公投结果告知叶利钦 叶利钦指的退却 他告诉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 如果乌克兰不打算签字 那么俄罗斯也不会签 叶利钦曾不止一次向美国总统解释说 如果联盟中缺少了乌克兰 俄罗斯就会在数量和选票上被各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压倒 乌克兰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一个联盟如果既没有乌克兰也没有俄罗斯 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别的加盟共和国没有吸引力 于是三位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适克维奇 在贝拉维查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性政治体 即独立国家联合体 简称独联体 中亚各共和国于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 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 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他的辞职讲话 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公元老院22的旗杆上降下 被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代替 基辅选择的国旗则为蓝黄两色 其中不再有对莫斯科与基辅之间关系的象征 不同的乌克兰政治力量 曾在各种情势下进行过四次失败的独立尝试 而今却不仅结成一体 还获得了独立 从此走上自主道路 几个月前 还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帝国已烟消云散 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 从前的共产党上层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义领袖们 携手创造了历史 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掘墓人 现在 他们还需要找到办法 创造一个未来 1.Dash Ava 经乌克兰西部立为福州城镇 2.Sherblinka 位于经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州 3.Yuri Andropov 1914-1984 苏联政治家 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2-1984年在任 4.原文作12月 有误 5.Konstantin Chernenko 1911-1985 苏联政治家 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4-1985 6.Boris Yeltsin 1931-2007 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家 俄罗斯首任总统 1991-1999年在任 7.Jane D. Cobin 1927-1998 苏联政治家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6-1989年在任 8.Dim Moukomet Koneyev 1912-1993 苏联政治家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64-1986年在任 9.Yuri Ischabok 1934年生 乌克兰作家 编剧 政治家 传染病学家 曾任乌克兰环保部长 1991-1992年在任 和乌克兰驻以色列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大使 10.Prog Spring 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 始于1968年1月5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于当年8月20日入侵杰克斯洛伐克 11.Stanak Milinar 1930-1997 杰克斯洛伐克政治家 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是时任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的有力支持者和智囊 12.Ukrainian Helsinki Union 乌克兰共和党的前身 赫尔兴基一词来自1975年37个国家 在芬兰首都赫尔兴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成的赫尔兴基协议 1976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兴基小组 Ukrainian Helsinki Group 和1988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兴基同盟 都主张苏联政府应实现赫尔兴基协议中对人权的保护 13.Levko Lukianenko 1927年生 乌克兰政治家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14.Memorial Society 在多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活动的历史和人权组织 致力于记录和公开苏联时期的历史 同时也关注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权问题 15.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Parastroika 乌克兰右翼政党 宪明乌克兰人民运动 16.Leonid Kravchuk 1934年生 乌克兰首任总统 1991至1994年在任 17.My Don 基辅独立广场的简称 为乌克兰语广场 一词的拉丁字母专写 18.Foros 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镇 19.Alexander Rothschoy 1947年生 俄罗斯政治家 军人 曾任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联邦副总统 1991至1993年在任 他在1993年的莫斯科十月事件中被捕 后于1994年获得大赦 20.Vaya Cheslev Pernovo 1937至1999 乌克兰政治家 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当代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 21.Belavazal Forest 一座比亚沃维扎森林 波兰语座巴尔罗伊藏 横跨波兰和白俄罗斯两国 是欧洲现存唯一的原始森林 1991年12月8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总统 舒适克维奇在此签署协议 宣布解散苏联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2.Senate Building 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建筑 修建于1776年至1787年 最初是俄罗斯帝国的立法机构所在地 现为俄罗斯总统府的办公地点 第26章 独立广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 标志着苏联的正式终结 然而它的解体过程在那一天才刚刚开始 苏联的遗产不仅是凋毙的经济 还有一套社会经济基础结构 还有军队 思想方法 以及被共同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绑在一起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 无论取代这个失落帝国的 是一个由真正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还是一个新版本的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政治体 其结果都不会是理所当然 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 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助手们 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包括说服他们的俄罗斯同侪不要让独联体变成苏联的化身 这并非一事 1991年12月12日 在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之际 鲍里斯 叶利钦对议会发表讲话说 鉴于当今的局势 唯有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 才能让那个在许多个世纪中建立起来 如今却激进丧失的政治 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存续 2014年3月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 叶利钦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 普京对他的前上司的这番话做出了响应 在独联体诞生之初 俄罗斯 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 都有许多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新的主权联盟 然而 就算当时乌克兰有一部分人这样想 他们也没有进入乌克兰议会 因为乌克兰议会 在1991年12月20日 发表了一篇立场相反的声明 因其法律地位 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 受国际法制约束 乌克兰反对将独联体 变成一个拥有自身管辖机关 和行政机关的国家结构的做法 无论叶利钦的意图为何 乌克兰在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并打算利用独联体建立的协商机制 来讨论分手的条件 而不是复婚的条件 俄罗斯将独联体 视为一个重新整合后 苏联时代空间的工具 乌克兰则坚持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 1993年1月 乌克兰拒绝签署独联体宪章 Statute of the Commonwealth 因而没有成为这个他在两年前参与创建的组织的正式成员 这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浮出了水面 乌克兰将在经济方面积极参与独联体的统筹和行动 但在军事方面则不会如此 独联体宪章从未得到乌克兰的签署 在整个90年代期间 基辅方面还多次拒绝与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签署各种共同安保协议 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将来 核武器库控制权以及苏联黑海舰队处置方案等问题上 基辅都与莫斯科有着严重的分歧 乌克兰领导层在早些时候 已经决定以驻扎在乌克兰境内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为基础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 波罗的海诸国要求苏军离开 并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 而乌克兰人却不能这样做 驻扎在乌克兰的部队规模庞大 拥有超过80万名官兵并不打算自愿离开 他们无处可去 因为俄罗斯当时已经被数以十万计 从中东欧地区回归的部队人员的安置问题 搞得焦头烂额 为获取完全的主权 那些中东欧国家正在脱离莫斯科的影响范围 并一去不返 乌克兰领导层把转化苏联军事力量 为乌克兰部队的任务 交给了10年47岁的科斯坦丁 莫洛佐夫 一 将军 他当时是驻扎在乌克兰的一支空军部队的司令 在1991年秋天成为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 莫洛佐夫出生于东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 有一半俄罗斯血统 但他在1991年12月6日 北拉维查会议和独联体成立之前不久 宣誓忠于乌克兰 将自己的命运与乌克兰独立的前景连接在一起 1992年1月3日 第一批苏联军官向独立的乌克兰宣誓效忠 乌克兰对80多万人苏联路上武装力量的接收 在1992年春天全部完成 军官们可以自由选择效忠乌克兰 并留在军中服役 或迁往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地区 驻乌苏军部队中 总计有7.5万俄罗斯人 大约1万名军官拒绝宣誓 选择了退役或调往他国 苏军中的普通士兵和士官各自返回家乡 无论他们来自何处 新兵则都从乌克兰招募 1992年1月 苏联黑海舰队各部也开始宣誓效忠乌克兰 然而 黑海舰队司令伊戈尔卡萨托诺夫 二 上将命令所有人员登船 并离港出海 给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接收 造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在1992年5月 导致了俄乌关系上的第一次主要危机 当年9月 两国总统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达成协议 决定对黑海舰队进行分割 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然而 分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支拥有超过800艘舰艇 和近10万人军人的舰队 一度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俄罗斯在1995年 将舰队中18的舰艇交给乌克兰 却拒绝离开塞瓦斯托波尔 1997年 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 为俄国舰队 包括300多艘舰艇和2.5万名军人 2017年之前 继续在塞瓦斯托波尔驻扎 提供了法律支持 尽管乌克兰在对黑海舰队的争夺中落败 协议却为签署保障乌克兰领土完整的 俄乌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 双方在1997年签署条约 然而俄罗斯议会却花了两年时间 才将之批准 随着这一过程的结束 乌克兰与其俄罗斯邻居 和前帝国主宰的和平分手似乎终于得以完成 到20世纪90年代末 乌克兰已经解决了 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和领土问题 创建了自己的陆军 海军和空军 并在外交和法律上 奠定了加入欧洲政治 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基础 长久以来 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民族和文化大家庭的成员 一直是乌克兰知识分子们心中的梦想 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米哈伊洛 德拉霍马诺夫到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共产主义 领袖米科拉和维利沃一都是如此 1976年 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中 就体现了这样的欧洲观点 我们乌克兰人生活在欧洲 赫尔辛基小组宣言的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乌克兰是联合国的正式创始成员 却未能受邀参加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然而 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仍旧相信苏联在赫尔辛基承诺的人权义务同样适用于乌克兰 因为坚持这样的看法 他们被投入监狱 在古拉格系统中或国内流放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乌克兰在1991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 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就机制上而言 独立意味着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 与其苏维埃历史分道扬镳 也可以对其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 并抵消莫斯科对其前属地依旧拥有的巨大政治 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乌克兰主权的完全实现 与其加入欧洲国家大家庭的追求 紧密地连接了起来 在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任务中 乌克兰精英阶层的政治技巧 乌克兰各地区的统一 以及关于乌克兰与其最大和渊源最深的邻国 俄罗斯之间兄弟关系的苏联时代话语 都将受到考验 1994年1月 在美国的调解下 乌克兰与西方签署了一项协议 成为乌克兰与西方的政治关系 正式开启的标志 根据协议 乌克兰放弃了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 就其前列论 那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器库 同年12月 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向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了和不扩散条约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 尽管基辅有许多人认为放弃核武器不够审慎 2014年 曾在布达佩斯备忘录 Budapest Memorandum 中承诺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俄罗斯 却试图分裂乌克兰 佐证了这些怀疑者的看法 但这一做法 在当时仍可以带来重大利益 曾经拒绝加入和不扩散条约 得乌克兰终结了其在国际上的适时孤立状态 并成为接受美国外援第三多的国家 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 1994年6月 乌克兰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这是欧盟与后苏联国家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 同年 乌克兰成为独联体正式成员和参与成员中 第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NATO 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 三 协议的国家 北约是西方国家在1949年冷战开始之际 为保护西欧不受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 如今却开始改造自身 它开始在机制上与从前的东欧敌手 包括俄罗斯在内 在乌克兰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一个月 俄罗斯也签署了同样的协议 建立沟通桥梁 1997年 乌克兰与北约又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纲领 进一步加深了与北约的合作 并在基辅创建了一座北约情报中心 1998年 乌克兰与欧盟在四年前签署的合作协议生效 情况看起来令人乐观 然而 乌克兰知识分子 关于让乌克兰成为欧洲国家议员的理想 仍面临着巨大障碍 这些障碍大多来自乌克兰自身 与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 在其获得独立之后的头五年 乌克兰遭遇了因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导致的巨大政治危机 并一直忙于解决总统府与议会 这两个诞生于苏联最后岁月的政治动荡中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俄罗斯在1993年9月解决了这一矛盾 当时叶利钦总统命令坦克向俄罗斯议会大厦开炮 俄罗斯副总统和议长也被控煽动反对总统的政变 遭到当局逮捕 叶利钦的顾问们改写了宪法 对议会的权利进行限制 将其变得更像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橡皮图章 而非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乌克兰则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总统与议会之间暴露出来的矛盾 克拉夫丘克总统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在选举中失利 1994年夏天 他与他的继任者前总理列昂尼德 库奇马实现了权利的和平交接 后者曾是一名火箭设计师 并担任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的领导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 乌克兰不仅成功做到了第一次让两名总统职位的竞争者交接权利 还保留了竞争性政治制度 并在法律上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 库奇马总统修改了苏联时期的宪法 但他是在与议会的合作中完成这一任务的 而议会也仍在乌克兰政治进程中保有其重要地位 乌克兰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于其地区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是乌克兰的早期和晚经历史共同留下的遗产 它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 在议会中得以表达 在政治决立场中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 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成为复兴的共产党的根据地 而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 由前古拉格系统囚犯为亚切斯拉夫 乔尔诺维尔领导的人民改革运动中 则有大量来自从前属于奥地利和波兰的西乌克兰地区的议会代表 然而 无论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 其多数地位都是某种联合协议的结果 并必须与难以满足 不愿合作的反对派打交道 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强大到 将另一个团体摧毁或迫使其出局的程度 那段时期的乌克兰民主往往被称为当然的民主 Democracy by default并被证明是一件好事 在后苏联地区 完全出自政治设计的民主难以维持很长时间 前殖民地官员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节 基辅的精英阶层在面对其俄罗斯同侪时也是如此 一开始他们会以俄罗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挑战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才意识到俄罗斯模式在乌克兰行不通 乌克兰与俄罗斯是不同的 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宗教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乌克兰东正教会曾负责苏联地区六十的东正教社区 然而到了1992年 他已经分裂为四个派别 脱离地下状态的希腊天主教徒 仍处于莫斯科管辖下的东正教徒 从属于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基辅牧首区的教徒 最后还有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他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 同样不承认莫斯科的权威 克拉夫丘克总统尝试仿照俄罗斯对莫斯科牧首区的做法 将基辅牧首区转为事实上的国教会 却没能取得成功 库奇马总统的选择则是莫斯科牧首区下属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而他的努力同样遭到失败 在21世纪来临之际 乌克兰的政治舞台仍如其刚刚宣布独立之后那样呈现出多样性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 那也只能是他的差异化程度比从前更甚 最终 各股政治势力不得不接受现实 俄罗斯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都不适用于乌克兰 库奇马总统在2004年 他第二个任期将近结束之际出版的一本书中 对此做出了解释 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 Ukraine is not Russia 乌克兰政治进程的民主性质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其宣布独立后陷入的灾难性经济衰退 民主也往往因此受到指责 跟这种衰退比起来 利昂尼德·伯列日涅夫时期乃至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看上去都像是失去的天堂 从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间 乌克兰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8 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惊人的缩水60 最严重的衰退发生于1994年 这一年的GDP较上一年减少了23 正是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和与欧盟签署第一份协议的那一年 这样的数据看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遭遇的衰退相比 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5 GDP则下降了30 而在严重性上则更有过之 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遭遇了巨大困难 这十年接近尾声之际 近半数乌克兰人表示自己的钱几乎不够买吃的 而生活水平相对舒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到3 这种状况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出生率 乌克兰的死亡率在1991年首次超过出生率 十年后 乌克兰政府进行了独立后首次人口普查 得到的人口数据为4840万 比1989年最后一次苏联人口普查 所得的人口数140万少了300万 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人口对外迁移的源头 为了赚的在国内无法挣到的收入 许多人常年累月在国外工作 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财富的俄罗斯 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地区 另一些人则一去不返 乌克兰犹太人是这些人中的先行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80年代被禁止离开苏联 成为所谓不准离境者 当局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离境签证 将他们从大学开除 不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工作 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而离开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1989年到2006年 超过150万名苏联犹太人 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国家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乌克兰犹太人 从1989年到2001年 乌克兰的总人口下降了约5 而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 则令人震惊地减少了78 从48.73万人下降到10.55万人 PayPal 贝宝 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马克思 列夫琴 4 一家和WhatsApp 瓦茨普 公司共同创始人杨库姆 5 都在这一时期离开了乌克兰 然而犹太人并非唯一希望离开的族群 许多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的成员 同样向外迁移 此外 乌克兰还是来自独联体 其他地区和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国的非法移民的中转站 造成这种急剧经济衰退的原因不胜枚举 苏联经济的崩溃 不仅破坏了连接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纽带 也宣告了苏联军方采购的终结 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 乌克兰在这方面遭到的损失尤为惨重 与俄罗斯不同 乌克兰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来缓和这种打击 此外 挺过了苏联经济崩溃 并成为乌克兰政府预算主要资金来源的乌克兰冶金工业体系 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不得不接受这种宝贵商品不断走高的价格 然而 导致乌克兰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原因在于 乌克兰急需一场经济改革 政府却裹足不前 并继续通过释放信用和发行更多货币的方式 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 通货膨胀不可恶议 在1992年达到了惊人的2500 最终将经济送上了急速下滑的轨道 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年 乌克兰政府不愿放弃 对苏联时期的工农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而这些企业对国家补贴的需求越来越高 当政府最终决定放弃他们时 在议会中却遭到反对 反对者大多是被称为红色主管的大型企业管理者 1995年 议会让六三百个国有企业免于私有化 此时已实现私有化的工业企业数量上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 私有化第一阶段已向全民发行票券的方式实行 红色主管们从这种方式中获益甚多 他们拥有了资产 却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 而缺少投资和重组的私有化 无法振兴乌克兰的经济 到了1999年 近85的乌克兰企业已转为私有 而他们的产值却不足全国工业总产量的65 全国工业企业中有半数处于亏损状态 企业不论大小 最终都落入苏联时代的管理者和在政府中有关系的人手中 这些人维护垄断 限制竞争 让经济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乌克兰需要新的资产所有者和一个新的管理阶层来让经济走出泥潭 一个年轻 富于野心 冷酷无情的商人群体 应运而生 满足了这两种需求 这些人与苏联时期的就是计划经济没有瓜葛 而是在改革时期的经济乱局和20世纪90年代的黑帮斗争中出人头地 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 这些人在乌克兰被称为寡头 寡头们成了私有化第二阶段的主要受益者 这一阶段国有资产的出售价格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 寡头们的财富不仅来自创新和冒险 也来自逢营 贿赂和跻身于红色主管阶层的努力 由于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急剧衰退 野心工业成为90年代和21世纪初乌克兰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 在这段时间 全国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值都来自东部的四个州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扎波罗热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刚才的产地 顿涅茨克集团的首脑李纳特 阿赫梅托夫 6 是新一代钢铁大亨群体之一 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家名为Lox的公司的领导权 而在当局眼中 这家公司兴起于犯罪活动 并与犯罪组织仍有关系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冶金工业资产 则被两名本地商人瓜分 一为与库奇马总统家庭联姻的维克多 平楚克 7 一为乌克兰首家大型私有银行的创立者伊格尔 科罗莫伊斯基 8 其他人同样参与到这场后 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私有化盛宴当中 尽管私有化进程有着腐败 甚至往往是犯罪的色彩 但这场乌克兰经济的寡头化 正好与经济衰退的结束同时发生 新千年一史 乌克兰也进入了快速的经济复苏 不论是好是坏 寡头们都成为这个新的成功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工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进程发生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 1994至2004年在任的任期中 库奇马本人就曾是红色主管中的议员 作为这场最终让寡头们受益的私有化进程的主持者 他也从寡头们那里得到经济和政治支持 1999年 库奇马将自己包装成唯一能击败共产党人的总统候选人 赢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 此时 共产党人正利用经济衰退和困境来谋求重新崛起 并试图对民族民主主义派别进行分化 库奇马的主要右翼对手 人民重建运动领袖维亚切斯拉夫 乔尔诺维尔则在离大选仅有数月时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 在他始于1999年的第二个任期中 库奇马成为新兴寡头群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最高仲裁者 他还尝试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利 并让议会边缘化 然而没能取得想要的效果 乌克兰毕竟不是俄罗斯 2000年秋 反对派领袖乌克兰社会党首脑亚历山大 莫罗兹9公开了库奇马的一名卫士在其办公室取得的秘密录音 让库奇马走上了下坡路 这份录音记录了库奇马与涉及私有花密谋的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易 他的受贿行为和他压制反对派媒体的企图 录音中提到了31岁的记者格尔基·贡加泽 10网络报纸乌克兰真理报 Ukraine's top prevda的创办人 库奇马希望将他抓起来 送往俄军与叛军作战的车臣地区 2000年11月 共加泽的无头尸体在基辅附近的一座森林中被发现 法庭一直未能证实库奇马参与了这起谋杀 但听过那份被公开的录音的人 坚信总统曾命令内政部长对这名记者实施威胁和绑架 这起在乌克兰被称为库奇马们的丑闻 成为乌克兰政局的转折点 他终结了总统府中正在出现的威权主义倾向 并暴露出总统政策中的腐败一面 在其第一个任期 库奇马曾因解决黑海舰队争端 保住克里米亚 说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国界 让乌克兰转向西方 以及实施被拖延已久的私有化等成绩 而受到赞誉 此时 这位总统却被证明 还是一名骗子 甚至可能是杀人犯 包括前民族民主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党人在内的反对派 以乌克兰不要库奇马为口号 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公民们对这场号召取缔政治和经济腐败的运动 做出了积极响应 此时苏联时期的受教育阶层 已被经济崩溃消灭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产阶级 这些人已经厌倦了官员的腐败 对政治活动的镇压 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乌克兰需要改变 库奇马挺过了录音丑闻的直接打击 但已无力阻止各种政治活动的兴起 领导库奇马政府反对者的新生力量 不是像苏联时期那样来自政治体制之外 而是来自内部 那些希望终结政府腐败 改善乌克兰与西方之间 因库奇马们而受损的关系 并启动加入欧盟计划的人 将维克多、尤仙科、十二奉为他们的领袖 尤仙科十年47岁 相貌英俊曾担任政府总理 他来自东北部农业地区 与乌克兰东部那些政治和经济集团之间没有瓜葛 维克多、尤仙科曾在经济复苏之初主持过经济工作 在其1999年12月至2001年5月的短暂总理任期内 尤仙科与他的副总理尤利亚、季莫申科 十三堵住了让寡头们得以逃税的漏洞 他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负 让乌克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走出了阴影 并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增长 这反过来又让尤仙科政府有能力支付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 在尤仙科的监管下 乌克兰的GDP停止了下滑 在2000年实现了6的强劲增长 而同期的工业产值也增加了12 在接下来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种增长态势还将继续 尤仙科在酷奇马门事件期间被解职 随即成为我们的乌克兰党的领袖 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 我们的乌克兰党赢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选票 当年9月初 在选举中领先的尤仙科突患重病 由于诊断结果不明确 尤仙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于是他的助手们将他送往维也纳的一家诊所 维也纳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这为我们的乌克兰党候选人的病情系被人下毒所致 这种毒药十分特别 是一种只有几个国家生产的二恶因14 正确的诊断挽救了尤仙科的生命 尽管面容被毒药破坏 还需要依赖大量服用药物来减轻剧痛 尤仙科仍然回到了竞选的道路上 并获得了更多支持 2004年10月底 乌克兰公民们走向投票站 从24名总统候选人中选择自己的总统 尤仙科的得票数处于领先 亚努科维奇则紧随其后 两人都赢得了近40的选票 并进入了第二轮投票 那些未能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们 大多都选择支持尤仙科 11月21日 第二轮投票结束后 独立的出口民调显示 尤仙科占据明显优势 赢得了53的民众选票 而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只有44 然而 当受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 公布官方计票结果时 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瞠目结舌 根据官方结果 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为49.5 超过尤仙科的46.9 这是官方舞弊造成的结果 根据从亚努科为其竞选团队成员之间的电话讨论中截获的信息 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动了手脚 篡改了发往基辅的选举结果数据 尤仙科的支持者们被激怒了 约20万基辅人来到马一当 基辅的独立广场对选举舞弊提出抗议 这成为橙色革命的开端 齐名的自尤仙科竞选阵营官方所使用的代表色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 抗议者不断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赶来 让抗议集会的参加人数膨胀到50万 电视台的摄像机将独立广场上的抗议画面传遍了全世界 让欧洲的观众自己发现了乌克兰 让他们第一次不是仅仅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地图上的遥远角落 这些画面清楚地证明 乌克兰民众想要自由和公正 欧洲和整个世界不能袖手旁观 在选民的支持下 欧洲政治家们介入了乌克兰危机 在其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关键的人物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 克瓦西涅夫斯基15 他说服库奇马总统支持宪法法院的决定 官方的选举结果因舞弊而无效 2004年12月26日 乌克兰人在两个月内第三次走向投票站选举他们的新总统 不出预料 尤先科赢得了52的选票 超过亚努科维奇的44 这个结果也接近第二轮选举中的独立出口民调数据 橙色革命如愿以偿 然而这位总统是否能兑现革命的承诺 打败裙带资本主义 将这个国家从腐败中解放出来 让他跟欧洲走得更近呢 尤先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他的乌克兰变革之路要借助欧盟来实现 尤先科总统将外交政策置于优先地位 并曾向他的一名助手透露说 加入欧盟是值得一生努力的目标 乌克兰的外交官们竭力将橙色革命为乌克兰在西方带来的正面形象转化为资本 打算赶上欧盟扩大化这趟列车 这是因为2004年欧盟吸纳了10个新成员国 其中有7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 然而乌克兰太迟了 列车已经离战 尽管欧洲议会在2005年1月投票批准与乌克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并将考虑在未来将其吸纳为成员 在扩大化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欧盟委员会却更加谨慎 欧盟委员会没有对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 而是向他提供了一份加强合作的方案 历史的火车头没有将刚刚经历橙色革命的乌克兰 像其一些西面邻居一样带进欧盟 这有几个原因 而其中一些超出了基辅所能控制的范围 德国和欧盟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对已经发生的扩大化 将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怀有一律 雪上加霜的是 他们还对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地位提出了质疑 然而 乌克兰未能加入欧洲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主要原因 来自乌克兰自身 后橙色革命时代的乌克兰国内矛盾重重 政府的政策既有重大成功 也有惊人的失败 新政府结束了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 并赋予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 在经济方面 乌克兰的表现比可能的预期还要好 从2000年到2008年 尽管乌克兰经济受到全球衰退的冲击 其GDP仍然增长了一倍 达到4000亿美元 并超过了1990年 苏联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的水平 然而 就生活和经商环境而言 有限科政府 没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地方 对猖獗的腐败现象 几乎无能为力 首先 尤先科阵营在2004年同意的宪法修改 虽然取消了舞弊的大选结果 却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根据亚努科为其支持者们所要求 并为尤先科所接受的宪法修正案 总理不再由总统任命 而是由议会选举产生 从此总理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 无论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足够的权力 来独自推行改革 而尤先科在与他曾经的革命盟友 此时的总理尤利亚 纪莫申科取得共识的问题上也举步维艰 在尤先科任期结束的2010年年初 乌克兰已经弥漫着对他的执政的失望情绪 他与纪莫申科之间的对立 让乌克兰政坛变成了一出无休无止的肥皂剧 也损害了乌克兰的改革和加入欧盟的誓言 总统努力普及1932至1933年 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记忆 并大力颂扬与苏联政权作斗争的乌克兰反抗军战士 希望以此建立一种强大的乌克兰国家认同 却未能将这些努力转化为选举中的普遍支持 这种历史记忆的政治实际上让乌克兰社会陷入了分裂 尤仙科向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斯杰潘 班德拉追受乌克兰英雄称号的行为尤其引起争议 班德拉事件不仅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也在基辅和利维夫的自由派知识阶层中 引发了强烈的负面反应 并在乌克兰和他的欧洲友人之间造成了隔阂 当时的观察员们认为 尤仙科的确打算将乌克兰带入欧洲 然而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 仍滞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而非21世纪初 不光是乌克兰 整个后苏联地区都没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他们仍在努力实现从帝国臣仆 到独立国家的转变 而中欧国家早在近一个世纪前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快 乌克兰就陷入了一场危机 这场危机将让我们回想起 19世纪的许多问题 会引发外国的干预 战争 领土兼并 乃至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想法 他会考验乌克兰保持独立的决心 也会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提出挑战 1. Kastiantin Morozov 1944年生 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 1991-1993年在任 2. Igor Kazetanov 苏联及俄罗斯海军将领 退役时为俄罗斯海军第一副司令 3. Partnership for Peace 1994年1月 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 通过了与中欧 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方案 4. Max Levchin 1975年生 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 网络支付公司PayPal 贝宝的创始人之一 5. Jan Kohn 1976年生 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 通信软件公司WhatsApp 瓦斯普的创始人之一 6. Renat Akhmatov 1966年生 乌克兰商人 寡头 乌克兰SCM控股集团创始人和主席 7. Victor Pinhook 1960年生 乌克兰商人 慈善家 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 8. Igor Komajsky 1963年生 乌克兰犹太商业寡头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前州长 9. Alexander Moros 1944年生 乌克兰政治家 乌克兰社会党创始人之一 曾两度担任乌克兰议长 1994-1998 2006-2007年再任 10. Heori Agonets 1969-2000 格鲁吉亚裔乌克兰记者 他于2000年9月16日被绑架失踪 同年11月 警方在基辅州的一座森林中 发现疑似他的无头尸体 是为供家责案 时任总统库奇马 涉嫌因录音丑闻而指使这起事件 11.原文中作九月 有误 12. Viktor Yushenko 1954年生 乌克兰前总理 1999-2001年再任 前总统 2005-2010年再任 2004年-2005年年初 乌克兰成色革命领袖 13. Yulia Timashenko 1960年生 乌克兰女政治家 商人 前总理 2005-2007-2010年再任 他是乌克兰成色革命的领袖之一 14. Dioxin 一类有机化核物的简称 有线科体内验出的二鹰为 四绿双本环二鹰 TCDD 15. Alexander Krasniewski 1954年生 波兰政治家 前总统 1995-2005年再任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2014年2月20日清晨 博赫丹 索尔查尼克 Bodan Soknik 搭乘火车 从利维夫来到基辅 他是一名28岁的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 和新锐诗人 在利维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任教 并正在华沙大学的一名导师指导下 写作一篇关于选举实践的博士论文 索尔查尼克在2月的这个寒冷冬日 踏上了基辅火车站的地面 但他履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 此时 基辅没有举行选举 却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 在2008年写下诗歌 我的革命在何方 Where is my revolution 时 索尔查尼克就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他在诗中 吐露了他这一代人 对橙色革命在2004年许下 却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情绪 此时的乌克兰 已经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 2013年11月下旬 数十万人再次涌上基辅街头 要求改革 要求终止政府腐败 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索尔查尼克感到 他应该与基辅的抗议者们站在一起 2月20日 是他第四次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 也会成为他的最后一次 抵达基辅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索尔查尼克和其他数十人丧生于狙击手枪口之下 索尔查尼克的死亡 将让他成为神圣百人中的一员 事实上 在2014年1月到2月 被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100人 这场屠杀抹去了22年来 乌克兰政治大体上的非暴力色彩 并在乌克兰历史上 翻开了戏剧性的新一页 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时 以和平方式赢得了民主 在1991年12月 以选票赢得了独立 然而此时 他们都陷入了 不仅需要言语和游行 还需要武器来保卫的境地 导致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 遭到大规模屠杀的诸多事件 发端于2010年2月 维克多亚努科维奇 2004年独立广场抗议行动的主要目标 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 这位新总统上台一时 就着手改变政治游戏规则 他的理想 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威权政府 因此 他竭力将尽可能多的权力 集中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 他强迫议会取消了2004年修正案 将更多权力赋予总统府 由此修改了宪法 随后 在2011年夏天 他主导了一场审判 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 前总理尤利亚 寂寞深刻投入了监狱 罪名是他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 有害于乌克兰经济的天然气协议 在将权力集中于己 并让政治反对派陷入沉默或退缩之后 亚努科维奇与他任命的官员 开始专注于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富有 短短时间内 亚努科维奇 他的家族成员和他的党羽手中 就积聚起巨额的财富 将多至700亿美元的资金 汇入国外账户 由此威胁到乌克兰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到了2013年秋 乌克兰已经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 随着反对派遭到镇压或收编 乌克兰社会再度将希望系于欧洲 在维克多 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 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议 Association Agreement展开了谈判 协议内容包括 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 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 乌克兰人的希望在于 协议一旦签署 就能挽救和加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 对反对派的权利提供保护 并将欧洲的商业标准引入乌克兰 以制约发源于国家权利金字塔最顶端的猖獗腐败现象 一些寡头对总统及其团伙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恐惧 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因此对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表示支持 大型企业也希望能进入欧洲市场 而且他们还担心 一旦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 自己就会被俄罗斯竞争者吞噬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协议定于2013年11月28日 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署 然而 就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星期 乌克兰政府突然改变了方向 提出推迟签署联系国协议 亚努科维奇来到了维尔纽斯 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 如果说欧洲领导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的话 那么许多乌克兰人感受到的 则是愤怒 政府违背了7亿年来许下的承诺 让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美好愿望 受到挫折 那些在马一当扎营抗议的男男女女 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情绪 他们大多是年轻人 在政府宣布拒绝签署协议后 于11月21日傍晚来到这座广场 亚努科维奇的助手们 试图尽快结束抗议 以免引发一场新的橙色革命 11月30日夜间 防暴警察对在马一当扎营的学生 发动了野蛮的攻击 乌克兰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径 第二天 超过50万基辅人 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的学生的父母和亲友 涌入基辅市中心 将马一当级周边地区 变成了一个不受腐败政府 及其警察力量控制的自由亡国 这场运动一开始 只是加入欧洲的呼吁 如今却演变为一场尊严革命 它将各种彼此其异的政治力量 从主流政党中的自由派到激进派 乃至民族主义者 联合起来 2014年1月中旬 在为时数周的和平抗议之后 流血冲突开始爆发 冲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佣的暴徒 另一方是抗议者 暴力于2月18日达到高峰 在三天内造成77人死亡 其中有9名警察 68名抗议者 屠杀在乌克兰和整个国际社会 都引发了巨大震动 招致国际制裁的可能性 迫使乌克兰议员们 把对总统报复的恐惧抛在一边 许多议员担心制裁 同样会损及自己的利益 通过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决议 议会站在了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 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辅市中心 这迫使亚努科维奇于2月21日夜间 逃离了革命的基辅 马一当上一片欢腾 暴君已经逃跑 革命已经胜利 乌克兰议会投票 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 任命了代总统 并组建了一个 由反对派领袖们领导的 新临时政府 基辅发生的抗议 是由外交政策问题 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动员 这并不寻常 也让政治观察员们感到震惊 抗议者们希望与欧洲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并反对乌克兰 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俄罗斯主导乌克兰的想法 是独立广场上 发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他从2000年就开始领导俄罗斯政府 先是作为总统 然后作为总理 接着再次成为总统 曾在公开谈话中 将苏联的解体定性为 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在他于2012年 重返总统办公室之前 普京曾宣称 重新整合后 苏联空间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与1991年时一样 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 就将是不完整的 普京在2004年和2010年的 乌克兰总统选举中 都支持亚努科维奇 他希望后者能加入 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那是未来更全面的 后苏联国家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基础 亚努科维奇对俄罗斯做出了妥协 将俄罗斯在塞瓦斯托布尔海军基地的 租期延长了25年 但他并不急于加入任何 由俄罗斯主导的联盟 相反 为了抵消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野心 亚努科维奇慢慢地倒向与欧盟的联合 并准备签署协议 然而他的尝试没有成功 俄罗斯在2013年夏天做出回应 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争 并将本国市场对部分乌克兰商品关闭 俄罗斯在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的努力中 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 胡萝卜包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 以使资金匮乏腐败从生的乌克兰政府 免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 第一笔钱 在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之后 汇入乌克兰 然而独立广场 马一当 上的抗议让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计划 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后来进行了一次调查称 那些在独立广场上开枪的狙击手 打死了对立双方的数十名人员 并最终导致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2月26日夜 也就是四天之后 一群身着无标石军装的人 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的控制权 据说 在他们的保护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下 一位亲俄党派的领袖成为克里米亚的新总理 该党在前一次议会选举中仅获得四的选票 随后 俄军与行动之前 至少一周就从俄罗斯联邦潜入克里米亚的雇佣兵 和哥萨克部队一道 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配合下 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他们的基地内 当乌克兰新政府正忙于控制此前 忠于亚努科维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际 克里米亚的新政府仓促组织了一次 决定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 新政府切断了乌克兰电视频道的信号 阻止乌克兰报纸向订户投递 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进行大肆宣传 公投的反对者 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克里米亚达达人 遭到恐吓或绑架 2014年3月中旬 克里米亚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 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新统一 这场公投的结果 让人想起伯列日涅夫时代的投票 那个时代公布出来的投票率高达99 而支持官方候选人的票数 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 组织者声称 这一次有97 那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官员上报的轻额选票数量 甚至高达注册选民人数的123 克里米亚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为83 但根据俄罗斯总统府下辖的人权委员会的说法 只有不足4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 3月18日 也就是公投之后两天 普京号召俄罗斯议员们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以实现历史的正义 此举可以部分弥补 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带来的损失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并不承认这次公投 却对之无能为力 由于国家仍处于尊严革命的政治混乱 所造成的分裂之中 乌克兰政府不愿冒战争的风险 所以下令让其军队从半岛撤离 俄罗斯联邦的军队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曾在车臣长期作战 并在2008年执行了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战争 而乌军多年来一直资金不足 也没有战争经验 无法与前者抗衡 此外 基辅还忙于阻止莫斯科 在乌克兰国内其他地区制造的动荡 克里姆林宫要求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 其内容包括每个地区 都拥有对中央政府签署国际协议的否决权 俄罗斯想要的不仅是克里米亚 它还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操纵 力图阻止乌克兰向欧洲靠拢 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 作为从前属于苏联 现今属于乌克兰的铁锈地带 一 得一部分顿巴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 才能维持其日博西山的煤矿产业 该地区的主要中心顿涅茨克是 唯一一座俄罗斯人口站相对多数的乌克兰大城市 其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达48 许多顿巴斯居民仍对苏联理念和符号怀有感情 还保留着象征当地苏联身份认同的列宁纪念碑 尊严革命期间 乌克兰中部的列宁纪念碑大部分被夷为平地 正是通过对其掌控的乌克兰东部选区的动员 通过对东部与中部更不用说西部之间的语言 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强调 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才对以上台并维持权力 亚努科维奇政府声称东部占统治地位的俄语 正受到来自基辅的威胁 而当地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 据称他因西乌克兰那些乌克兰反抗军的赞扬者处于危险之中 语言上的分裂和历史上的对立 的确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造成了芥蒂 然而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 将这一分歧夸大 使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上的重要性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2014年4月 许多准军事部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 到了5月 这些部队已经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中心城镇 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 利用其残存的政治关系和丰富的财政资源 在自己的家乡制造动荡 这位流亡总统雇佣的团伙 对支持基辅新政府的人发动攻击 而腐败的警察则向这些团伙 提供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 当地上层也参与进来 为首的是乌克兰的巨富寡头里纳特 阿赫梅托夫 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是他的生意伙伴 他们的目的在于 以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分别对应顿巴斯工业地区的两个州 为名将顿巴斯变成自己的领地 以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基辅的革命性变革的打击 然而他们失算了 到了五月底 他们对当地的控制权 已经落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和当地激进分子之手 而这些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头的革命 与基辅的情况一样 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 然而不同的是 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 而不是欧洲身上 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 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 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 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 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 并将他们的斗争 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乌克兰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 顿巴斯陷入了混乱 而俄国人还在哈尔基夫和奥德萨施加影响 这让乌克兰社会再次动员起来 包括许多曾参与过独立广场抗议的人在内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军队和新组建的志愿部队 向俄罗斯主导的东部叛军开战 由于政府只能为士兵们提供武器 乌克兰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 他们四处募捐购买积养并送往前线 乌克兰社会负担起了乌克兰国家无法履行的责任 根据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的数据 从2014年1月到3月 乌克兰成年人口中支持独立的比例 从84上升到90 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口比例 则从2014年1月的时下降到同年9月的5 即便是在顿巴斯地区 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家乡 是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 从2014年4月到9月 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支持顿巴斯独立 或加入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的比例 从不足30上升到超过40 但从未达到多数 这种状况让大部分亲欧乌克兰人 怀有保住这些领土的希望 但也表明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将会多么困难 乌克兰选民们在201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 展示出了他们的政治团结 在第一轮投票中 就将彼得罗·波罗申科2 选为总统 49岁的波罗申科 是乌克兰最显赫的商人之一 曾经积极参与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 随着推翻亚努科为奇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结束 乌克兰终于可以开始应对公开的和潜藏的侵略活动 7月初 乌克兰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大胜 解放了斯拉维扬斯克 3.这座城市曾被著名的俄国指挥官 前军事情报机构中校伊格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 4.作为自己的总部所在地 为了阻止乌军的前进 俄罗斯人铤而走险 开始向反政府军提供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新装备 8月中旬 分裂主义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处于溃败边缘之际 莫斯科加强了进攻力度 将正规军与雇佣军一道派上了战场 克里姆林宫让这两个自立的共和国免于崩溃 却没能实现原先那个建立新俄罗斯的计划 计划中的新俄罗斯是一个东制顿涅茨克 西制奥德萨 由俄罗斯控制的政治体 将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路上通道 此外 俄罗斯也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强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 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领土 也拒绝放弃其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西方的目标 俄罗斯则拒绝任由乌克兰脱离其势力范围 而西方虽然关注国际边界受到的威胁 却在何谓遏制俄国人的最佳策略问题上陷入了分歧 这一切让乌克兰东部的战争 变成了一场结局遥遥无期的漫长冲突 截至2015年春末 顿巴斯地区的战士已经夺去了近700人的生命 并造成超过1.5万人受伤 逃离家园的人数则多达近200万 此外 随着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顿巴斯地区共和国 逐渐进入风动冲突 5.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困境 约400万人被困在这片无主之地上 为了融入欧洲的前景 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 也许是的 然而 在当下的这场冲突中 受到威胁的是乌克兰及其大部分民众 与欧盟所共享的价值观 民主 人权和法治 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 除此之外 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和乌克兰民众 自由选择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也面临危机 许多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的人民 一直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激励下 追求自己的和民族的自由 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 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 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 然而 它在这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希望 也在不断增加 乌克兰人民的创造性和决心 是这种希望的最大前提 2015年下 乌克兰经济发展部发布了一个 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乌克兰宣传片 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 农业在宣传片中得到了强调 乌克兰拥有的肥沃黑土 占全球总量的33 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 然而 乌克兰的智力资源更令人印象深刻 乌克兰全国的十字率当前已达到惊人的99.7 可能是全球教育水平第四高的国家 每一年 乌克兰的高等院校都培养出64万名毕业生 其中13万人主修工程学 1.6万人主修信息技术 5000人主修航空航天技术 这令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区的软件工程中心 对乌克兰而言 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 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 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 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因这场冲突而同样陷入疑问的 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 其中包括历史 族群 语言和文化等因素 在乌克兰政治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 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自不同族群 说不同的语言 尽管往往可以自由切换 属于不同的教会 居住在各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地区 这样一个国家 不仅要抵抗一个军事上 强大得多的宗主帝国的进攻 还要抵抗后者 对所有说俄语或信仰东正教的人 提出的忠诚要求 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俄罗斯想要以语言 地区和族群边界来影响乌克兰 尽管这种策略在部分地区起了作用 但乌克兰社会主体 仍旧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 乌克兰人是一个行政和政治上 统一的多语言 多文化国家 这一理念从乌克兰遍布荆棘 甚至往往是悲剧性的 内部分裂历史的教训中得来 其基础则是乌克兰的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 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共存传统 1. Rust Belt 只曾经工业繁盛后来陷入衰落的地区 2. Petro Poroshenko 1965年生 乌克兰企业家 总统 2014年至今再任 3. Sloviansk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 4. Igor Gherkin 1970年生 常被称为斯特利尔科夫 Igor Strokov 以为射手伊格尔 俄罗斯格鲁乌 GRU 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退役中校 他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和顿巴斯人民军指挥官 5. Frozen Conflict 指活跃的武装冲突已经平息 却尚未达成合约或政治解决框架的局势 结语 历史的意义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胜利日 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 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 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桥制大厅 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 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 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 三天之后 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 一 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 在乌克兰看来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 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 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 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 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 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 他指责乌克兰当局默示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 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 普京声称 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 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 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 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 他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 也被用来卫队国际法 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 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 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 但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 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 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 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 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 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 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 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设计其中 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 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 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 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 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 18世纪晚期 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病吞 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 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 新俄罗斯 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 浮出水面的 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 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 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 背后那些理论家 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 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 和在克里米亚达达人 诺盖达达人和扎波罗热戈萨克人的故乡 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 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 在将塞瓦斯托布尔视为 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 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修辞是一个直跟于1853至1856年间 克里米亚战争 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 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 他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 在保卫塞瓦斯托布尔时 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以及创立奥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 这两座城市 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 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 可以上诉到苏俄与德国签署 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条约 1918年3月 当时 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 创建了多个国家 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 和顿涅茨克 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 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 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 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 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 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 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 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 他们的这个新国家 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 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 保持扩张心态 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 然而 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 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其关于 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 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 这场解体 才是乌克兰危机 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 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 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 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 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 根据这种历史叙事 唯一血统纯正因而 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 就是帝国 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 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 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 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 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 达达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 2014年5月 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 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达达人 被迁移70周年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 前身的老路 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 他们仍对之依恋不舍 苏联的崩溃 让俄罗斯精英阶层 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同心 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 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耶尔 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 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 所导致的偶然事件 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 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 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 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 以及为原著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 所做的辩护宣传 是在保护俄裔居民 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 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乃至俄罗斯民族性化等号的观念 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 俄罗斯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 存在一个问题 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 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 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 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 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 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 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 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 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 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他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 可以上诉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 并诞生于俄罗斯 而非罗斯万成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 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 纳布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 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 二、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 并加以传播 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 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 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 1917年革命之后 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 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 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 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里面 对乌克兰人而言 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 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 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 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 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 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 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 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 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 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 2015年3月18日 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 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转向这样一种观念 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 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 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 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 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实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 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 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 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 构成了重大挑战 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 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 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 视为自己的核心 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 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 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 社府秦科的俄语作品 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 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 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 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 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 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 俄罗斯的举动 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 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 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时期 而调查对象中仅有五 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 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 也是乌克兰人 此外 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 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 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 乌克兰是我的祖国 俄语是我的母语 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 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 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Facebook上写道 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 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 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 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 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 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 乌克兰中部西数草原和南部甘草原之间的分界线 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 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 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至18世纪间推至地涅薄河 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 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 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 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元统治的外卡尔巴迁和钱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克维纳 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 此外 曾由波兰统治的蒂涅伯和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 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至19世纪间 俄罗斯帝国在极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 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 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 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 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伯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 而南乌克兰省份米克拉伊夫在族群构成 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 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 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 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 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 经济和政治交汇地区连成的网络 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坠在一起 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 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 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 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 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 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 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动 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 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 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 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 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 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 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 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 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 在这样的语境下 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 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 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力等 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 按照这种逻辑 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 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 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 传统当中 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 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 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 但同样真实的是 许多世纪以来 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 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 哪一套历史经验 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 爱恨交织的关系呢 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 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 旷日持久 始于19世纪 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 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另一种则是俄罗斯为一种 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 当下 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 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 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 清西方的色彩 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 作为一个国家 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 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 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 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 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 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 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 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 可以学会共存 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 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 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 Hybridity 著称 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 然而 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 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 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 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 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 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 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 在某些时候 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 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 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 2014年1月到同年9月 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 从80下降到不足50 同年11月 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 在2013年11月 这一比例仅为39 2014年4月 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到了当年11月 这一比例已超过50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 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 战争的冲击 失败的耻辱 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 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 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 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 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 19世纪初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范日尔曼理念的兴起 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激发法国人 波兰人 塞尔维亚人 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 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 被羞辱 战伤累累的乌克兰 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在顿巴斯引发战争 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 这不仅在乌克兰 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 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 乌克兰的未来 东欧 西欧 俄罗斯 欧盟 关系的未来 继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 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一 见本书第26章 二 见本书第12章 致谢 我要感谢吉尔 以瑞姆为我的手稿找到了一个优秀出版社 感谢拉拉 海默特热情而勇敢地接受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挑战 也要感谢他的基本图书出版社团队 尤其是罗杰 拉布里 是他们让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我要感谢米洛斯拉夫 尤尔克维奇为首稿编辑了不同版本 感谢我的妻子奥莱娜对本书的批评和最终的支持 感谢弗拉基米尔 库里克和罗曼 普罗齐克纠正书中那些不应出现的错误 感谢我的研究生 梅根 邓肯 史密斯在我的课程欧洲的边境 1500年后的乌克兰中的出色助教工作 我正是在这一课程中 对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检验 我要感谢在2014年秋季学期中 选修这门课程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 他们的课堂问题 邮件 以及在课程网站上的提问和评论 都让他们对本书有所贡献 最后 我还要感谢在我漫长的历史学家和教师生涯中 帮助我弄明白 本书应该和不应该讨论哪些问题的每一个人 本书的任何瑕疵 无疑都不是他们的责任 附录A 大事年表 世界史 约公元前45000年 人类到达欧洲南部 约45000-43000 BC狩猎猛马的尼安德特人 在乌克兰修建他们的居所 约42000-4万BC多脑河 与地涅泊河之间地区的人类 驯化了马匹 约4500-3000 BC掌握了泥塑和彩陶技术的库库特尼 特里波里 新石器文化诸部落 在多脑河与地涅泊河之间地区定居 世界史 约公元前3500年 苏梅尔人迁移到美索布达米亚 1300-750 BC小说中 蛮王柯南的故国 新美里安王国在乌克兰南部黑海大草原上建立统治 750-250BC斯基泰骑兵将新美里安人赶出这片地区 750-500BC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建立起贸易殖民地 在希腊人的想象中 诸如亚马逊女战士之类的神话人物生活在北方的乌克兰草原上 世界史 公元前753年 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时期 512BC波斯的大流氏大地穿过黑海大草原 试图击败斯基泰人的军队没有成功 约485-425BC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 希罗多德认为 斯基泰部落和斯基泰人分属不同的阶层 其中包括斯基泰王族和农业斯基泰人 后者是灵草混交的边境地区的定居部族 250BC250AD萨尔玛提亚人 从斯基泰人手中夺取了这片草原 1-100AD罗马人在希腊殖民地建立统治 斯特拉波江顿和视为欧洲的东部边界 将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划入欧亚分界线的欧洲一侧 世界史 约公元30年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250-375哥特人 击败萨尔玛提亚人 在乌克兰地区建立统治 375-650迁徙时期 凶人 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 穿过黑海大草原 约551历史学家 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 这两个斯拉夫人部落的活动地区 确定为多脑河与地孽伯河之间 同一世纪早些时候 安特人因攻击罗马帝国而建筑史册 650-900哈扎尔汉国 从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人部落中 收取共赴 世界史 800年 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罗马皇帝 838西方文献中 首次提到罗斯维京人 860罗斯人 首次从黑海北岸 进攻军事坦丁堡 950拜占庭皇帝 军事坦丁 七世波妃 洛吉尼都斯 计数了与罗斯人的贸易 以及既被用于贸易 也被用于战争的地孽伯河 黑海通道 971拜占庭皇帝约翰 齐米斯基斯 在多脑河上会见基辅大公司 维亚托斯拉夫 协商拜占庭与罗斯之间的停战问题 989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 围困克里米亚的拜占庭 要塞克松尼索斯 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 并宣布其个人和国家都皈依基督教 1037基辅大公智者 亚罗斯拉夫完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 这座教堂是罗斯都主教座堂 也是罗斯第一座图书馆所在地 世界史 1054年 基督教会在罗马与军事坦丁堡之间分裂 1054基辅大公智者亚罗斯拉夫去世 他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欧洲的岳父 因为他将自己的女儿 分别嫁给了许多欧洲王室成员 他的去世标志着基辅罗斯解体的开端 1113-125王宫弗拉基米尔 默诺马赫 暂时恢复了基辅罗斯的统一 他推动了中世纪乌克兰历史的主要记载来源 古编年史的写作 1187-1189一名基辅编年史作者 首次使用乌克兰语词 描述东至佩列亚斯拉夫 西至加利西亚的草原边境地区 世界史 1215年 英格兰国王约翰颁布大宪章 1238-1264 曾被教皇加冕的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王公丹尼洛 通过挑拨东方的金仗汉国 与西方的波兰和匈牙利等王国对立 取得对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他是立为夫城的建立者 1240蒙古军队攻陷基辅 乌克兰进入金仗汉国的势力范围 1241-1261匈牙利国王 夺取外卡尔八千地区 1299-1325罗斯都主教 将其驻地从被蒙古人摧毁的基辅 迁往克里亚迹马河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随后又迁往莫斯科 加利西亚则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都主教区 1340-1392强盛一时的 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分裂 加利西亚归于波兰 而沃里尼亚和地涅伯河地区 归于立陶宛大宫 世界史 1347年 黑死并肆虐欧洲 1359立陶宛和罗斯的军队 在悉尼沃迪河之战中 挑战金仗汉国对乌克兰草原的统治 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 1386立陶宛大公约 盖拉迎娶波兰女王 亚德维加 这是立陶宛社会上层 改宗天主教的开端 也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 逐步实现统一的开端 1430-1478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 乌克兰及白俄罗斯 精英阶层反抗大公国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歧视政策 1492乌克兰哥萨克人 首次鉴于历史记载 1514立陶宛大公国和莫斯科大公国 争夺前基辅罗斯地区期间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在奥尔沙之战中击败莫斯科军队 世界史 1517年 马丁·卢德发表95条论纲 1569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之间 通过卢布林联合创建波兰立陶宛联邦 通过联合 波兰建立起对乌克兰的统治 而立陶宛则保有白俄罗斯 两个东斯拉夫人地区之间出现了第一条行政边界 1581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 《圣经》全一本在奥斯特里贺出版 1590-1638哥萨克人 在哥萨克叛乱时期 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1596通过布列斯特联合 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的一部分 归于罗马教廷 这使联合教会 后来的希腊礼天主教会 从东正教会分裂出来 直至今日 1632-1646基辅都主教彼得 墨西拉创建基辅学院 后来的基辅墨西拉学院 按照天主教皇教改革的原则 改革自己的教会 并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东正教 政教信条 1639法国工程师和制图家 纪姚姆 勒瓦瑟德 勃普朗汇制出他的第一份乌克兰地图 这份地图反映了当时乌克兰草原 边境地区的肯直状况 世界史 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署 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1648哥萨克军官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发动反抗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起义 起义导致波兰地主被驱逐 犹太人被屠杀 并创造了一个被称为 酋长国迪哥萨克国家 1654哥萨克军官们 承认莫斯科沙皇的宗主权 引发莫斯科与华沙 对乌克兰控制权的漫长争夺 1667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 将乌克兰严帝涅伯和一分为二 分别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 这引发了由同龄彼得罗 多罗申科率领 反抗两大强国的哥萨克起义 1672-1699奥斯曼人 统治右岸乌克兰 1674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士们 出版了《略要》 这部历史文献将基辅置于 罗斯军权和罗斯民族的中心位置 呼吁东斯拉夫人在宗教 王朝和民族上统一起来 以应对来自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1685基辅独主郊区 脱离军事坦丁堡墓首的管辖 归于莫斯科墓首管辖区 1708因俄罗斯人对哥萨克权力的侵害 哥萨克统领伊凡 马泽帕起兵反抗彼得一事 与率军来袭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结盟 1709 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获胜 导致哥萨克统领一职的废除 以及哥萨克国自治权的削减 世界史 1721年 尼斯塔德条约 1的签署 让俄国成为欧洲强国 1727至1734哥萨克统领一职 暂时恢复 丹尼洛 阿波斯托尔担任统领 1740年代 犹太拉比以色列 本 埃利泽 更常见的称谓是巴尔 谢姆 托夫 在波多里亚城镇梅德日比日 聚集学生和追随者 教授 哈希迪教义 1764至1780 作为俄罗斯女皇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央集权改革的一部分 哥萨克国被废除 1768波兰贵族的巴尔同盟及海达马基 二 农民起义 在右岸乌克兰地区 引发对联合教会信徒和犹太人的屠杀 1775 俄国在1768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取胜 随后废除了地涅博和下游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1783 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世界史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72至1795波兰被瓜分 加利西亚归于哈布斯堡帝国 又按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归于俄罗斯帝国 1791叶卡捷琳娜二世 创建犹太人定居范围 禁止从前居住在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 迁入俄国腹地 乌克兰成为定居范围的一部分 1792俄罗斯帝国 再次赢得对奥斯曼人的战争 巩固了对乌克兰南部的控制 1798波尔塔瓦贵族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出版作品 埃内伊达 这是第一部用近代乌克兰语创作的诗歌 催生了近代乌克兰文学 1812乌克兰哥萨克人加入俄罗斯帝国军队 对拿破仑作战 1818第一部乌克兰语语法著作出版 1819迅速兴起的城市奥德萨成为自由港 吸引来新的商业和新的定居者 1830波兰人的起义导致波兰地主阶层与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农民忠诚的争夺 1834沙皇尼古拉一世创建基辅大学 从此俄国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为俄罗斯帝国认同的堡垒 1840艺术家及诗人塔拉斯 摄斧琴科出版诗集科布扎尔 他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1847米科拉 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出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 在宣言中他呼吁创建一个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斯拉夫联邦 世界史1848年革命 1848民族之春 三动摇了哈布斯堡帝国 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兴起 乌克兰人以罗塞尼亚最高一会为核心团结起来 帝国当局决定解放农牧 19世纪50年代 加利西亚出现石油开采工业 将德罗霍贝奇地区变成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油田之一 1854英国 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 围困了塞瓦斯托波尔 并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 修建了乌克兰国土上第一条铁路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 失去了其黑海舰队 世界史 1861年 美国内战爆发 1861俄罗斯帝国对农牧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改革 改变了乌克兰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局面 1863受到新一轮波兰起义 和全俄罗斯民族出现分裂风险的警醒 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彼得 瓦鲁耶夫 发布了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 1870威尔士实业家约翰 詹姆斯 修斯抵达南乌克兰 在此建立其冶金工厂 这成为顿涅茨和工业盆地兴起 和俄罗斯劳工移民 流入乌克兰的开端 1876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签署 埃姆斯上誉 对乌克兰语的使用实行进一步限制 基辅大学的年轻历史学教授 米哈伊洛 德拉霍马诺夫移居瑞士 在那里为乌克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 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19世纪90年代 对土地的渴求加快了 澳属乌克兰地区农民 向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速度 也导致越来越多的 俄属乌克兰地区农民 向北高加索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迁移 1900哈尔基夫的律师米克拉 米可诺夫斯基 阐述了乌克兰政治独立的理念 加利西亚也出现了类似思潮 1905俄罗斯帝国发生的革命 终结了对使用乌克兰语的禁令 并使政党的创建成为可能 革命浪潮导致俄罗斯国家主义 和反游迫害的兴起 肖洛姆 阿兰汉姆离开基辅前往纽约 世界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帝国 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战场 1917俄国君主制的崩溃 让乌克兰国家的创建成为可能 建国的领导群体 是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中的社会主义者 1918至1920俄署和奥署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政府宣布独立 但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 这两个更强大的邻国的战争中失败 20世纪20年代 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时代 1921至1923苏俄 波兰 罗马尼亚和杰克斯洛伐克 瓜分了乌克兰地区 1927至1929布尔什维克当局 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 集体化和文化革命 这些政策旨在对经济和社会 进行共产主义改造 世界史 1929年 黑色星期五引发美国大萧条 1932至1933 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饥荒 近400万乌克兰人被饿死 这场饥荒在今天被称为霍洛多摩尔 1934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 皮尔拉基 这成为乌克兰社会对波兰统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以及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兴起的征兆 1937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达到顶峰 在大清洗中 数十万人被处死 上百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系统劳改营 世界史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的签署 导致苏联对此前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 属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的占领 此前属于杰克斯洛伐克的 外卡尔八千地区的乌克兰活动家们 宣布了一次短命的独立 随后这一地区归于匈牙利 1941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导致乌克兰被德国和罗马尼亚占领 并成为大屠杀的主要发生地之一 数百万不同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丧生 1943 苏维埃重归乌克兰 重建了共产主义统治 并在西乌克兰地区 开启了苏联安全部队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武装之间的漫长战争 1944克里米亚达达人 被控与德国人合作 从克里米亚被驱逐到中亚地区 1945亚尔塔会议为新的波兰 乌克兰边界赋予了国际合法性 史利维夫归于乌克兰 并让乌克兰得以成为联合国成员 同年晚些时候 莫斯科迫使布拉格政府 同意将外卡尔八千地区 划归苏维埃乌克兰 1946乌克兰希腊里天主教会被废除 其领袖们被控遵循梵蒂蒂冈的反共政策 并与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世界史 1948年 冷战揭幕 1953四大林的去世 终结了正在兴起的反友主义运动 也终结了对被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的 乌克兰文化人物的迫害 1954在尼基塔 赫鲁晓夫的主导下 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被划归乌克兰 以促进这一半岛地区的经济复苏 这是因为克里米亚的复苏 有赖于乌克兰大陆地区提供资源 1956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启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阶层 成为俄罗斯领导集团统治苏联的助力 1964尼基塔 赫鲁晓夫被推翻 终结了当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让步 斯大林时代晚期的政治原则得以部分恢复 20世纪70年代 苏联进入停滞时期 其特征为经济增长放缓 社会问题增加 1975至1981受到赫尔辛基决议鼓舞 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保卫人权而组织起来 赫尔辛基小组的许多成员被克格勃逮捕 并被投入监狱 1985米哈耶尔戈尔巴乔夫上台 启动旨在改善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6切尔诺贝利和事故 让人们开始追问中央政府在这场环境灾难中的责任 并导致苏维埃乌克兰第一个大众政党绿党的形成 1990第一次竞争性的乌克兰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议会反对派 该议会在同年宣布乌克兰是苏联内部的一个主权国家 世界史 1991年 苏联解体 1991在莫斯科的一次失败政变之后 乌克兰12月1日的独立公投对苏联造成了致命遗击 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效仿乌克兰脱离了苏联 1994在乌克兰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共同承诺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996新宪宪法保障民主化自由 在总统府和议会之间实行奋权 使议会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1997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边界协议 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乌克兰则将塞瓦斯托布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 2004对政府腐败和俄罗斯干涉乌克兰选举进程的广泛抗议 引发了民主化的橙色革命 以总统维克多 有先科为首的持改革立场的亲西方政府得以上台 2008-2009乌克兰表达了加入欧盟的意愿 申请参加北约成员行动计划 并成为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成员 2013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贸易战争 迫使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政府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 在乌克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这些抗议后来被称为欧洲独立广场运动 Euromidon和尊严革命 2014基辅街头的抗议变得暴力化 乌克兰议会罢免了总统亚努科维奇 俄罗斯则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 将军队和吉仰送入顿巴斯地区 由此发动对乌克兰的混合战 2015俄乌冲突造成了冷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东西方关系危机 1.Peace of Nistad 俄国与瑞典于1721年9月10日 在芬兰西南部的尼斯塔德签署的合约 2.Hayda Miki 指18世纪中又按乌克兰地区 反对波兰统治的农民叛军 3.Spring of Nations 1848年革命的别称 Furbi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 赫尔吉 奥列格 奥列赫 约912年在位 英格瓦 伊赫尔 伊戈尔 约945年在位 奥利哈 奥利加 赫尔加 约945至962年在位 斯维亚托斯拉夫 962至972年在位 亚罗布尔克 972至980年在位 弗拉基米尔大帝 980至1015年在位 厄棍 斯维亚托波尔克 1015至1019年在位 智者 亚罗斯拉夫 1019至1054年在位 加利西亚 波里尼亚公国诸统治者 1199至1340 罗曼大帝 1199至1205年在位 哈利奇的丹尼洛 1205至1264年在位 列夫仪式 1264至1301年在位 尤里仪式 1301至1308年在位 安德里和列夫二世 1308至1325年在位 柏莱斯瓦夫 尤里二世 1325至1340年在位 宗教和文化领袖 1580至1648 伊凡 费多罗夫 约1525至1583 1581年奥斯特里赫版 《圣经》的出版者 康斯坦地 瓦西里 奥斯特罗斯基王宫 1526至1608 沃里尼亚大贵族 东正教改革的推动者 伊帕纪 破提 1541至1613 联合教会的创立者 和督主教 梅列纪 斯莫特里茨基 约1577至1633 宗教论变加 第一部教会 斯拉夫与语法著作作者 彼得罗 科纳社为其 萨海达旗内 约1582至1622 哥萨克统领 东正教会的支持者 彼得 墨西拉 1596至1646 东正教改革家 基辅都主教 1632至1646年在任 哥萨克诸统领 1648至1764 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1648至1657年在位 伊凡 维霍夫斯基 1657至1659年在位 尤里 赫梅尔尼茨基 1659至1663年在位 帕弗洛 杰杰里亚 1663至1665年在位 伊凡 布柳霍维茨基 1663至1668年在位 彼得罗 多罗申科 1665至1676年在位 德米安 姆诺霍赫里什尼 1668至1672年在位 伊凡 萨莫伊洛维奇 1672至1687年在位 伊凡 马泽帕 1687至1709年在位 伊凡 斯克罗帕德斯基 1708至1721年在位 丹尼洛 阿波斯托尔 1727至1734年在位 基里洛 罗苏莫夫斯基 希里尔 拉苏莫夫斯基 1750至1764年在位 艺术和文学人物 1648至1795 英诺肯记 吉泽尔 约1600至1683 基辅洞穴修道院 长院 1656至1683 略要 1674 的出版者 内森 汉诺威 1663 犹太教法学者 卡巴拉主义者 绝望的深渊 Abyss of Despair 1653 一书的作者 萨米洛 维利奇科 1670至1728 哥萨克官员 和历史学家 特奥凡 普罗克波维奇 1681至1736 基辅学院院长 俄国沙皇 彼得仪式的顾问 犹太 拉比巴尔 谢姆 托夫 1760 犹太教 哈希迪派 创始人 赫利霍里 斯科 沃洛达 1722至1794 哲学家 诗人 作曲家 亚历山大 别兹 波罗德科 1747至1799 哥萨克军官 俄罗斯帝国大臣 哥萨克国历史学家 民族 启蒙者 1798至1849 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1769至1838 埃内伊达 埃涅阿斯基的仿作 作者 亚历山大 杜赫诺维奇 1803至1865 外卡尔八千地区牧师 诗人和教育家 塔德乌什 查词基 1765至1813 克列梅涅茨学院的创办者 1805 马尔基安 沙什科维奇 1811至1843 诗人 年鉴 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 1836 的出版者之一 米克拉 霍霍里 尼古拉 果格里 1809至1852 小说家 乌克兰历史和文化的推动者 塔拉斯 社府秦科 1814至1861 艺术家 诗人 作家 常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雅基夫 霍洛瓦茨基 1814至1888 历史学家 民族之学者 年鉴 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的出版者之一 清俄运动领袖 米克拉 科斯托马罗夫 1817至1885 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 乌克兰民族运动第一份政治章程的起草者 官员和实业家 1800-1900 黎塞留公爵 阿尔蒙 埃玛纽埃尔 1766至1822 法国保王党人 奥德萨总督 1803至1814年在任 通常被视为奥德萨城的建立者 尼古拉 列普宁 沃尔孔斯基 1778至1845 俄国军事指挥官 他在担任小俄罗斯总督 1816至1834年在任 期间 推动改善农姆的生存状况 并反对削减戈萨克人权力 弗朗茨 施塔迪翁 1806至1853 奥地利政治家 他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 1847至1848 期间解放了农姆 并促进了乌克兰人的政治动员 约翰 詹姆斯 修斯 1814至1889 威尔士什叶家 由兹夫卡城 金顿涅茨克 的建立者 顿涅茨和盆地工业地区 兴起的开创者 普拉东 谢梅连科 1821至1863 什叶家 他资助出版了 塔拉斯 摄斧琴科作品 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 拉扎尔 布罗茨基 1848至1904 什叶家 慈善家 他资助建立了基辅最大的犹太教会堂 斯坦尼斯拉夫 斯杰潘诺夫斯基 1846至1900 企业家 政治家 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 1888 的作者 他在加利西亚引入了蒸汽钻探法 推动了加利西亚石油工业的发展 政治和文化活动家 1849至1917 米哈伊尔 尤瑟佛为奇 米哈伊洛 尤瑟佛为奇 1802至1889 教育家 乌克兰爱国者运动的早期支持者 他推动了1876年 埃姆斯上誉的出台 米哈伊洛 德拉霍马诺夫 1841至1895 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 思想家 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 伊斯梅尔 加斯普林斯基 伊斯梅尔 加斯皮拉里 1851至1914 教育家 政治活动家 克里米亚达达人民族复兴的领袖 伊凡 弗兰科 1856至1916 诗人 作家 石平家 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米科拉 米可诺夫斯基 1873至1924 律师 政治活动家 乌克兰独立理念的早期宣传者 作家和艺术家 1849至1917 尤里 费德科维奇 1834至1888 诗人 民俗学研究者 以其关于布科维纳生活的故事而著名 利奥波德 李特尔 冯 扎赫尔 马索克 1836至1895 一 记者 作家 他创作了许多关于加利西亚的浪漫故事 米科拉 李森科 1842至1912 作曲家 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 伊利亚 列宾 1844至1930 现实主义画家 以其史诗画作 扎波罗热戈萨克人的回答 Reply of the Zoporogian Cossacks 1891之名 肖洛姆 阿莱汉姆 索罗门 拉比诺维奇 1859至1916 杰出的异地叙语作家 其最著名的作品为 《卖牛奶的台维》 后被改编为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 赫尔尔西 纳尔布特 1886至1920 平面艺术家 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立者之一 1918年乌克兰国徽的设计者 1917至1921年 乌克兰革命人物 叶乌亨 彼得鲁舍维奇 1863至1940 律师 政治活动家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1918至1919 首脑 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 1866至1934 杰出的历史学家 乌克兰革命议会 1917至1918 中央拉达主席 帕弗洛斯科罗帕德斯基 1873至1945 一个显赫哥萨克家族的后裔 俄罗斯帝国军人 1918年任乌克兰统领 西蒙 彼得刘拉 1879至1926 记者 政治活动家 中央拉达军事事务总书记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指挥部首脑 弗拉基米尔 维尼琴科 1880至1951 畅销作家 在1917年至1919年间 任乌克兰政府首脑 涅斯托尔 马赫诺 1888至1934 无政府主义革命家 乌克兰南部一支农民武装的司令 1918至1921年在任 伊萨克 巴别尔 1894至1940 记者 作家 红色骑兵军 1926 作者 尤里 科茨乌宾斯基 1896至1937 乌克兰作家 米哈伊洛 科茨乌宾斯基之子 布尔什维克 1918年 进入乌克兰的 红军部队的指挥官 文化复兴人物 1921至1933 米克拉 斯克里普尼克 1872至1933 共产党官员 乌克兰化运动的推动者 在大饥荒后自杀 帕弗洛 迪钦纳 1891至1967 从向征派转向社会主义 现实派的杰出诗人 亚历山大 多夫任科 1894至1956 编剧 导演 苏联电影 蒙太奇理论的先驱 记家 维尔托夫 代为 考夫曼 1896至1954 纪录片制作先驱 其最著名的作品 包括 持摄像机的人 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 1929 在内 设置于乌克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 和反面人物 1939至1945 安德烈 摄普提茨基 独主教 罗曼 亚历山大 马利亚 摄普提茨基 1865至1944 乌克兰希腊里天 主教会首脑 1901至1944 加利西亚社会领袖 希迪尔 科夫帕克 1887至1967 苏联游击队指挥官 米哈伊洛 基尔波诺斯 1892至1941 红军将领 1941年基辅保卫战的指挥官 埃里西 科赫 1896至1986 东普鲁市纳粹党总管 1928至1945 乌克兰总督 1941至1943 尼古拉 瓦图金 1901至1944 苏联将领 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指挥官 奥托 封 瓦赫特 1901至1949 纳粹德国的加利西亚地区总督 罗曼 舒赫维奇 1907至1950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 乌克兰反抗军总指挥 1943至1950 斯杰潘 班德拉 1909至1959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及其西欧和北美地区分会的领袖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1938至1990 尼基塔 赫鲁晓夫 1938至1949 拉扎尔 卡纲诺维奇 1925至1928 1947 列昂尼德 梅尔尼科夫 1949至1953 阿列克县 基里勤科 1953至1957 米克拉 皮德霍尼 1957至1963 彼得罗 谢列斯特 1963 1973至1972 弗拉基米尔 希尔比茨基 1972至1989 弗拉基米尔 伊瓦什科 1989至1990 乌克兰意义运动领袖 20世纪60至80年代 列夫科 卢基扬年科 1927年生 律师 政治活动家 他是 乌克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 一生中超过25年时间 在狱中和国内流放中度过 格尔基 文斯 1928至1998 静心会牧师 宗教活动家 他曾两次被捕 并被苏联法庭宣判有罪 最终于1979年被逐出苏联 维亚切斯拉夫 乔尔诺维尔 1937至1999 记者 60年代乌克兰意义运动的记录者 曾被关押在苏联监狱和集中营中 穆斯塔法 杰米列夫 1943年生 克里米亚达达人民族运动领袖 曾六次被捕 在苏联劳改营和国内流放中度过多年 塞门 格鲁兹曼 1946年生 精神病学家 人权活动家 乌克兰总统 1991至2015 列昂尼德 克拉夫丘克 1991至1994年再任 列昂尼德 库奇马 1994至2005年再任 维克多 尤仙科 2005至2010年再任 维克多 亚努科维奇 2010至2014年再任 彼得罗 波罗申科 2014年至今再任 一 本书第十五章中 利维夫治安长官利奥波德 冯扎赫尔之子 术语表 中央拉达 Central Rada 中央会议 1917至1918年间的 乌克兰革命议会 海鸥 Chaykey 哥萨克人使用的长船 指挥部 Directory 19191920年间的 乌克兰革命政府 杜马 Dumos 一种用于演唱的 乌克兰史诗 古比尔尼亚 Gubernia 俄罗斯帝国对省份的称呼 海达马基 Heyda Miki 斐邦 是对18世纪又按乌克兰地区 平民起义参加者的称呼 统领 Hatman 哥萨克指挥官 源自德语中的Hopman 酋长国 Hatmanate 存在于1649年 至1764年间 即1918年 低哥萨克国家 库尔巴尼 Kerbony 墓葬堆 库尔库勒 Kerkul 俄语做库拉克 Kulok 一个含义宽泛的用词 是苏维埃政权 在20世纪20年代 和30年代 对富裕农民的称呼 马一当 Midang 一位广场 是对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 以及2004年 2013年和2014年 发生在那里的革命事件的简称 Joe Oblast 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 乌克兰省份的称呼 俄塔曼 Otteman 哥萨克官员 拉斯科尔尼奇 Raskolniky 就信徒 Old Belief 教会的成员 萨姆维达夫 Sam Vedef 苏维埃乌克兰时期 自行出版的意义文学 沃伊沃达 Voyevoda 罗斯时代和莫斯科大公国 沙皇国时代的军事指挥官 雅尔利克 Yarlik 蒙古可汗向各公国授予的 有条件统治许可 扎波罗热 Zoporogians 16世纪时 在地涅泊和险滩下游 建立自己基地的哥萨克人 延伸阅读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Dmytro Doroshenko A Survey of Ukrainian History With Introduction ByO Jeris Opt Ed Widipack 1975 Mikilo Hrachevsky A History of the Ukraine New Haven City 1940 Hamden City 1970 IDEM History of Ukraine Russ Vols Toronto N60 Anna Reade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London Undo97 Orest Soptony Ukraine A History 4th at Toronto 2009 Roman Sporlock Ukraine A Brief History 2nd at Detroit Mi Mikilo Hrachevsky Andru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3rd at New Haven CT 2009 Suri Yakalkek Ukraine Bird of a Modern Nation New York 2007 第一卷 黑海边境 Paul M. Barfet The Early Sloth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Eastern Europe Ithica NY ArdeningYun David Brown Ed Scythians and Greeks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Scythia Athens and Early Roman Empire Exeter Uk 2005 Martin Dimnick Mikail Prince of Chernygaf and Grand Prince of Kiev OR24-OR46 Toronto E9-81 I-DAM The Dynasty of Chernygaf E16-1246 Cambridge 2003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s Chin50-1200 London E996 Edward L. Keenan Joseph Dobrowsk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gor Tale Cambridge M.A. 2003 Jokha Karpila Prince St. and Apostle Prince Vladimir Stutislavik of Kiev Visbaden Karliliun Almojan Pritsik The Origin of Russ Vall In Cambridge M.A. Lon981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imagining Europe Kivan Russ In the Medieval World Cambridge M.A. 2012 Renata Roll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London Lon989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Ludmila Cheripova Latin Books and Eastern Orthodox Clerical Elite in Kiev 1632-1780 Manchester UK 2006 Ryan L. Davies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Wing 50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Linda Gordon Cossack Rebellions Social Turmoil in the 16th Century Ukraine Albany NY Wing 983 Boris A. Gajak Crisis and Reform The Kievan Metropolitan Aid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 Lin98 Davida Frick Melitage SmallTree SmallTree KyJ Cambridge M.A. Lin995 Yaroslav Isaevic Voluntary Brotherhood Confraternities of Lehma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PerdelingTus The Kiev Mohala Academy Special Issue of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Baa Baa No YiR Jung Wengzhou Bafu Polina Luin Ukrainian Drama and Theate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monton TerdelingBaa Yaroslav Polensky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van Rus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Lin998 Sorai Plaki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PerdelingYin IDEM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Uk Uk DelingLiv Ihor Safsenko 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Essays on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Second Ed Edmonton and Toronto 2009 Frank E. Season Between Poland and Ukraine The Dilemma of Adam Kiesel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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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bridge M.A.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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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veizer The Polish Nobility Between Tsarist Imperialism and the Ukrainian Masses 1831-1863 New York Ly99 Serabilit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 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Stanford CA 2012 IDEM Ed Fashioning Modern Ukraine Selected Writings of Mykola Kastomarev Volodymyr Antonovic And Mikhailo Drahomanov Edmonton and Toronto Perlein Foo Martha Bohatchevsky Komiak Feminists Despite Themselves Women in Ukrainian Community Life Women in Ukrainian Community Life 1895-1939 Edmonton 2988 Allen W. Fish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 Cambridge Uk 1970 Allison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2005 Leonard G. Friesen Rural Revolutions in Southern Ukraine Peasants Nobles And Colonists 1774-1905 Cambridge M.A. 2008 George G. Grabos The Poet as Mythmaker A Study of Symbolic Meaning in Teres Sefsenko Cambridge M.A. Russian Nation Ithica NY And London 2013 John Paul Hinka Socialism in Galicia The Emergence of Polish Social Democracy and Ukrainian Radicalism 1860-1890 Cambridge M.A. 1983 I-DEM 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I-DEM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The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Ruthe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Galicia E867-1900 Montreal and Kingston On E999 Zenon E. Cohort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dmanate 1760S 1830S Cambridge M.A. 1988 Nayton M. My Year PF Jewish Metropolis A History 1859-19因素 Lummington Ian 2010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Russ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udapest and New York 2003 Sorayi Plaki Sars and Cossacks 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2003 I-DEM 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 Cambridge 2012 I-DEM Ed Potova 1709 The Battle and the Myth Cambridge M.A. 2013 Thomas Primack Mycola Customer Ref A Biography Toronto 1996 Evan L. Rognisday 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 Edmonton V987 David Saunders 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 V750-2850 Edmonton V985 Orest Soptony The Mazepists Ukrainian Separatism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Boulder Seo And New York Leo Baiying Willard Sunderland Taming the Wild Field Colonization and Empire on the Russian Steppe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4 Steven Villichenko National Historized Cultural Process a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Ukraine's past in Po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Unao Unfor Edmonton Wengzhojiao Larry Wolf 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Stanford CA 2010 Charters Win Workers Strikes And Pogroms The Donbass Denebire Band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1870-1905 Princeton NJ V992 Andrey Zeyerniok Framing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in Habsburg Galicia 1846-Nzho-Nsoul Edmonton 203 Sergei I. Zook Russia's Lost Reformation Peasants Millennialism And Radical Sex in Southern Russia and Ukraine 1830-1917 Washington DC Baltimore And London 2004 Steven J. Zipperstein The Jews of Odessa A Cultural History 1795-5881 Stanford CA 1985 第四卷 世界大战 Henry Abramson A Prayer for the Government Ukrainians and Jews in Revolutionary Times 2017-1920 Cambridge MA 1999 John A.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Third Ed Anglewood CEO 1990 Carol C.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2004 Bodan Bush The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oviet State 1939-1950 Edmonton 1996 Kate Brown A 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ardine Linfu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New York N.087 Theodore H. Friedgut Yuzovka and Revolution Life And Work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s Donbass 1869-1924 R Vals Prinston N.J.W.1989-W.1994 Andrea Graziosi The Great Soviet Peasant War Bolsheviks and Peasants W.1917-W.1933 Cambridge M.A.W.1996 J.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arus Exp Ed Prinston N.J.2002 Mark Von Hagen Wearing a European Borderland 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 Plans in Galicia and Ukraine Lengjouinfu 至1918 Seattle WA 2007 Hawana HR1 Ed Hunger by Design The Great Ukrainian Famine and its Soviet Context Cambridge M.A.2008 Boldown Claid and Alexander J.Moto EDS The Holodomer Reader A Source Book on the Famine of 1932-1933 in Ukraine Edmonton 2012 Boldown Clauchanko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20th Century Ukraine London Wengjouhba Andry Kralch next oreshiv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in Ukraine The Legacy of Andrey Shbtigh-Sky Edmonton Wengjouhgujouki heroarchikuromia 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s A Ukrainian-Russian Borderland L870S Wengjouh backed by The Fate of 14 Pacifists in Stalin's Ukraine Wengjouhguh 1952至1953, Toronto,2012, George Labour, Alexander Dolphjenko, A Life in Soviet Film, London,2002, Wendy Lohr, Nazi Empire 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NC,2005, James E. Mace,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至1933, Cambridge, MA, 1983, Paul Robert Magoxy, The Shaping of a National Identity, Sub-Karpathian Russ, 1848至1948, Cambridge, MA, 1978,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至1939,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1, Alexander J. Motto, The Turn to the Right,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 1919至1929,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W980, Yohanan, Petrovskistan, The Anti-Imperial Choice, The Making of the Ukrainian Jew, New Haven, City, 2009, IDAM, The Golden Age State, A New History of Jewish Life in East Europe, Princeton, NJ, 2014, Soraya Iploki, On Making Imperial Russia, Mikhail Hrac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5, IDAM,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205, Anna Prosyk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W995, Thomas Primack, Mikhail Hrachevsky,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Culture, Toronto, W987, George Y. Shaveloff, The Ukrainian Langu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9000-WL4E, Its State and Status, Cambridge, MA, W989,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ity, 2003, IDAM,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Stephen V. Lichenko, State Building in Revolutionary Ukrain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s and Bureaucrats, W117-1922, Toronto, Perdeying, Suri Yekelkic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 Russia-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Perdeying, IDAM, Stalin's Citizens, Everyday Politics in the Wake of Total War, New York, 2004,第五卷,獨立之路, An Apple Bomb,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 New York, 1999, Omer Bartov, Erased, Vanishing Traces of Jewish Galicia in Present-Day Ukraine, Princeton, NJ, Perdeying, Yaroslav Baile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the Ukraine after World War, O, New Brunswick, NJ, Wenzhou64, Marta Dichik,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krainian Refugees, New York, Liau Qian, IDAM, Ukraine, Movement Without Change, Change Without Movement, New York, Liang Qian, Andrea Graziosi, Lubomara, Hajda, and Helena. H.R.Y.M., EDS, After the Holodomer,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Great Famine on Ukraine, Cambridge, M.A., Ardeninsan, Vodan Harasimi, Post-Communist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Ardenling Au, Ask Gold Crush on Nikki, An Orange Revolution, A Personal Journey Through Ukrainian History, London, Perdeying Liu, Terrace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V998, Boris Lewitskaj,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viet Ukraine, V953-V980, Edmonton, 1984, Paul Robert Magoxi, This Blessed Land,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Toronto, Arlene Fu, David Mar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Chernobyl Disaster, New York, V988, IDAM, Ukraine under Perestroika, Edmonton, V991, IDAM, Stalinism in Ukraine in the V940s, Edmonton, V992, IDAM, Heroes and Villains, Crea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Budapest, Pardyling Tk, Kostyenten P, Morozov, Above and Beyond, From Soviet General to Ukrainian State Builder, Cambridge, M.A., Pardylingo, Alexander J. Motto, 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V993, Olga Olnek, Mapping Mass Mobilization,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ary Moments in Argentina and Ukraine, New York, 2014, Soraya, Pluck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William J. Rich, The Ukrainian West, Culture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Soviet Lviv, Cambridge, M.A., Arlene, Gwendolyn Sassy,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 2014, Roman Sporloc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Liao Qian, Catherine Wanner, Burden of Dream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Ukraine, University Park, PA, L998, IDEM, Communities of the Converted, Ukrainians and Global Evange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307, Amir Wiener, Making Sense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Arlene,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1997, IDEM,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5, Katerina, Wolchok, The Moulding of Ukraine,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Budapest, Keringling Ying, Sergei Zouk, Rock and Roll in the Rocket City, The West,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Soviet Dynapropetrust, W960-W985, Washington, D.C., Baltimore, and London, 2010. 结语,历史的意义 John Paul Hinka, The History Behind the Regional Conflict in Ukraine, Critical This, No. In 2015, 129136, Volodymyr Kulik, Ukrainian Nationalism Since the Outbreak of Euromaidan, Ab, Imperial, No. 3, 2014, 94120,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 Putin's Russia and the Fret to the West, New York, 2004, Alexander J. Motto, Imperial Ends,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Dordelin, Richard Sequey, Frontline Ukraine, 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 London, 2004,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ity, and London, 2004.